出课拍案惊奇,第三部《灵蒙初》,第二十八章,同归踏尖心灯火闹灵雨节,是曰,世间何物是良途,唯有苛名就及福,是看人情翻手遍,窗前可不下功夫。 话说自汉以前,人才只是性贱征臂,故有贤良、方正、貌财义等之名,其高尚不出,又有不求文达之客。 所以也无一贤,人无逆才,天下尽得其用。 自唐宋以来,聚众科名,虽是别途尽身,尽能智慧全耀,却是唯以此为华美。 往往有智慧不得一帝,情愿老死精华的。 道我国朝,初识三徒并用,多有民工大臣,不由科甲出身,一般也替朝廷干功立业,轻使标明不朽。 那贱德只是尽事才做的事,直到进来,把这件事悦重了。 不是科甲的人,不得当权。 当权所用的,不是科甲的人,不与他好衙门,好地方,多是一帆布置。 见了以下出身的,就不是一徒,也必捡个贝赖所在打发他。 不上几时,就勾销了。 总是不把这几项人,看得在心上。 所以,别像人内,便尽有英雄豪杰在里头,也无处斩步。 晓得没甚长言广习,要做好官也没干,都把那志气挥了,怎能勾有做的出头的。 即至是石进士出身,便贪如柳道之,酷如周兴,来俊臣,公道说不去,没奈何考察坏了,或是参论坏了,毕竟替他留些根。 右道是百足之虫,至死不将,跌扑不多时,转眼就高官大陆,仍旧贵险,起似科贡的人,一勾了账。 只为世道如此重他,所以一登科地,便想升天。 却又一件好笑,就是科地的人,总是那穷酸秀菜做的,并无第二样人做的。 极致肉眼于眉,见了穷酸秀菜,谁肯把眼烧来管顾他。 还有一等豪富亲眷,放出以副欺贫的手段,做尽了恶宝枪子带他。 道德乎一日榜上有名,多江转来,喝抛捧卵,天是平日坐枪欺负的头名,就是他上前出力。 真个世间唯有这件事,贱得可以利贵,贫得可以利负,难分难解的冤仇可以利消,极显极微的道路可以利平。 折磨做了没几两,惹羞耻的事,一床棉被可以遮盖了。 说话的,怎见得如此? 看官,你不信且先听在下说一件势力好笑的事。 唐使有个举子叫做赵从,累随继历赴南宫春世,屡次不定。 他的妻妇是个中龄大将,赵从贫穷,只得靠着妻妇度日。 那七家五支官员,宗族兴旺,见赵从是个多年不利式的寒酸秀才,没一个不轻薄他的。 欺负妻母,看见别人不放他在心上,也自觉的没趣,道女婿不争气,没长进, 虽然是自家骨肉,未免一颗咽一颗,弄作个老厌恶了。 况且,有心显比了他,越看越觉得寒酸,不足敬重起来。 只是不好打发的他开去,心中好些不耐烦。 赵从夫妻两个,不要说看了别人许多眉高眼低, 只是父母身边也受多少两般三样的怠慢, 没奈何争气不来,只得怨命忍耐。 一日,赵从又到长安富士去了。 家里撞着迎春日子,军中高会,百戏师成。 唐室有为春色,青城侍女没一个不出来看。 大户人家搭了棚场,设了酒席在内,邀请亲戚共看。 大将河门多到棚上去,女眷们各个盛装豆腐, 唯有赵娘子衣衫褛褛。 虽是自心里觉得不入队, 却是大家多去,又不好独自一个推掉不去得。 只得含羞仁耻,随众人之后,一同上棚。 众女眷们增嫌她装饰毕露,恐怕一同坐着,外观不雅。 将一个围平遮着她,叫她独坐在一处,不与她同袭。 她是受增贤惯的,也自揣疑, 只得平人主张,默默坐下了。 正在摆设酣畅时节,忽然一个利点走到大将面前, 说道,观察相公、特警将军、利等说话。 大将吃了一惊道,此与民同乐之时, 料无政武相关,为何观察相公见诏? 莫非有甚不测事休? 心中好生害怕,捏了两把汗, 道的观察相公听前,只见观察首持一卷书,笑容可居。 当听问道,有一个赵从,是公子虚否? 大将答道,正是。 观察道,恭喜,恭喜。 是才经中探马来报,令序已吉地了。 大将还谦逊道,恐怕未能有此地步。 观察即将首中所持之书, 帝宇大将道,此事经中来的拳榜, 令序名在旗上,请公子拿去看。 大将双手接着,一眼瞟去, 照从名字朗朗在上,不觉惊喜。 谢别了观察,连忙走回。 远望见棚那家人, 多在那里注目看外边。 大将举着膀,对着家人一大呼道, 赵郎吉地了!赵郎吉地了! 众人听见,大家都吃一惊。 多转头来看那赵娘子时, 屋子寂寂默默, 没些意思,在围瓶外坐在那里。 却是耳朵里已听见了, 心下暗暗地叫道, 惭愧! 谁知也有这日。 众金圈吉把围瓶撤开, 到他跟前撑喜道, 而今就是夫人献君了。 一起来拉他去同席。 赵娘子回言道, 衣衫褴褴, 垫乳朱金, 不敢来混。 只是自作了看看吧。 众人见他说怄气的话, 一发不安, 一个个强陪笑脸道, 夫人说那里话。 就有现勤的, 把带来包里的替换衣服, 拿出来与他穿了。 一个起头, 个个争先。 也有除下簪的, 也有除下拆的, 也有除下花垫的, 耳当的, 煞时间把一个赵娘子 打扮得花衣团衣, 紧一簇聊恐怕他不喜欢。 时日那里还有心想看春会? 只个个窜轰赵娘子, 看他眉头眼后罢了。 本是一个冷落的祸, 只为丈夫吉地, 亦是一煞更变起来。 人也原是这个人, 亲也原是这些亲, 事情冷暖, 至于如此。 在下为何说这个做了引头? 只因有一个人为些风情事, 做了出来, 正在难分难解之际, 忽然登地, 不但免了罪过, 反得一团一缘了夫妻。 正应着在下先前所言, 做了没几两, 惹羞耻的是, 一床仅被可以遮盖了的说话。 抗官们, 是听着, 有诗为证。 童年同学, 童林素鸟。 好事多磨, 受人颠倒。 私情败露, 官非难了。 一纸结书, 真童月老。 这个故事, 在宋朝端平年间, 浙东有一个宝学秀才, 姓张子忠父, 是衣冠换族。 只是家道不足, 靠着人家聘出去, 随任做书记, 管骨为生。 邻居有个罗仁清, 是崛起白屋人家, 家世禁岸后。 两家同日生产。 张家得了个男子, 名唤幼谦, 罗家得了个女儿, 名唤兮兮。 多长成了。 因张家有了书馆, 罗家把女儿骑在学堂中读书。 旁人见他两个年貌相当, 戏道, 同日生的, 何该做夫妻? 他两个都是娃子家新姓, 见人如此说, 便信杀到使真, 私下密字相认, 又个写了一张劝约, 发誓比童心到老。 两家父母多不知道的。 同学堂了四五年, 各有十四岁了, 情窦渐渐有些开了。 见人说做夫妻的, 要做那些事, 便两个合了办。 上一道, 我们既是夫妻, 也学着他美作作。 两个你欢我爱, 一且不晓得些厉害, 有什么不肯。 书房前有株石榴树, 树边有一只石凳, 罗兮兮就坐在凳上, 伸靠着树, 张又谦早把他脚来敲起, 就搂抱了弄僵起来。 两个小小年纪, 未知这么大去美, 只是两个心里喜欢做做耍笑。 以后剑弄得有些好处, 就日日做饭吧, 不肯住手了。 东间, 先生散了馆, 西剑回家去过了年。 明年, 西西已逝十五岁, 父母到她年纪长成, 不好到别人家去读书, 不叫她来了。 右前屡屡到罗家门首探望, 指望撞见西西。 那罗家是个富家, 归院深邃, 怎的轻易出来。 西西有一丫鬟, 名幻非英, 常到书房中服是西西, 相伴往返的。 今西西不来读书, 连非英也不来了。 只为早晨采一花, 去与西西插带, 方得出门。 到了冬日, 右前思想西西不治, 做成心慈两手, 要等非英来时地去与西西。 辞明, 亦捡毁, 辞云。 同年同日又同窗, 不似鸾黄, 谁似鸾黄。 石榴树下势匆忙, 惊散鸳鸯, 拆散鸳鸯。 一年不到读书堂, 焦不思量, 怎不思量。 朝朝暮暮只烧香, 有分成双, 愿早成双。 写词一罢, 等那非英不来, 又坐诗一首。 诗云。 西人一别恨悠悠, 有把毁花记拢头。 咫尺花开君不见, 有人独自对花愁。 诗币, 恰好非英到书房里来采梅花, 又牵折了一剂梅花, 同二辞一诗, 递与她去, 用秘主非英道, 此花正盛开, 你可托折花为名, 递个回信来。 非英英诺, 带了去与西西看了。 西西只是偷垂泪眼, 欲带一蕴答她, 因是年底, 匆匆不曾做的, 竟无回信。 道德开年, 岳州大手请右迁的父亲中父去做祭事, 中父就带了右迁去, 自教她。 去了两年, 方德归家。 西西知道了, 因是两年前不曾答的右迁的信, 逆遣非英吃一小妾子来赠她。 右迁收了, 开起来看, 终有金钱十枚, 相思子一粒。 右迁晓得, 是西西藏着雅迷, 前那一团议员之相, 相思子自不必说。 心下大喜, 对非英道, 多谢小娘子好情纪念, 何处再会得一会便好。 非英道, 姐姐又不出来, 官人又进去不得, 如何得会。 只好传销弟西罢了。 右迁副作师一手, 与非英拿去做回检。 诗云, 一朝不见似三丘, 真个三丘愁不愁。 金钱难买, 尊钱笑, 一粒相思死不休。 非英去后, 右迁将金钱 系在这肉的汉衫袋子上, 想着兮兮时节, 便解下来跌挂问补, 又当耍子。 被她妈妈看见了, 问右迁道, 何处来此金钱? 自幼不曾见你有的。 右迁回母亲道, 娘面前不敢隐情, 时事与孩儿同学堂读书的罗氏女近日所送。 张妈妈心中已解其意, 想到, 儿子年已若冠, 正是成婚之期。 她与罗氏女幼年同学堂, 至今记着物件往来, 必是她两相爱。 况且, 罗氏在我家中, 看她得荣俱备, 何不养人, 去求她为子妇, 可不两全其美。 隔壁, 有个卖花养老妈, 酒观作梅, 在张罗两家多走动。 张妈妈就接她到家来, 把此事对她说道, 家里贫寒, 本不敢盼她复事。 但罗氏小娘子, 自幼在我家与小僻人同窗, 况且是同日生的, 或者唯有这些缘分, 不其贤恳成就也不见得。 杨老妈道, 如人怎如此说? 宅上虽然清淡些, 到底是官坏人家。 罗宅眼下复圣, 却是个爆发。 两边扯来相对, 还亏着如人宅上些礼。 带老媳妇去说就是, 张妈妈道, 由凡妈妈为取则个。 又前又私下叮嘱杨老妈许多说话, 教她见嬉嬉小娘子时, 千万质疑。 杨老妈多领诺去了, 移境到罗家来。 罗仁清同妈妈问其来意。 杨老妈道, 特来与小娘子作戴。 仁清道, 是那一家。 杨老妈道, 说起来连小娘子急贴都不消求, 那小僻人就是同年月日的。 仁清道, 这等说起来就是张忠父家了。 杨老妈道, 正是。 且是好个小僻人。 仁清道, 他世代儒家, 门第也好, 只是家道艰难, 靠着中年出去出馆过日, 有什么大掌尽处。 杨老妈道, 小僻人聪俊非凡, 必有好日。 仁清道, 而今时事人家只论剑前后来的是那个包德。 小僻人看来是好的, 但功名须有命, 知道怎么。 若他要来求我家女儿, 除非会极地做官, 便与他了。 杨老妈道, 依老媳妇看起来, 只怕这个小僻人这日子也有。 仁清道, 国有这日子, 我家绝不失心。 罗妈妈也是一般说话。 杨老妈道, 这等, 老媳妇且把这话回复张老如人, 教他小僻人用心读书, 把出身择个。 罗妈妈道, 正是, 正是。 杨老妈道, 老媳妇也到小娘子房里去走走, 罗妈妈道, 正好在小女房里坐坐, 吃茶去。 杨老妈原在他家走熟的, 不消引路, 一直到西西房里来。 西西请杨老妈坐了, 叫飞鹰看茶。 就问道, 妈妈何来? 杨老妈道, 专为隔壁张家小僻人, 求小娘子亲事而来。 小僻人多多拜上小娘子, 说道, 自小童窗, 多是不见, 无刻不想, 金特叫老身来到老园外, 老安人处作媒, 要小娘子怎生从中自作个主, 是必要成。 西西道, 这个是须凭爹妈做主, 我女儿家怎开的口? 不知方才爹妈说话何如? 杨老妈道, 方才老园外语安人的意思, 嫌张家家是淡薄屑。 说道, 除非张小僻人中了科名, 才许他西西道, 张家哥哥这个日子倒有, 只怕爹妈性急, 等不得释了他性。 既有此话, 有凡妈妈上付他, 叫他早自正错, 我自一心一意守他这日罢了。 西西要杨老妈替他传语, 密地那两个金纸还送他, 道, 此后有甚说话, 妈妈悄悄替他传语我知道, 当有后谢, 不要在爹妈面前说了。 看官, 你到这些老妈家, 是马伯六的领袖, 有什么解不出的意思? 小的两边说话多有情, 就做不成美, 还好私下签和他两个, 赚主大钱。 又且见了两个金纸还, 一面堆下笑来道, 小娘子凡有所托, 只在老身身上, 不误你事。 出了罗家门, 再到张家来回复, 把这些说话, 一一与张妈妈说了。 张又谦听的, 便冷笑道, 登科吉弟, 是男子汉分内侍, 何止为难? 这老婆稳那是我的了。 杨老妈道, 他家小娘子也说道, 官人毕竟有这日, 只怕爹妈等不得, 祸有变卦。 他心里只守着你, 教你自要奋发, 张妈妈对儿子道, 这是好说话, 不可负了他。 杨老妈又私下对又谦道, 罗家小娘子好生, 有情于官人。 林栋申又吩咐老申道, 下次有说话敲的, 替他传传, 送我两个金纸还, 这个小娘子实是贤惠。 又谦道, 他日有话相反, 是必不要推辞则个。 杨老妈道, 当得, 当得, 当下别了去。 明年, 张忠府在岳州打发人归家, 说要同岳州大首到京侯差, 恐怕又谦在家失学, 借了同去。 又谦指得又去了, 不提, 却说罗仁清主义, 嫌张家贫穷, 远不要许他的。 这句作官方许的说话, 是俱眉头脑的话, 作官是欺不得的。 女儿年纪一年, 大四一年, 万一如江太公八十岁才遇文王, 那女儿不等做老婆婆了? 又见张家只是远处, 料不成事。 他那里管女儿心上的事, 其实, 同里有个巨父之家, 姓心, 儿子也是十几岁了。 闻得罗家女子, 财色双全, 央眉求聘。 罗仁清见他家父圣, 心里喜欢。 又且张家只来口说的一番, 不曾受他一撕, 不为失约, 那里还把来放在心上。 一口许下了。 新家择日行聘, 熙熙闻之这消息, 只叫得苦。 又不好对爹娘说的初心事, 暗暗纳闷, 私下对非英这丫头道, 我与张官人同日同窗, 谁不说是天生一对。 我两个自小情如姊妹, 异等夫妻, 今日却叫我嫁着别个, 这怎使得? 不如早寻个死路, 倒得干净。 只是不曾会得张官人一面, 放心不下。 非英道, 前日张官人也问我要会姐姐, 我说没个计较, 只得罢了。 而今张官人不在家, 就是在时也不便相会。 熙熙道, 我倒想上一计可以相会, 只等他来了便好, 你可时常到外边去打听打听。 非英谨记在心, 且说张又谦经中回来得又是一年。 文德罗熙熙已受了新家之聘, 不见熙熙有什么推托不肯的事。 幼谦大恨道, 他父母是怪不得, 难道熙熙就如此顺从, 并无说话? 一气一个死, 提起笔来, 做此一首。 此名长相思, 云天有神, 地有神, 海是山蒙自自镇。 如今莫上心, 过一春, 又一春, 不解金钱便作银。 如何忘却人? 血壁了, 放在袖中, 急急走到杨老妈家里来。 杨老妈接近了, 问道, 官人有何事见过? 幼谦道, 妈妈晓得罗家小娘子已许了人家吗? 杨老妈道, 也见说, 却不是我做媒的。 好个小娘子, 好生注意官人, 可惜错过了。 幼谦道, 我不怪她父母, 倒怪那小娘子, 如何凭父母许别人, 不择一声。 杨老妈道, 叫她女孩家, 怎好说的? 她必定有个生意, 不要错怪了人。 又谦道, 为此要妈妈去通她一声, 我有手小词, 问她口气的, 烦妈妈与我带一带去。 袖中摸出词来, 并越州大手索送进了一两, 转送与杨老妈坐脚步前。 杨老妈见了银子, 如苍蝇见血, 有什么不肯做? 欣然领命去了。 把卖花为由, 进到罗家, 走进西西房中来。 西西接着, 问道, 一向不见妈妈来走走。 杨老妈道, 一向无事, 不敢上门。 金章官人回来了, 有话转答, 故此走来。 西西见说又迁回了, 道, 我正叫飞银打听, 不知她已回来。 杨老妈道, 她见说小娘子许了新家, 好生不快活。 有封书托我送来小娘子看。 袖中摸出书来, 地语西西。 西西叹口气接了, 拆开从头至尾一看, 却是一首词。 落下泪来道, 她错怪了我也。 杨老妈道, 老身不识字, 书上不知怎她说。 西西道, 她道我忘了她, 岂知受聘, 多是我爹妈的意思, 怎游得我来。 杨老妈道, 小娘子, 你儿今怎么发福她。 西西道, 妈妈, 你肯替蟑螂弟信, 必定受蟑螂之托, 我有句真心话对你说, 不妨吗? 老妈道, 去年受了小娘子遵赐, 至今丝毫不曾出得力, 又且张官人相托, 随你吩咐, 谁离谁离去, 活里活里去, 尽着老性命, 做得的, 只管做去, 绝不敢泄露半句话的。 西西道, 多感妈妈胜心, 先要你去对蟑螂说明我的心事, 我只为未曾面会得蟑螂, 所以寒忍至今。 若得蟑螂当面一会, 我就情愿同蟑螂死在一处, 绝不嫁与别人, 偷生在世间的。 老妈道, 你心是我好替你说的, 只是要会他, 却不能够, 你家愿与深密, 张官人又不会飞, 我衣袖里又待他不下, 如何弄得他来相会? 西西道, 我有一计, 尽可使蟑螂来的。 只求妈妈周全, 十分稳变。 老妈道, 老身方才说过了, 但凭使欢, 只要早定妙计, 老身无不尽心。 西西道, 一奴一家卧房, 在这格上, 是我家中落寞一层, 与前面隔绝。 阁下有一门, 通后边一个小浦, 浦州唯有短墙, 墙外便是荒地, 通着外边的了。 墙内有四五株大山茶花树, 可以上得墙去的。 凡妈妈相约蟑螂在墙外等, 到夜来, 我叫丫头打从树枝上登墙, 将个竹梯挂在墙外来, 蟑螂从梯子上墙, 也从山茶树上下地, 可以网到我房中阁上了。 妈妈可怜我, 两人情重如山, 踢一奴一家被戏传, 与蟑螂则割。 走到房里, 摸出一定银子来, 约有四五两重, 望养老妈袖中救赛, 道, 与妈妈将就买些点心吃。 养老妈假意道, 未有功劳, 怎么当这样重赏? 只一见, 若是不受, 又恐怕小娘子反要疑心我位是一路, 只得斗胆收了。 谢别了兮兮出来, 一五一十, 走来对张又谦说了。 又谦得了这个消息, 八不得力时间天黑降下来。 张, 罗两家相去远不甚远, 又谦日间先去把墙外露树看看, 望紧墙去, 果然四五株山茶花树透出墙外来。 又谦认定了, 晚上只在这墙边等候。 等了多时, 并不见墙里有些些声响, 不要说什么逐踢不逐踢。 等到后半夜, 借骨僵动, 方才闷闷回来了。 到第二晚, 第三晚, 又复如此, 白白守了三个深夜, 并无动静。 想到, 难道耍我不成? 还是相约里头, 有什么说话参差了? 不然或是女孩家贪睡, 忘记了。 不知我外边人守候之苦, 不免再泱泱老妈去问个明白。 又提一首诗与纸, 云。 山茶花树隔东风, 河赤云山万万众。 萧金丈暖贪春一梦, 人在月明封路中。 写完走到杨老妈家, 让她递去, 就问诗约之故。 原来罗家为兮兮能事, 因家务聚托她所管。 那日杨杨老妈约了又签, 不想有个节娘到来, 要她支陪, 自不必说, 晚间送她房里童肃, 一些手脚做不得了。 等得这日才去, 杨老妈恰好走来, 递她这事。 兮兮看了道, 蟑螂又错怪了一奴一眼。 对杨老妈道, 一奴一家, 因有节娘在此房中肃, 三夜不曾合眼。 无半点空隙机会, 非一奴一家失约。 金姐娘已去, 今夜点灯后, 叫她来罢, 绝不无期了。 杨老妈得了消息, 走来回复张又谦说, 三日不得机会说话, 准期在今夜点逐后了。 又谦等到其时, 夺到墙外去看, 果然有一条竹梯椅在墙边。 又谦喜不自禁, 设了梯子, 一步一步走上去, 到的墙头上, 只见山茶树枝上有个黑影, 赤了一惊。 却是飞鹰在此等候, 咳嗽一声, 大家心照了。 攀着树枝, 多挂了下去。 飞鹰引她道阁底下, 西西也在了, 就一同挽了手, 登阁上来, 登下一看, 拒绝长城的个别了。 大家欢急, 齐声道, 也有这日相会也。 也不顾飞鹰在面前, 大家搂抱定了。 飞鹰会议, 一登道阁外来了。 于是月光入室, 两人思维思抱, 竟到卧床上云雨起来。 一别四年, 相逢半煞。 回想幼师姿妹, 浑如梦境欢愉。 当时小镇争风, 今日全军对垒。 含苞微破, 大创源有余红, 寓意经顿雄, 骤当不无半戒。 只因而我心中爱, 拼却爷娘眼后身。 云雨济散, 葛宿中取。 又谦道, 我与你欢乐, 只是暂时, 它日中需让别人受用。 西西道, 哥哥物字不知 一奴一心事。 一奴一字受聘之后, 长天一死, 只为未道得假期, 且贪图与哥哥落得欢慧。 若他日再把此身伴别人, 全使不如已。 直到临时便见, 两人清精浓浓, 讲了一夜的话。 将到天明, 西西叫又谦起来, 穿衣出去。 又谦问, 晚间是如何? 西西道, 我家中时常有事, 未必夜夜方便, 我把个暗号于你。 我哥之西楼, 墙外远望可见。 此后, 楼上若点起三个灯来, 便将竹梯来度你进来。 若望来只是一灯, 就是来不得的了, 不可在外边吃等, 四前翻的样子, 往吃了辛苦。 如此约定而别, 又谦仍旧上山茶树, 设竹梯而下。 随后, 飞鹰就灯墙抽了竹梯起来, 真个神鬼不绝。 以后又谦只去远望, 但见楼西点了三个灯, 就不置墙外来, 只见竹梯早已安下了。 即便进去欢会, 如此, 每每四五夜, 连宵行乐。 若遇着不变, 不过隔的夜吧, 往来一月有多。 正在快唱之际, 真是好事多么, 有个湖北大帅, 穆张忠父之名, 离聘他为书记。 忠父辞了越州太守的馆, 回家收拾去赴约, 就要带了又谦到笔乡市。 又谦得了这个消息, 心中舍不得西西, 甚是烦恼, 却为拗不得。 只得江晴告知西西, 就与哭别。 西西拿出好些金箔来赠她做盘缠, 哭对她道, 若是幸得未嫁, 还好等你归来再会。 倘若你未归之前, 有了日子, 逼是我嫁人, 我只是死在隔浅井中, 与你在节来是姻缘。 今世无极, 只当永别了。 耿耿夜夜, 两个哭了半夜, 虽是一娇一欢, 终待惨期, 不得如常尽兴。 临别, 西西直了又谦的手, 叮咛道, 你勿忘恩情, 去个空便, 只是早归来的一日, 也是好的。 又谦道, 此不必吩咐, 我若不畏相视, 定寻个别话, 推着不去了。 今却由此, 便须推不得, 岂是我的心愿? 归得便归, 早见的你一日, 也是快活。 相抱着多时, 不忍分开, 各喊眼泪而别。 又谦自随父亲到湖北去, 一路上触景伤心, 自不必说。 到了那边, 正直逝期。 又谦痴心自想, 若夺得奎名, 或者亲事还可挽回的传, 也未可料。 尽着平生才学, 做了文父, 出厂来就父亲说道, 调母亲家里不下, 算计要回家。 忠复道, 怎不看了榜去? 又谦道, 接榜不中, 有何颜面? 况且, 母亲家里估计, 早晚悬望。 此处离家, 虚事路远, 笔布的岳州时节, 信息常通的。 作儿的怎放心的下? 那功名是外事, 有份无分已签定了, 看那榜何用? 缠了几日, 忠复方才允了, 放回家来。 不择一日, 到了家里。 原来新家, 已简定是年冬礼的日子, 来娶罗希希了, 希希心里着急, 日望又谦到家, 真是眼睛多望穿了。 时时叫飞鹰寻了头游, 到又谦家里打听。 此日飞鹰打听的又谦一回, 忙来对希希说了。 希希道, 你快去约了她, 今夜必要相会, 原仍前番的法进来就是。 又写了首词, 封好了, 一同拿去与她看。 飞鹰领命, 走到张家门首, 正撞见了张又谦。 又谦道, 好了, 好了, 我正走出来, 要泱泱老妈来通信, 恰好你来了。 飞鹰道, 我家姐姐胖官人不来, 时常啼哭。 日日叫我打听, 今得知官人到了, 登时前我来约官人, 今夜照旧主题上进来相会。 有一个简帖在此。 又谦拆开来, 乃是一首补真子词。 此云, 幸得那人归, 怎便交来也。 一日相思十二时, 直视情难舍。 本是好姻缘, 又怕姻缘嫁。 若是叫随别个人, 相见黄泉下。 又谦读罢词, 回她说, 晓得了。 飞鹰自去, 又谦把词来珍藏过了。 到的晚间, 远望楼西, 已有三灯明亮, 急急走去墙外看, 主体也在了。 进去见了西西, 西西如获珍宝, 双手抱了, 口里埋怨道, 亏你吓的。 直到这时节才归来, 而今已定下日子了, 我与你就是无业不惠, 也只得两月多, 有限的了。 当与你极尽欢愉而死, 无所遗恨。 你少年才俊, 虔诚未可良。 一奴仪不敢把世俗儿女态, 抢你同死。 但日后对了新人, 切勿忘我。 说罢大哭, 幼谦也哭道, 死则俱死, 怎说这话。 我一从别去, 那日不想你。 所以, 是必不等揭晓救回, 只为不好为妞的父亲, 故迟了几日。 我认个不是罢了, 不要怪我。 猛计心词, 我当医运喝一手, 已见我的心事。 那果兮兮的纸笔, 写道。 去时不由人, 归怎由人也。 罗黛同心结道成, 抵是叫拼舍。 心事十分真, 情没谢而假。 若到归持打掉臂, 甘手三千下。 兮兮看了此中之意, 晓得他是出于无奈, 也不愿他, 同到罗为之中, 极其浅全。 素语道, 新婚不如远归, 况且晓得晦妻有数, 又是一颗千斤之架。 你贪我爱, 尽着心性做事, 不顾死活。 如是半月, 又迁有些胆怯了, 对西西道, 我此番无业不来, 你又早睡晚起, 觉得推胆大了些。 万一有些风声, 被人知觉, 怎么了? 西西道, 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 且尽着快活。 就败露了, 也只是一死, 怕他渗嘛。 果然西西推, 放坡了些, 罗妈妈见他日间做事, 有气无力, 常打喝浅, 又有时早晨起来, 眼睛红肿的。 心里疑惑起来道, 这丫头有些改常了, 莫不做下什么事来。 就留了心, 到人静后, 悄悄到女儿房前查听动静, 只听得女儿在阁上, 滴滴微微与人说话。 罗妈妈道, 可不作怪, 这早晚难道还与非英这丫头, 讲什么话不成? 就讲话, 何笑如此轻的, 听不出落具来。 再仔细听了一回, 又听得阁底下房里打憨响, 一发惊意道, 上边有人讲话, 下边又有人睡下, 可不是三个人了。 睡得若是非英丫头, 女儿却与那个说话, 这是必然敲戏。 急走去对老儿说了这些缘故, 罗仁清大惊道, 急击近了, 不要坐江出来。 对妈妈道, 不必迟疑, 竟闯上隔去一看, 好歹利剑。 那隔上没处去的, 妈妈去叫起两个养娘, 拿了两灯火, 同妈妈前走, 人情执着肝磅压后, 移进到女儿房前来。 建房门关得紧紧的, 妈妈出声叫, 非英丫头。 非英还睡着不应, 隔上先听见了。 嬉嬉道, 娘来叫, 必有甚家事。 幼谦慌张起来, 嬉嬉道, 你不要慌, 悄悄住着, 带我迎江下去。 夜晚间, 她不走起来的, 忙起来穿了衣服, 一面定下楼来。 张幼谦有些心虚, 怕不尴尬, 也把衣服穿起, 却是没个走路, 只得江就闪在暗处静听。 嬉嬉指认做母亲, 一个来问什么话的, 倒是迎住就罢了, 岂止一开了门, 两灯火照得通红, 连父亲也在, 吃了一惊, 正说不及话出来。 只见母亲抓了养娘手里的火, 父亲带着赶棒, 望阁上直奔。 嬉嬉见不是头, 情之事发, 便走向阁外来, 望井里要跳。 一个养娘见她走急, 带了火来照, 一个养姐是空手的, 见她做事, 连忙抱住道, 为何如此? 便喊道, 姐姐在此投井。 飞嬉惊醒, 走起来看, 只见姐姐正在那里苦证, 两个养娘尽力抱住。 飞嬉走去浮在井栏上了, 口里哼道, 姐姐使不得。 不说下边鸟乱, 且说罗仁卿夫妻走到阁上暗处, 搜出一个人来。 仁卿兴起肝棒, 正带要打。 妈妈将登上前一照, 仁卿认的是张忠父的儿子又谦, 且歇了手, 骂道, 小畜生。 贼亲一哨, 你是我通家子职, 怎干出这等没道理的勾当来, 垫如我家。 又谦只得跪下道, 望伯伯数小职之罪, 听小职告诉。 小职自小与恋爱, 只为同日同窗, 心中香气。 前年曾这人相求为婚, 勃勃口许道, 等登地方可, 小职为此发愤读书, 指望完成好事。 岂之宅上忽然另许了人家, 故此恋爱不愤, 相招私和, 缘约同死同生, 今日是以败露, 恋爱必死, 小职不愿独生, 瓶泊把打死罢。 仁清道, 前日此话固有, 你几时又曾登地了来, 却怪我家令许人, 你如此无形的亲一兽, 料也无功名之分。 你罪非清, 自有官法, 我也不私下打你。 一把扭住, 妈妈听见歌前嚷得慌, 也恐怕女儿短见, 茫茫催下了歌。 仁清脱右迁到外边学屋, 把条锁子捆住, 附好在书房里。 叫家人看守着她, 只等天明送官。 自家附身进来看女几时, 只见颠得头蓬发乱, 妈妈与养娘们, 还搅作了一一团一, 在那里嚷。 仁清怒道, 这样不成气的, 等她死了罢, 拦她何用? 兴起干棒要打, 却得妈妈与养娘们掺得掺, 驼得驼, 涌上阁去了, 剩得仁清一个在底下。 抬头一看, 只见飞鹰还在井栏边, 仁清一肚子恼怒, 正无发泄处, 一手揪住头发, 脱缰过来便打道, 多是你做了牵头, 牵出是来的。 还不时说, 是怎么样起头的? 飞鹰起初还推一项在阁下睡, 不知旧礼, 被打不过, 只得把来宗去计细细招了, 又说道, 姐姐与张官仁时常哭泣, 只求同死的。 仁清剑说了这话, 喝退了飞鹰, 心里也有些懊悔道, 前日便许了她, 不见得如此。 而今却有新家在那里, 其事难处, 不得不经关了。 闹嚷了大半夜, 早已天明。 原来但是人家有事, 觉得天也容易亮些。 妈妈自和养娘窝伴住了女儿, 不容她寻死路, 仁清却压了幼谦, 一路到县里来。 县宰生堂, 收了撞词, 看是奸情事, 乃当下捉获的, 知事有据。 又见状中告她是秀才, 就叫张又谦上来问道, 你读书至理, 如何做此败坏风化之事? 又谦道, 不敢瞒大人, 这是有个委屈, 非梦浪男女轩一隐一眼。 现在道, 有何委屈? 又谦道, 小生与罗氏女童年月日所生, 自幼罗家急送在家下读书, 又洗铜窗。 轻浮一掐, 私立蒙书, 事成偕老, 后来曾央眉求聘, 罗家回到, 必带登帝, 方许成婚, 小生随父有学, 两年归家, 谁知罗家不计前言, 竟自另许了亲家。 罗氏女自到南赴前世, 只待临驾之日, 拼着一死, 以谢小生, 所以约小生去去面永绝, 踪迹不密, 却被擒祸。 罗女强架必死, 小生亦不独生, 事情败露, 不敢陶醉。 现在见他人财俊雅, 言辞慷慨, 有心要周全他。 问罗仁清道, 他说的是实否? 仁清道, 话多实的, 这事确实不该做。 现在要是他财司, 纳过执笔来与他道, 你情记如此, 口说无凭, 可将前后事写一贡状来我看。 幼谦当堂提笔, 一挥而就。 贡云, 妾为情至所中, 正在无备, 一知不欠, 何须人言。 罗女生同月日, 曾与贡赎而非书生, 幼谦契合金兰, 肥紧于墙而搂厨子。 掌青之月, 不为挑秦, 宋玉之招, 宁观好色。 原许成游须吉地, 未曾经打昆尾, 却叫跨凤别垂一霄, 仁使顿成怨况。 邻驾而妻永绝, 何以十年不自知真, 赴约而愿捐生, 无填千里相思之意。 几番离之以处, 终至故而自甘。 浮望民子原谦, 巧赐续雕其欲, 连其情志, 取师结枉身人。 寒谷逢乍转之春, 死灰有复燃之色。 师同种欲, 抱你闲还。 上供, 现在看了供词, 大家探上, 对罗仁清道, 如此才人, 足为快絮。 儿女已是腹水难收, 合不挽转成救了他。 罗仁清道, 已受过心事之聘, 小人如今也不得自一友。 现在道, 心事之词丰生, 也未必情愿了。 现在正待劝话罗仁清, 不想新家知道, 也来补状, 要追究奸情。 那新家是大富之家, 与现在平日原有往来的。 这是事他理直, 不好去熬的, 又恐怕张又谦出去, 被他两家气头上满打坏了, 只得准了新家撞死, 把张又谦全且收监, 还要提到罗氏再审虚实。 却说张妈妈在家, 早晨不见儿子来吃早饭, 到书房里寻他, 却又不见, 正不知那里去了。 只见杨老妈走来慌张道, 如人知道吗? 小僻人被罗家捉奸, 送在牢中去了。 张妈妈大惊道, 怪到他连日有些失张失智, 果然做出来。 杨老妈道, 罗, 新两家都是富豪, 只怕官府处难为了小屁人, 怎生救他便好。 张妈妈道, 除非这人去对他父亲说之, 讨个商量。 我是妇人家, 干不得什么事, 只好管他牢中送饭罢了。 张妈妈叫着一个走史的家人, 写了背戏书一封, 打发他到湖北去通张忠复指导, 商量寻个方便。 家人兴夜去了。 这边张又谦在牢中, 自想, 献宰十分好意, 获当保全。 但不知那惋惜惜死活如何, 只怕今生不能再会了。 正在思念流泪, 那牢中人来所长力前, 有火钱, 亏得献宰曾吩咐过, 不许难为他, 不致动手动脚, 却也言三语四, 续锅得不好听。 又谦是个书生, 又艰心是不快时节, 怎奈烦的这些模样。 分解不开之际, 胡听的牢门外一片罗声筛着, 一伙人从门上直打进来, 满牢中多吃一惊。 又谦看那围头的肩下, 插着一面红旗, 旗上挂下铜铃, 上写帅府捷报。 乱嚷道, 那一位是张又谦秀才。 众人指着又谦道, 这个便是, 你们是做什么的? 那伙人不由分说, 一用将来, 一团一团一把又谦围住了。 道, 我们是湖北帅府, 特来报秀才高洁的。 快写赏票, 就有个摸出纸笔来庆祝他手, 要写五百罐三百罐的乱草。 又谦道, 且不要忙, 拿出单来看, 适合名次, 写赏为吃。 报的人道, 高礼, 高礼, 拿出一张红单来, 乃是第三名。 又谦道, 我是犯罪背禁之人, 你如何不到我家里报去, 却在此狱中罗造? 知县相公知道, 虚实不变。 报的人道, 咱们是府上来, 见说秀才在此, 方才也曾这人秉过知县相公的。 这是好事, 知县相公料不称怪。 又谦道, 我生命未知如何, 还要知县相公做主, 我往自协赏何干? 报的人只是乱嚷, 牢中人从旁搓红, 把一个牢里闹作了一片。 只听得贺道之一声, 牢中人乱窜了去, 喊道, 知县相公来了。 须于, 现在笑嘻嘻地躲进牢来, 见众人上拥筑又牵不放, 现在贺道, 为什么如此? 报的人道, 正要相公来, 张秀才自道在牢中, 不肯协赏, 要请相公做主。 现在笑道, 不必宣让张秀才高中, 本县原有公费, 赏钱五十贯文, 在我库上来领。 那过笔来写语塌了, 众人嫌少, 又添了十贯, 然后散去。 现在请过张又谦来换了衣襟, 失礼过, 拱他到宫厅上, 称赫道, 恭喜高多。 又签道, 小生蒙富弊之恩, 虽得侥幸, 所犯欲大, 还丈大人保全。 现在道, 此仙界之事, 不必戒备。 下官自当婉转, 此时正出牌, 取居罗西西出官对礼卫道, 现在当厅就发个票下来, 票上写道, 张子新杰, 谷月宋规, 罗女免提, 侯身舟定夺。 写避, 就换利点那花红古月, 马匹伺候。 现在竟有千九三杯, 上了花红, 送上了马, 古月前倒, 送出县门来。 正是, 昨日劳中阴犯, 今朝马上郎君。 风月场天彩色, 阴晕时也欢心。 却说, 又签迎到半路上, 只见前面两个工人, 压着一城女轿, 正往县里而来。 轿中隐隐有哭声, 这边领票的工人认得, 只是罗西西在内, 高叫道, 不要来了, 张秀才高中, 免提了。 就那出票来与那边的工人看。 西西在轿中分明听得, 顶开轿连窥看, 只见张声气昂昂, 小心心骑在马上到面前来, 心中暗暗自乐。 右前望去, 见西西在轿中, 晓得那晚不曾死, 心中放下了一个大疙瘩。 当下四目相视, 悲喜一娇一击。 抬兮兮地转了轿, 正在右前马的近边, 先先后后, 一路同走, 恰向新郎迎着新人轿的一般。 单少的是叫上劫彩, 直到分路处, 两人各丢眼色而别。 右前回来见了母亲, 败过了, 赏赐了迎送之人, 巨隔散气。 张妈妈道, 你做了不老成的事, 急把我老人家急死。 若非有此翻天就星, 这是怎生了结? 今日报事地打进来, 还指到是官府门中人来嚷, 慌得娘没躲处理。 直到后边说得明白, 方得放心。 我说, 你在献牢里, 他们一往来了, 却是献监如何就肯放了你。 右前道, 孩儿不才, 为儿女私情, 做下了事, 连累母亲受惊。 亏得献礼大人好意, 原有周全婚姻之意, 只爱着亲家不肯。 而今侥幸有了这一步, 献礼大人十分欢喜, 送孩儿回来, 联络侍女也免提了。 孩儿痴心想着, 不但可以免罪, 或者还有些指望也不见得。 妈妈道, 虽然知献相公如此, 却是闻得新家侍妇, 不肯助手。 要道上司成告, 恐怕对她不过。 我起初曾知人到你父亲处商量去了, 不知有肾关节来否。 右前道, 这是且只看县里申闻道周, 周里逐意如何, 再做道理。 娘且宽心, 虚余之间, 邻舍人家相来教习, 养老妈也来了。 母亲欢喜, 不在话下。 却说本周大手生堂, 接得湖北帅使的书一封, 拆开来看, 却为着张又谦, 罗氏氏, 托他周全。 此书是张忠复得了家信, 要求主人写来的。 总是就托忠复代笔, 自然写得十分恳切。 那时帅夫有权, 大手不敢不尽心, 只不知这件事的头脑背戏, 正要等县载来识问他。 恰好是日, 本县申闻也道, 大手看过, 方知就理。 又晓得张又谦心中, 一发要周全他了。 只见新家来告状道, 张又谦犯间禁狱, 本县为情善放, 不行纠罪, 实为王法。 大手叫新某上来, 小玉他道, 据你所告, 那罗氏已是施行之父, 你争他何用? 就断于你家了, 你要了这媳妇, 也坏了生命。 何不追还了你原聘的彩礼, 另取了一方好的, 毫无侠电, 可不是好。 你须不比罗家, 原是干净的门户, 何苦争此嫌弃? 新某听大手说的有理, 一时眉地回答, 叩头道, 但凭相公做主, 大手及时教利点那执笔与他, 要他写了情愿修罗家亲事一纸撞词, 行一本献, 在罗仁清明下, 追新家这项聘财还他。 新家见大手处分, 不敢生此说, 叩头而出。 大手当下密写一书, 丁峰在文仪中, 与献载道, 张、罗、 家偶也。 茂姓可为了此一段姻缘, 此奉率夫处分, 无户。 现在接了周间文仪, 又看了这书, 据两个明帖, 先拆一个利点, 去请罗仁清宫廷相见, 又拆一个利点, 去请张又谦。 分头去了。 罗仁清是个自身富翁, 见县官据铁相请, 敢不及付? 急忙换了小帽, 穿了大白褶子, 来到宫廷。 现在只要完成好事, 又理相待。 对他道, 张又谦是个快婿, 本县前日曾劝足下纳了他。 今已得成名, 若依我处分, 成是美事。 罗仁清道, 相公吩咐, 小人怎敢有为? 只是依许下姓家, 新家断然要娶, 小人将何此回得他? 由此两难, 起相公台见。 现姓道, 只要足下湘云, 新家已不必律。 笑嘻嘻的叫利点, 在周里文仪中, 那出新家纳旨修亲的状来, 把与罗仁清看。 现在道, 新家已如此, 而今可以贺足下得家蓄矣。 仁清沉吟道, 新家如何就肯写这一纸。 献姓笑道, 足下不知, 此阶周首大人主义, 叫他写了以便另续完音的。 就在秀里摸出大手书来, 与仁清看了。 仁清见周, 献如此为他, 怎敢推辞。 只得谢道, 儿女小事, 劳烦各位相公费心, 敢不从命。 只见张又谦也请到了, 信性皆见, 笑道, 是才令月亲口许下亲事了。 就把秘书并心事修壮, 与又谦看过, 说之背戏。 又谦喜出望外, 称谢不已。 现在就叫又谦当堂, 败任了仗人, 罗仁清心下也自喜患, 现在邀进后堂, 炙酒带他翁绪两人。 罗仁清谦逊不敢与习, 现在道, 有令续面上, 一座河房。 当下静欢而散, 又谦回去, 把附近求得湖北帅府关节脱大手, 大手又把现在如此如此背戏说一遍, 张妈妈不胜之喜。 那罗仁清吃了知县相公的酒, 身子也轻了好些, 晓得是张又谦面上待窃的, 一发敬重女婿。 罗妈妈一向护短女儿, 又见仁清说周县如此做主, 又是个心得中的女婿, 得意自不必说。 次日, 是黄道吉日, 就着养老妈为媒, 说不舍得放女儿出门, 把张又谦坠了过来。 洞房花竹之夜, 两心人原事就相知, 又多是吃惊吃下, 哭哭啼啼死边过的, 竟得一团一缘, 其乐不可名状。 成亲后, 夫妇同道张家拜见妈妈。 妈妈看见家儿家父, 十分美满。 又吩咐道, 周, 献相公之恩, 不可有望。 既已成亲, 须去拜谢。 又谦道, 孩儿正欲如此, 遂留下西西在家相伴婆婆闲话, 张妈妈从又认得媳妇的, 欲加亲热。 又谦却去拜谢了周, 谢。 归来, 周县各遣人送礼致贺, 打发了臂, 依旧一同到丈人家里来了。 明年又谦上春观, 一举登地, 试至别嫁, 夫妻偕老而终。 试约, 慢说陵语是福堂, 谁知在内报新郎。 不是一番寒彻骨, 怎的梅花扑鼻香。 第二十九章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参军冤报生前。 试约, 冤业相报, 自古有之。 一作一寿, 天地无私。 杀人还杀, 自认何以。 有如不信, 听取谈字。 话说天地间最重的是生命。 佛说戒杀, 还说杀一物, 要填海一命。 何况同是生人, 七心故杀, 岂得不报。 所以, 律法上最研杀人长命之条, 汉高组出秦柯法, 只留下三章, 尚且头一句, 就是杀人者死。 可见杀人罪极重。 但杨世间不曾败露, 无人知道, 那里正得许多法。 尽有漏了网的, 却不那死的人, 落得一死了。 所以就有阴报。 那阴报事也尽多, 却是在幽冥地府之中, 虽是分毫不爽, 无人看见。 就有人死而复苏, 传说得出来, 那口强心狠的人, 只认作说的是梦话, 自己不曾经见, 那里啃哥哥听。 却有一等, 急在阳间, 受着再生冤家现世花报的, 世纪显著, 名载史传, 难道也不足信? 还要口强心狠理。 在下而今不说, 那彭生惊奇相公, 赵王如意赶履大后, 窦英, 贯夫边田勋, 这还是道识哀鬼弄人, 又道是疑心生暗鬼, 未必不是扬命将决, 自家心上的事发, 眼花缭花上头起来的。 只说些明明白白的现世报, 但是报法有不同。 看官不嫌叙凡, 听小子多说一两件, 然后入正话。 一件事唐义史上说的, 长安城南曾有僧, 日中求斋, 偶见丧树上有一女子在那里采丧, 和掌问道, 女菩萨, 此间侧尽, 何处有信心弹乐, 可化的一斋的吗? 女子用手指道, 去此三四里, 有个王家, 见在赦斋之际, 见和尚来道, 必然喜设, 可速去。 僧随他所相处前往, 果见一群僧, 正要就做吃斋。 此僧来得恰好, 甚是喜欢。 斋霸, 王家翁, 老见他来得及时, 问道, 师父像个远来的, 谁指引到此? 僧道, 三四里外, 有个小娘子在那里采丧, 是他教导我的。 翁, 老大惊道, 我这里设斋并不曾传江开去。 三四里外女子从何知道? 必是个未卜先知的义人, 非凡女也。 对僧道, 且凡师父与某等同网, 仿这女子则各。 翁, 老, 就同了此僧, 到了那边。 那女子还在桑树上, 一见了王家翁, 老, 即便跳下树来, 连桑兰丢下了, 往前极力奔走。 僧人自去了, 翁, 老随后赶来。 女子走到家, 自进去了。 王翁认得这家是村人卢书伦家里, 也走进来。 女子跑进到房里, 多张床来抵住了门, 牢不可开。 卢母精怪她两个老人家赶着女儿, 问道, 为甚吗? 王翁, 王母道, 母今日家内设斋, 落寞有个远方僧来投斋, 说是小娘子指引她的。 某家作此功德, 并不曾对人说, 不知小娘子如何知道。 故来问一声, 并无什么别故。 卢母见说道, 这等打什么紧, 老身去叫她出来, 就走去敲门, 叫女儿, 女儿坚不肯出。 卢母大怒道, 这是怎的起? 这小义奴, 亦才作怪了。 女子在房内回言道, 我自不愿见这两个老货, 也没什么罪过。 卢母道, 邻里翁婆看你, 有甚不好意思, 为何躲着不出? 王翁, 王老, 见她躲避得紧, 一发疑心道, 必有奇异之处。 在门外着实恳求, 必要一见。 女子在房内大喝道, 某年月日, 有范一壶一阳的父子三人, 今在何处? 王翁, 王老, 听见说了这句, 大惊失色, 急急走出, 不敢回头一看, 恨不得多生两只脚, 飞也是得去了。 女子方开出门来, 卢母问道, 适才的话, 是怎么说? 女子道, 好叫母亲得知而在世前曾泛阳, 从下周来到此翁, 老家里投诉。 父子三人, 尽被他谋死了, 结了资货, 在家里受用。 而前生冤气不散, 就投他家做了儿子, 聪明过人。 他两人爱同珍宝, 十五岁害病, 二十岁死了。 他家里前后用过医药之费, 以笔节得得多过数倍了。 又每年到了王日, 设了斋供, 夫妻啼哭, 总算他眼泪也出了三胆多了。 而今虽生在此处, 却多计的前世, 偶然见僧化饭, 所以指点他。 这两个是素氏冤仇, 我还要见他怎么? 方才提破他心头旧事, 吃这已经不小, 回去急死, 债也完了。 卢母经义, 打听王翁夫妻, 果然到的家里, 虽不知这些青头, 晓得冤债不了, 经济恍惚成病, 不多时, 两个多死了。 看官, 你到这女儿三生, 一生被害, 一生所债, 一生证明讨命, 可不厉害吗? 略听小子一壶一周一首诗, 采丧女子时看起, 记得为儿所债时, 导引僧家来起时, 分明破取安因斯, 这是三生的了。 再说个两世的, 死过了鬼来报冤的。 这又一件, 在诵一间志上, 说无意将一线二世里外因独村, 有个妇人吴泽, 曾做个江侍郎, 叫做吴江侍, 生有一子, 小字云郎, 自小极聪明勤学, 应尽世帝, 欲带不借, 父母望他指日争容。 绍兴五年八月, 疑病而亡, 父母痛如刀割, 竭尽姿才, 替他追见超度。 费了若干东西, 心里只是苦痛, 思念不已。 明年冬, 将是有个兄弟做助教的明姿, 要到洞庭东山七家去。 未到树里, 暴风打船, 船行不得, 暂泊在福山王庙下。 躲过风势, 登岸闲步, 望庙门半眼, 只见庙内一人, 啄造提杯子, 缓步而出, 却向云郎。 助教走上前, 仔细一看, 原来正是他。 吃了一大惊, 明知是鬼魂, 却对他道, 你父母小夜思量你, 不知赔了多少眼泪。 要会你一面不能勾, 你却为何在此? 云郎道, 而为一事, 居系在此。 榴连正对, 旷位极苦。 叔叔可谓我至此一鱼二亲, 若要相见, 需亲自到这里来乃可, 我却去不得。 叹息数声而去, 助教得此消息, 不到七家去了。 吉孩家来, 对兄嫂说之此事。 三个人依大家痛哭了一番, 就下了助教这支援船, 三人同到底前来。 只见云郎已立在水边, 见了父母, 奔到面前哭拜, 拒束幽冥中苦恼之状。 父母正要问他详细, 说自家思念他的苦楚, 只见云郎忽然变了面孔, 挺树双眉, 扯住暗衣, 大呼道, 你献我性命, 盗我金箔, 使我贤渊如痛似五十年, 虽曾费耗过好些钱, 性命却要还我。 今日绝不饶你。 说罢便两箱鸡箔, 滚入水中。 助教慌了, 喝叫蒲丛吉船上人, 多跳下水去捞旧。 那太湖边人都是会水的, 就得上岸, 还见江市指手画脚, 挥拳相征, 道业方定。 助教不知什么缘故, 却听得适才的说话, 分明晓得定然有些蹊跷的音势, 来问江市。 江市猝着眉头道, 昔日人五年间, 鲁漆破城, 一个少年子弟相投寄宿, 所积囊金甚多, 无心贪其所有。 数月之后, 成罪杀死, 尽取其资。 自念冤寨再生, 从壮至老, 心中常怀不安。 此而生于人五, 定是他冤魂在世, 今日之暴已显然了。 自此幽闷不识, 识于日而死。 这个儿子, 只是两生。 一生被害, 一生讨债, 却就做了鬼来讨命, 比钱少了一番, 又直接些。 再听小子一壶一周一首事, 冤魂投脱原财号, 落得悲伤做利钱。 儿女死亡何用哭, 须知作业在生前。 这两件事, 稀奇些地说过, 至于那本身受害, 及时做鬼取命的, 就是年初一起说到年晚除业, 也说不尽许多。 小子要说正话, 不得功夫了。 说话的, 为何还有个正话? 看官, 小子先前说这两个, 多是一世在世, 心里牢牢记得钱生, 以此报了冤仇, 还不稀罕。 又有一个在世转来, 并不知钱生什么的, 遇着个别道路的一个人, 没些意思, 定要杀他, 谁知是前世冤家做定的。 天理自然果报, 人多猜不出来, 报得更为直截, 事更为奇幻, 听小子表白来。 这本话, 却在唐真元年间, 有一个和硕礼生, 从少时屡历过人, 士气好侠, 不拘细行。 常与这些轻薄少年, 成群作对, 持马事件, 黑夜里往来太行山道上, 不知做些什么不明不白的事。 后来家世忽然好了, 进澳前飞, 折截读书, 破闪诗歌, 有名于史, 做了好人了。 累官和硕, 后至深州陆氏参军, 离生美风仪, 善谈笑, 屈小力士, 又且连锦名干, 甚为深州大首所之众。 至于积居, 谈其, 博弈诸戏, 无不取尽其妙。 又饮量尽大, 久得又好, 凡是名会久席, 没有了他, 一作多没幸。 大首喜欢他, 真是时刻上不得的。 其实, 成德军节度使王武郡, 自是曾为朝廷出力, 与李鲍真同破诸涛, 功劳甚大, 右肩兵一精一马状, 强横无比, 不顾法度。 属下周郡大首, 个个惧怕他威令, 心胆俱惊。 其此事, 真就受武郡之劫, 官拜副大使。 少年骄纵, 以这父亲威势, 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郡。 一日, 武郡遣他寻行蜀郡, 真个事。 轰大下地, 彻点奔雷, 喝水成冰, 驱山开路, 穿越未知震动, 草树尽是披靡。 身临虎豹也前行, 村舍犬鸡都不乐, 别郡已过, 将刺到深州来。 大首畏惧武郡, 正要奉承的是真欢喜, 好笑殷勤。 欲先打听前边所经过喜怒行径详西, 闻得别郡多因裴艳的言语举动, 每每触犯忌讳, 不善成言顺止, 以致不乐。 大首于是大聚牛九, 一经一致遥转, 广备声乐, 七奴首自烹袍, 大首弓琴陈设, 摆样整齐, 只等赴大使来。 只见前驱探马来报, 赴大使头踏到了。 但见, 旌旗毕日, 古月喧天, 开山府内朔生光, 还带杀人之血, 流星锤贝磊出色, 游闻磕脑之星。 铁链响狼腔, 只等晦气人冲结过, 同铃声杂咬, 更无拼死汗逆前来。 采令得地上草不生, 高脑的梦中魂也怕。 是真记得, 大首交迎过, 请在极大的一所公馆里安歇了。 灯师九言, 阿诚礼物抬将进来。 大首恐怕有人触犯, 只是自家一人小心陪侍。 一应辽力宾客, 一个也不照来与席。 世真见他酒者丰美, 礼物隆重, 又且大首千功谨慎, 再无一个杂客感倾到面前, 心中大喜。 倒是经过的各郡, 再没有到的这郡其整紧赤了。 饮酒至夜。 世真虽是威严, 却是年纪未多, 兴趣颇高, 饮了半日酒, 只得一个大首在面前为诺屈成, 心中虽是喜欢, 觉得没些韵味。 对大首道, 姓蒙使君雅裔, 相待如此之后, 欲敬欢与今夕。 只是我两人对拙, 觉得少些高兴, 再得一两个人同拙, 住一住酒姓为妙。 大首道, 碧郡偏僻, 时少名流。 旷间俱赴大使之威, 孔武尊旨, 岂敢以他客奉陪宴席。 是真道, 饮酒作乐, 何所妨碍? 旷如此明俊, 岂无士兵? 愿得照来帮我们鼓一鼓星, 可以尽欢。 不然久半计聊, 虽是盛言, 也绝耻不畅些。 大首见他说的在行, 想到, 别人鲁莽, 不计事。 难得他嫩地喜欢高兴, 不要请个人不凑去, 弄出事来。 只有李参军风一流运戒, 且是谨慎, 又会言谈戏意, 酒量又好。 除非是他, 方可重义, 我也放得心下。 第二个就是不得了。 想了一回, 方对世贞说道, 此间时少运人, 可以左赴大使酒正。 只有陆氏参军李某, 饮量颇红, 性质亦好。 且其人善能挥谐谈笑, 广小技艺, 或者可以赐他事作, 以助副大使雅兴万一。 不知可否, 未敢自砖, 养其尊才。 是真道, 使君所幸, 必是妙人。 照他来看, 大手呼唤从人, 肃请李参军来。 看官, 若是说话的人, 那时也在深州地方, 与李参军一块儿住着, 又有个未卜先知之法, 自然拦腰抱住, 披胸囚着, 劝他不吃得这样, 吕太后言习也罢, 叫他不要来了。 只因李生闻照, 虽是自觉有些精神谎愧, 却是副大使的君子, 本君大守命令, 照他同袭, 明明是抬举他, 怎敢不来。 谁知此一去, 却似朱阳入屠户之家, 一步步来寻死路。 说话的, 你差了, 无非叫他去帮, 吃杯酒, 是个在行的人, 难道有什么言语冲撞了他, 闯出祸来不成? 看官, 你听, 若是冲撞了他, 惹出祸来, 这是本等的事, 合足为奇。 只为不曾说一句, 白白地就送了性命, 所以可笑, 且待我接上前因, 辩渐分享。 那时李参军随命而来, 登了堂望着使真就拜, 拜把抬起头来, 使真一看, 便勃然大怒, 寄照了来, 免不得赐他做了。 李参军勉强坐下, 心中惊惧, 壮帽一家恭敬, 是真月看月不快活起来。 看他宣权裸秀, 两眼睁得同龄也似, 一些笑颜也没有, 一句闲话也不说, 却像个怒气甜胸, 寻视发作的一般。 比先前竟似换了一个人了。 大手荒得无所措手足, 且又不知所谓, 只得偷眼来看李参军。 但见李参军面如土色, 冷汗淋漓, 身体颤抖抖地坐不住, 连手里拿的背盘也只是站, 几乎掉下地来。 大手恨不得身子踢了李参军, 说着勾把话, 发个什么喜欢出来便好。 争奈一个似鬼使神差, 一个似夫魂落魄。 李参军平日荡刺许多风一流敲道, 谈笑苛芬, 竟不知撩在爪哇国那里去了。 比那泥塑木雕的多得一味斗, 连满堂服侍的人都慌得来眉头眉脑, 不敢说一句话, 只冷眼瞧他两个光景。 只见不多几时, 是真像个忍耐不住的模样, 呼得叫了一声, 左右那里。 左右一伙人, 暴雷也似答应了一声, 哈! 是真吩咐把李参军拿下, 左右就在席上, 如鹰拿燕雀秋了下来听令。 是真道, 且收俊玉。 左右即牵了李参军一妹, 附在狱中来回话了。 是真冷笑了两声, 仍旧欢喜起来。 照前发心吃酒, 他也不说什么缘故来。 大手也不敢轻问, 战战兢兢陪他酒散, 早已天晓了。 大手指这一出, 被他惊坏, 又恐怕因此惹恼了他, 连自家身子力不够, 却又不见得李参军触恼他一些处, 正是不知一个头脑。 叫着左右服势的人逐个盘问道, 你们旁观仔细, 曾看出什么破绽吗? 左右道, 李参军自不曾开一句口, 在那里处犯了来。 因是众人多疑心这个缘故, 却又不知李参军如何变这般惊恐, 连身子多主张不住, 只是个颤抖抖的。 大手道, 既是这等, 除非去问李参军, 他自家或者晓得 甚么冲撞他处, 故此先慌了也不见得。 大手说吧, 密得叫个心腹的之侯人去到狱中, 传大手的说话, 问李参军道, 昨日的是, 参军茂胜恭敬, 且不曾出一句话, 原没处触犯了傅大使。 傅大使为何如此发怒? 又且戏参军在于, 参军自家可晓得什么缘故吗? 李参军只是哭泣, 把头摇了又摇, 只不肯说什么出来。 之后人又倒是奇怪, 只得去告诉大手道, 李参军不肯说话, 只是一味哭。 大手一发疑心了道, 他平日何等一个一惊一戏爽利的人, 近日为何却失张失智到此地位? 真是难解, 只得自己走进狱中来问他。 他见了大手, 想着平日之众之恩, 悦哭得悲怯起来。 大手盲问其故, 李参军沉吟了半赏, 叹了一口气, 才是眼泪说道, 多感军后全权垂问, 某有心事, 金不敢饮。 曾闻世家有现世果报, 向道是祸人的说话, 今日方知此话不虚了。 大手道, 怎见得? 李参军道, 君后不要精怪, 某敢尽情相告。 某自上庭, 无以自自衣食, 因是有几分履历, 好与侠士, 见客往来, 每每掠夺李人的财博, 以冲击用。 时常吃马邀功, 网还太行道上, 每日走过百来里路, 遇着单身客人, 便结了财务归家。 一日, 遇着一个少年手之皮鞭, 赶着一个骏罗, 罗背负了两个大袋。 某见他沉重, 随了他一路走去, 到一个山傲之处, 左右岩崖万刃。 彼时日色将晚, 前无行人, 就把他尽力一推, 推落崖下, 不知死活。 阴急赶了他这头骏罗, 到了下处, 解开囊来一看, 内有增捐百余匹, 自此家事得以捎善, 自念所行非议, 因折功弃使。 闭门读书, 再不敢为非, 岁出世至此官位, 从那时真至金岁, 凡二十六年了。 左蒙军后, 台旨照是王公之宴, 出赵时, 就有些心惊肉颤, 不知其由。 自料到绝无他事, 不敢推死。 即到席间, 登下一件王公之帽, 正是我向时推在崖下的少年, 相貌一毫不易。 一败之后, 心中耸替, 魂魄巨无。 晓得冤业建在面前了, 自然死在墓下, 只消严谨待任, 还有甚别的说话来。 幸德军后知我甚深, 不敢自会, 而今再无可逃, 敢以身后为托, 不便无暴露一师一孩足矣。 言必大阔, 大手也不觉惨然, 欲要救解, 又无门路。 又想到, 既是由此冤业, 恐怕到底难逃。 似信不信的, 且看怎么。 大手叫人敲的打听, 傅大使起身了来报, 在伺候有什么动静, 快来回话。 大手怀着一肚子鬼胎, 正不知葫芦里卖出什么药来, 还替李参军西祭道, 或者酒醒起来, 忘记了便好。 须之间, 报说傅大使睡醒了, 急叫了左右进去, 不知有何吩咐。 大手叫再去探厅, 只见侍真刚起身来, 便问道, 昨夜李某金在何处? 左右道, 蒙副大使发在郡狱。 是真便怒道, 这贼还在, 快削他手来。 左右不敢击持, 来禀大手, 早已有探视的人非报过了。 大手大惊失色, 叹道, 虽是他冤业, 却是我昨日不合举荐出来, 害了他也。 好生不忍, 没计奈何。 只得任凭左右到狱中斩了李参军之手。 正是, 阎王注定三更死, 并不留人到四更。 眼见的李参军做了一事名流, 今日死于非命。 左右取了李参军之头, 来是真跟前献上取宴。 是真反复把他的头, 看了又看, 哈哈打笑, 喝酒, 拿了去。 是真淑媳已闭, 大手进来参见, 心里虽有此事恍惚, 却装作不以为意的坦然模样, 又请他到自家郡斋赴宴。 逢迎之礼, 一发小心了。 是真大喜, 比昨日之情更加款洽。 大手几番要问他, 孽壤数次, 不敢轻易开口。 直到见他欢喜头上, 大手先齐请最道, 有句说话, 斗胆要请教傅大使。 傅大使数某之罪, 不嫌唐突, 方敢其口。 是真道, 使君相待甚厚, 我与使君相遇甚欢, 有话尽情直说, 不必拘忌。 大手道, 某本不才, 姓德被援, 刀手一俊。 傅大使车架杠林, 下茶必正, 宽不加岁, 恩同天地了。 昨日傅大使酒坚, 宁某照他刻注意。 某属俊辟小, 十五家兵可以奉欢宴者。 某于不揣示, 思道李某善能饮酒, 故请命照致。 不想李某于憨, 不亦习义礼法, 触舞了傅大使, 实系某之大罪。 金傅大使既已诛了李某, 李某已服其罪, 不必说了。 但某心于彼, 怯有所谓小。 甘此尚问, 不知李某罪起于何处? 愿得傅大使明白属他的过悟, 使某心下动然, 且用借将来之人, 晓得奉上的礼法, 不知喘措, 实为万幸。 世贞笑道, 李某也无罪过, 但无疑见了他, 便既然激动无心, 就有杀之之意。 金济杀了, 心方释然, 连吴也不知所以然的缘故。 使君但放心吃酒吧, 再不必提起他了。 焰罢, 世贞欢然致谢而行, 又到别郡去了。 来这一番, 单单只结果得一个李参军。 大手的他去了, 如是重负, 悲伤也轻松了好些。 只可惜, 无端害了李参军, 没处说得苦。 太守记者狱中之言, 密地访问王世贞的年纪, 恰恰正是26岁, 方知太行山少年被杀之年, 是真已胜于王家了。 真是冤家路窄, 今日一命讨了一命。 那心上是只有李参军知道, 连讨命的做了事也不省的。 不要说旁看的人, 那里得知这些缘故。 大手皆探怪异, 坐我不安了几日。 因恋他平日之气的份上, 又是举他陪课, 致害了他, 只得自出家财, 后葬了李参军。 常把此段因果劝人, 叫人不可行不义之事。 有诗为证。 冤寨员从歌世身, 相逢便起杀人心。 改头换面游相报, 何况容奄奄在今。 第三十章, 何道士阴树成奸周经历阴奸破。 诗云, 天命从来自有真, 岂容奸树自分云。 黄金张角图生乱, 大宝何曾盗彼然。 话说唐贤福年间, 上一党一同展现山村, 有个乔师, 姓侯明媛, 家道贫穷, 靠着卖柴为业。 几亥岁, 在线西北山中, 采桥回来, 歇立在一个谷口, 旁有一大石, 围然像几间屋大。 侯元对了大石自言自语道, 我命中之如此辛苦。 叹息声未觉, 忽见大石花然豁开如洞, 终有一老嫂, 羽衣无貌, 燃发如霜, 助杖而出。 侯元惊愕, 急起前拜。 老嫂道, 无神君也。 你为何如此自苦? 学无法, 自能取岸, 可随我来。 老嫂负走入洞, 侯元随他走去。 走得数十步, 阔然清朗, 一路齐花一草, 修竹桥松, 又有必见珠门, 重楼覆泻。 老嫂引了侯元, 到别院小亭子坐了。 两个童子请他进食, 食必, 父请他到便是聚汤沐浴, 进新衣一席, 又命他关带了, 赴隐至亭上。 老嫂命同涉息余地, 令侯元跪了。 老嫂受以秘诀数万言, 多是变化隐秘之数。 侯元素性蠢杠, 到此一听不忘。 老嫂借他道, 你有些小哀芬, 该在我制法中尽身, 却是面有败其未除, 也要谨慎。 若图谋不轨, 祸必丧生。 今且归去一席一法, 如欲见无, 但至心寇时, 自当有人应门与你相见。 原因败谢而去, 老嫂仍命一同送出洞门。 寄出来了, 不见了洞穴, 依旧是快大石, 连桥踩家伙都不见了。 到的家里, 父母兄弟多惊喜道, 去了一年多, 倒是死于虎狼了, 幸喜的还在。 其实, 侯元之在洞中得一日, 家里又见他服装滑洁, 神气飞扬, 只管盘问他。 他晓得瞒不得, 依依说了。 岁入敬堂中, 把老嫂所传述法, 进行一席一赎。 不上一月, 奇数已成, 变化百物, 一兆鬼魁, 遇着草木土石, 念念有词, 便多是不起假兵。 神通既已广大, 传江出去, 便自有人来服从。 于是收好些乡里少年, 永汉的围将族, 出入陈经起, 鸣鼓吹, 宛然像个小兵主侯, 自称曰贤圣。 设立官爵, 由三老, 左右臂, 左右将军等号。 每到初一, 十五级盛世, 网夜神君。 神君每见必戒道, 切勿称兵, 若必欲举世, 须带天应。 侯元为位。 道庚子岁, 聚兵已有数千人了。 县中恐怕妖术生变, 乃申闻道上一党一节度使高宫处, 说他行径。 高宫令陆周郡将以兵讨之。 侯元已知其事, 即道神君触问事宜。 神君道, 吴相已说过, 但当掩其息鼓已应之。 比见我不与他敌, 必不乱攻。 切记不可一交一战。 侯元口虽应着, 心里不服, 想道, 出我齐数, 置之有余。 且此事头一番, 小敌若不能当敌, 后有大敌来, 将若之和。 且众人见无切若, 必不服我, 何以立威。 归来不用其言, 戒令一党一语乐兵以待。 是叶陆兵离远锁三十里, 巨险扎营。 侯元用了术法, 陆兵望来, 不欺歌甲, 避满山泽, 尽有些胆怯。 明日, 陆兵结了方阵前来, 侯元领了千余人, 直突其阵, 锐不可当。 陆兵少阙。 侯元自是法术, 以为无敌, 且叫拿酒来吃, 以壮军威。 谁知手下之人, 多是不亦习一战阵, 乌合之人, 毫无纪律。 侯元一个吃酒, 大家多乱窜起来。 陆兵成乱, 大队赶来, 多四散落荒而走。 刚胜的侯元一个, 带了酒性, 疾念不出咒话, 被擒住了。 宋志上一党一, 发在陆州府域, 众家夹着, 一团一团一言兵位首。 天明看家中, 只有登台一个, 已不见了侯元。 却连夜顿到童年, 竟到大石边, 见神君谢罪。 神君大怒, 骂道, 唐一奴一。 不听无言, 今日虽然幸免, 到底难逃行路, 非无土也。 浮衣而入, 洞门已闭上, 是快大事。 侯元悔之无极, 虚心在寇, 静不开了。 自此侯元心中所小符咒, 渐渐一望, 就记得的做来, 也不十分灵了。 却是先前相从这些一挡一语, 不知缘故, 拒着不散, 还推他为主。 自是其中, 是邱率领了人, 在冰州大谷地方劫掠。 也是鼠该灭了, 恰好冰州将校, 偶然领了兵马经过, 知道了, 为之恕重。 侯元急了, 师父念咒, 一毫不灵, 被斩鱼阵, 一挡一语碎散。 不听神军说话, 果然没个收场。 可见背叛之势, 天道所济, 若是得了道术辅佐朝廷, 如张刘侯, 陆信州之类, 自然建功立业, 传明后世。 若是蒙了思义, 打点起兵谋反, 不曾见有妖术成功的。 从来张角, 威策, 威尔, 孙恩, 卢巡等, 非不也是天赐的兵书法术, 必经败亡。 所以, 平妖传上也说到白原洞天书后边, 身接着谋反一世的话, 就如侯元, 若一得神军吩咐, 后来必定有好处。 都是自家弄杀了, 事体本如此明白。 不知这些无生意的愚人, 驻此清平世界, 还要从这白连教, 到处少聚畅乱, 死而无怨, 却是为何? 而今说一个得了妖书, 畅乱被杀的, 与看官听一听。 有诗为证, 早通武艺杀亲夫, 反或天书奇异图, 扰乱青州悬贝路, 福西祸福里南乌。 话说国朝永乐中, 山东青州府来阳县, 有个妇人, 姓唐明萨。 其母少时, 梦神人捧一金河, 和内有灵药一颗, 令母吞滞。 岁有身, 生萨儿。 自幼乖觉伶俐, 泼石子, 有姿色, 长俭指人马, 厮杀为儿戏。 年长驾本镇石域 接王元晴。 这王元晴公马赎阴, 武艺精通, 驾导风域。 自从娶了萨儿, 贪恋女色, 每日饮酒娶乐。 时事与萨儿说些弓箭刀法, 萨儿又肯, 自去演一戏一戏耍。 光一年纸, 不绝赔费五六年, 家道销索, 衣食不足。 塞尔一日语仗师说, 我们在自在此忍机受恶, 不若将后面梨园卖了, 买匹好马, 干些本分求财的够当, 却不快活。 王元春听的, 说道, 贤妻何不早说? 今日天晚了, 不必说。 明日, 王元春早起来, 写个出账, 秧里梅为中, 卖于本地财主假包, 得赢二十余两。 王元春就去青州镇上, 买一匹快走好马回来, 攻剑妖刀自有。 捡个好日子, 元春打扮做马快手的模样, 与萨尔相别, 说, 我去辩回。 萨尔说, 保重, 保重。 元春叫声惭愧, 飞身上马, 打一边, 那马一道烟去了。 来到酸枣林, 是狼牙后山, 只有中间一条路。 若是阻住了, 不怕飞上天去。 王元春只晓得, 这条路上好打劫人, 不想着来这条路上走的人, 只贪尽, 都不是一两本分的人, 不便到白白地等你拿了财物去。 也是元春何当悔气, 却好撞着这一起客人, 望见搭连坡有些油水。 元春自道, 造化了。 把马一扑, 攒风的一般, 前后左右, 都跑过了。 见没人, 王元春就扯开弓, 大上剑, 飘得一剑舍将来。 那客人火里, 有个叫做孟德, 看见元春跑马时, 早已防备。 拿起功烧, 拔过这剑, 落在地下。 王元春剑投剑不中, 杀住马, 又放第二剑来。 孟德又照钱拔过了, 就叫, 汉子, 我也回礼。 把功虚扯一扯, 不放。 王元春只听得闲响, 不见见。 心里想到, 这男女不会得功马的, 他只是虚张声势, 只有五分防备, 把马慢慢地放过来。 孟德又把功虚扯一扯, 口里叫道, 看剑, 又不放剑来。 王元春不见剑来, 只道是真不会射剑的, 放心赶来。 不晓得孟德虚扯功时, 就成事搭上剑舍将来。 正对元春当面, 说是迟, 那时快, 元春却好抬头看时, 当面门上中一剑, 从脑后穿出来, 翻身跌下马来。 孟德赶上, 拔出刀来, 照元春喉咙, 连肃上而刀, 眼见得元春不活了。 诗云, 见光洞处杯流水, 鱼簇飞时送落花。 玉姬兰归长夜梦, 清魂何字得还家。 孟德与同伙这五六个客人说, 这个男女也是才出来的, 不曾得手。 我们只好去罢, 不要耽误了成途。 一伙人自去了。 且说唐三等到天晚, 不见王源春回来, 心里记挂。 自说道, 丈夫好不了事, 这早晚还不回来, 想必发誓辞, 只叫我记挂。 等到一二更, 又不见王源春回来, 只得关上门进房里, 不拖一衣上去睡, 只是睡不着。 只等到天明, 又不见回来。 塞尔正心慌缭乱, 没坐到礼处。 只听在街坊上说道, 酸枣林杀死个兵快手。 塞尔又惊又慌, 来与剑壁卖豆腐的沈老儿, 叫做沈殷石两老口说, 这个使为根由。 沈老儿说, 你不可把真话对人说, 大郎在日, 原是好人家, 又不惯做着够当的, 又无脏症。 只说阴无生理, 前日卖个梨园, 得些银子, 买马去青州镇上饭时, 身边只有五六钱盘缠银子, 别无余物。 且去酸枣林看得真实, 然后去见知县相公。 塞尔就与沈殷石一同来到酸枣林, 看见王源春一诗一首, 塞尔哭起来。 惊动地方李甲人等, 都来说得明白, 就同塞尔一干人都到来阳县见史知县相公。 塞尔照前说一遍, 知县相公说, 必然是强盗, 结了银子, 并马去了。 你且去殡葬仗师, 我自去差人去补击强贼。 拿的这十, 马与银子都给还你。 塞尔同李甲人等拜谢史之县, 自回家里来, 对神老公婆两个说, 亏了干爷, 干娘, 瞒到瞒得过了, 只是衣青光果, 无从置办, 怎生是好。 神老说道, 大娘子, 后面园子既卖于贾家, 不若将前面房子再去盖点摊两银子来殡葬大郎, 他必不推辞。 塞尔就让沈公沈婆同道贾家, 一头哭, 一头说这缘故。 贾包剑说, 也哀怜王元春命薄, 说道, 房子你自住着, 我应付你饭米两担, 银子无两, 带卖了房子还我。 塞尔得了银米, 急忙买口棺木, 做些衣服, 来酸枣林圣柱王元春, 一师一守了当, 送在祖坟上安错。 做些耕饭, 看将人攒气得了时, 急急收拾回来, 天色已又晚了。 与沈公沈婆三口取旧路回家, 来到一个林子里古墓间, 剑放出一道白光来。 正值黄昏时分, 照耀如同白日。 三个人见了, 吃着已经不小。 沈婆惊得跌倒在地下内, 塞尔与沈公还耐得住。 两个人走到古墓中, 看这道光从地下放出来。 塞尔随光将根竹杖头柱江下去, 柱得一柱, 这土就似须的一般脱江下去, 露出一个小石峡来。 塞尔乘着这白光看里面时, 有一口宝剑, 一副盔甲, 都叫沈公拿了。 塞尔扶着沈婆回家里来, 吹起灯火, 看石峡看石, 别无他物, 只有抄写的一本天书。 沈公沈婆又不识字, 说道, 要他坐身吗? 塞尔看见天书卷面上, 写道, 九天玄园混是真经, 旁有一诗, 诗云。 堂堂女帝舟, 赛比玄园绝, 儿戏酒坏丹, 收拾朝天阙。 塞尔虽是识字的, 急忙也解不得诗中意思。 沈公两口辛苦了, 打嗷不过, 别了塞尔自回家里去睡。 塞尔也关上了门睡, 方才合得眼, 梦见一个道士对塞尔说, 上帝特命我来教你演一席, 依九天玄旨, 普救万民, 与你溯源未了, 扶你做女主。 醒来游游, 父父相逢, 记得且是明白。 次日, 塞尔来对沈公夫妻两个背戏说, 夜里做梦一节, 便道, 前日得了天书, 恰好又有此梦。 沈公说, 却不怪在。 有这等事。 原来世上的事最巧, 塞尔与沈公说话时, 不想有个玄武庙道士何正寅, 在剑壁人家诵经, 背戏听的, 他就起心。 阴日常理走过, 看见塞尔生得好, 就要乘着这机会来骗他。 晓得他与沈家公婆往来, 故意不走过沈公殿里, 倒大宽转往上头走回玄武庙里来。 独自思想道, 地主非同小可, 只骗得这个妇人坐一处, 便死也罢。 当晚置办些好酒师来, 请徒弟董天然, 姚须玉, 家同梦境, 王小玉一处坐了, 同吃酒。 这倒是何正寅因妇, 平日理作聪明, 做模样, 今晚如此相待, 四个人心仪, 其说道, 师父若有用着我四人处, 我们水火不必报答师父。 正寅对四个人悄悄地说唐三一劫的事, 要你们相帮我做这件事, 我自当好看待你们, 绝不有负。 四人应允了, 当夜静欢而散。 次日, 正寅起来书洗罢, 打扮做三门里说的一般, 齐齐整整。 且说何正寅家和打扮, 是云。 秋水盈盈欲绝尘, 三星贤雅必关金, 不求金顶藏生药, 只练桃园洞里春。 何正寅来到三门首, 咳嗽一声, 叫道, 有人在此吗? 只见部幕内走出一个美貌年少的富人来。 何正寅看着三, 深深地打个问讯, 说, 贫道士玄武殿里道士何正寅。 昨夜梦见玄帝吩咐贫道说, 这里有个唐某当为此地女主, 而当辅之。 如可急急去讲解天书, 共成大事, 塞尔听的这话, 一来打动梦里心事, 二来又见正寅打扮与梦里相同, 三来见正寅生的聪俊, 心里也欢喜, 说, 师父真天神也。 前日送丧回来, 果然觉得个石霞, 盔甲, 宝剑, 天书, 一奴一家解不得, 望师父止迷, 请到里边看。 塞尔指引何正寅到草堂上坐了, 又自去央审婆来相陪。 塞尔忙来到厨下, 点三盏好茶, 自拖个盘子拿出来。 正寅看见塞尔肩松松雪白一双手, 春心摇荡, 说道, 和老女主亲自刺茶。 塞尔说, 因家道消法, 女士半当都逃亡了, 故此没人用。 正寅说, 若要小丝, 贫到这两个来服侍, 再讨大些的女子, 在里面用。 又见沈婆在旁边, 想到, 世上鲁婆无不爱财, 我与她些甜头滋味, 就是我心腹, 怕不依我使唤。 就身边取出十两一定银子来与塞尔, 说, 杨干爷干娘做急去讨个女子, 如少我明日在天。 只要好, 不要计较银子。 塞尔只说, 不消得。 沈婆说, 赛娘, 你全且收下, 带老桌去寻。 塞尔就收了银子, 入去烧煮箱, 请出天书来与何正寅看。 却是金书玉传, 掏掠兵机。 正寅自幼曾一席一举叶, 晓得文理, 看了面上这首诗, 偶然心悟说, 女主姐的这首诗吗? 塞尔说, 不晓得。 正寅说, 堂堂女帝舟, 头一个字, 是个堂字。 下边这二句, 头上两字说女主的名字。 魏勾头上是收字, 说, 收了就成大事, 塞尔被河道脸破机关, 心里仰僵起来, 说道, 万望师父扶持, 若得成事时, 死也不敢有望。 正寅说, 正要女主抬举, 如何嫩地说。 又对塞尔说, 天书非同小可, 飞沙走石, 驱逐虎豹, 变化人马, 我和你日间演艺习衣, 避止疏漏, 不是耍处。 况我又是出家人, 每日来往不变。 不若夜间打扮着平常人来演艺习衣, 到天明一仙回庙里去。 戴法树演得一惊一熟, 何用怕人? 塞尔与沈婆说, 师父高见。 塞尔也有意了, 巴不得到手, 说, 不要迟慢了, 至今夜便请起手。 正寅说, 小道回庙里收拾, 到晚便来。 塞尔与沈婆相送到门边, 塞尔又说, 晚间专等, 不要有误。 正寅回到庙里, 对徒弟说, 是有六七分了。 至今夜, 便可成事。 我先要懂天然, 王小玉你两个, 只扮作家里人模样, 到那里, 勿要小心在意, 随机应变。 又取出十来两岁银子, 分于两个。 两个欢天喜地, 自去收拾衣服相拢, 先去塞尔家里来。 到王家门守, 叫道, 有人在这里吗? 塞尔知道是正寅使来的人, 就说道, 你们进里面来。 二人进到堂前, 歇下担子, 看着塞尔跪江下去, 叫道, 董天然, 王小玉, 寇奶奶的头。 塞尔见二人小心, 又见他生得俊俏, 心里也欢喜, 说道, 阿爷, 不消如此, 你二人是和师父使来的人, 就是自家人一般。 领到厨房小侧门, 打扫铺床, 自来拿个蓝秤, 到世上用自己的碎银了, 买些东西, 无非是饥饿鱼肉, 食鲜果子点心回来。 塞尔见天然, 拿着许多事物回来, 说道, 在我家里, 怎么叫你们破费? 是何道理? 天然回话道, 不多大事, 是师父吩咐的。 又去拿了酒回来, 到厨下自去整理, 要些油酱柴火, 奶奶不离口, 不要塞尔废一些心。 看看天色晚了, 和正银如金便福, 伴坐平常人, 先到沈婆家里, 请沈公沈婆吃夜饭。 又送二十两银子于沈公, 说, 反摆是要老爹老娘看去, 后日另有重报。 沈公沈婆自暗里会议道, 这贼道来的敲气, 必然看上撒, 要我们坐脚。 我看这妇人, 日里也骚脱脱的, 坐腰撒娇, 捉身不住。 我不应承, 她两个夜里演一席一时, 也自要做出来。 我落得做人情, 骗些银子。 夫妻两个回复道, 师父淡放心。 赛娘没了丈夫, 又无亲人, 我们是她心腹。 反摆是奉承, 只是不要忘了我两个。 何正寅对天说是, 三个人同来到塞尔家里, 正是黄昏时分, 关上门, 进到堂上坐定。 塞尔自来陪试, 董天然, 王小玉两个来摆裂果子下饭, 一面烫酒出来。 郑寅请沈公坐客位, 沈婆, 塞尔坐主位, 郑寅打横坐, 沈公不肯坐。 郑寅说, 不必推辞, 个人多一次坐了。 吃酒之间, 不是沈公说合到好处, 就是沈婆说合到好处, 渐入些风情话, 打动塞。 塞尔只不作声。 郑寅想到, 好便好了, 只是要个杀者, 如何成事。 就李生这记出来, 原来何正寅有个好本钱, 又长又大, 道, 我不卖弄与他看, 如何动得他。 此时是十五六天色, 那轮明月照耀, 如同白日一般, 河导说, 好月, 略行一行再来做。 沈公众人都出来, 学前黑地里立着看月, 河导就成此机会, 走到女墙边月亮去处, 假意解手, 护起那物来, 拿在手里撒尿。 塞尔暗地里看明处, 最是明白。 见了河道这物件, 累累垂垂, 且是长大。 赛尔夫死后, 旷了这几时, 面不动火, 恨不得抢了过来, 河道也没奈何, 只得暗住再来腰坐。 说话间, 两个不时丢个情眼, 又冷看一看, 别转头暗笑。 河道就假装个药兔的模样, 把手俯着肚子, 叫药不得。 沈老儿夫妻两个会议, 说道, 师父身子既然不好, 我们散罢了。 师父一呼一乱在堂前全歇, 明日来看师父, 相别了字去, 不在话下。 赛尔送出沈宫, 急忙关上门, 略略一闻一寸河道了, 就说, 我入房里去便来。 一静走到房里来, 也不关门, 就脱了衣服, 上床去睡。 一丝名, 是叫河道走入来。 不知河道以此, 紧紧跟入房里来, 双膝跪下道, 小道该死冒犯花魁, 可怜见小道泽个。 赛尔笑着说, 贼道不要假小心, 且去拴了房门来说话。 郑寅慌忙拴上房门, 脱了衣服, 扒上床来, 上字叫女主不蝶。 诗云, 袖枕渊亲蝶子双, 御楼并卧和一欢床。 今宵别是阳台梦, 唯恐银灯梯不长。 且说二人做了些不灵不利的事, 枕上说些知心的话, 那里管天小日高, 还不起身。 董天然两个早起来, 打点面汤, 早饭齐整等着。 郑寅掀起来, 穿了衣服, 又把贝来替赛尔塞着肩头, 说, 再睡睡起来。 开的房门, 只见天然拖个盘子, 拿两盏澡汤过来。 郑寅拿一盏放在桌上, 拿一盏在手里, 走到床头, 傍着塞尔口叫, 女主吃早汤。 塞尔撒娇, 抬起头来, 吃了两口, 就推语郑寅吃。 郑寅也吃了几口, 天然又走进来接了碗去, 一先扯上房门。 塞尔说, 好个办当, 百能百利。 郑寅说, 那造下是我的家人, 这是我心腹徒弟, 特地使他来付代你。 塞尔说, 这等难为他两个。 又摸索了一回, 塞尔也起来, 只见天然就拿着面汤进来, 叫, 奶奶, 面汤在这里。 塞尔脱了上盖衣服, 洗了面, 梳了头。 郑寅也梳洗了头。 天然就请塞尔吃早饭, 郑寅又说道, 去请贱臂沈老爹老娘来同吃。 沈公夫妻二人也来同吃。 沈公又说道, 师父不要去了, 这里人眼多, 不见走路来, 只见你走出去。 人要生疑, 且在此再歇一夜, 明日要去时, 起个早去。 塞尔道, 说的是, 郑寅也正要如此。 沈公别了, 自过家里去。 话不细凡, 塞尔每夜与郑寅演一席一法术符咒, 夜来小去, 不两个月都演得会了。 塞尔先捡些指人指马来试看, 果然都变得与真的人马一般。 二人起来拜谢天地, 要商量棋手, 却不妨街坊邻里都晓得, 塞尔与河道两个有事了, 又有一等好闲的, 就要在这里用手钱。 游首诗说, 这些闲中人, 诗云。 每日章鱼又补虾, 花街柳墨时生涯。 左销奢酒勤楼醉, 今日帮贤尽礼价。 围头的叫做马寿, 一个叫做福星, 一个叫做牛小春, 还有几个没三没四帮贤的, 专一在街上寻些空头试过日子。 当时马寿先得知了, 撞见福星, 牛小春, 说, 你们近日得知沈豆腐隔壁有一件好事吗? 福星说, 我们得知多日了。 马寿道, 我们捉破了他, 赚些油水和儒。 牛小春道, 正要来见阿哥, 求待妾。 马寿说, 好便好, 只是一件, 河道纳斯也是个乐德的, 广有钱钞, 又有四个徒弟。 沈公沈破德那贼道东西, 替他作严, 一伙人干这等事, 如何不做手脚? 若是毛一团一把戏, 做得不好, 非但不得东西, 反遭毒手, 倒背他笑。 牛小春说, 这不打紧, 只多约二个人同去, 就不防了。 马寿又说道, 要人多不打紧, 只是要个安身去处。 我想, 陈林住居与唐塞尔远不上十来间门面, 他那里最好安身。 小牛急今便可去于石调, 安不着, 楚偏嘴, 朱白俭一班兄弟, 明日在陈林家取齐。 陈林我须自去约他, 各自散了。 且说马寿尾来, 石林街来寻陈林, 远远望见陈林立在门首, 马寿走近前, 与陈林申诺一个。 陈林慌忙回礼, 就请马寿来里面客位上座。 陈林说, 连日上会, 阿哥下顾, 有何吩咐? 马寿江众人要拿唐塞尔的肩, 就要在他家里安身的事, 背戏对陈林说一遍。 陈林道, 都医的。 指一见, 这是被投力做的事, 兼由沈公沈婆, 我们只好在外边坐手脚, 如何伺候地合道着。 我有一记, 王元春在日, 与我结义兄弟彼此通嫁。 王元春杀死时, 我也曾去送殿。 明日叫老七去看望塞尔, 若和道不在, 罢了, 又别做道理。 若再时打个暗号, 我们一起入去, 先把他大门关了, 不要大惊小臂, 替别人做饭。 等捉住了他, 若是如意, 罢了, 若不如意, 就送两个道县里去, 没也炸出有来。 此计如何? 马寿道, 此计极妙。 两个相别, 陈林送的马寿出门, 慌忙来对妻子前世要说这话。 前世说, 我在屏风后, 都听得了, 不必烦续, 明日只管去便了。 当晚过了。 此日, 陈林起来买两个荤素盒子, 前世就随身打扮, 不慎穿戴, 也自防备。 到时分, 马寿一起, 前后各自来陈林家里, 躲着。 陈林就打发前世起身, 时日, 却好沈公下乡去取账, 沈婆也不在。 只见前世领着挑盒子的小丝在后, 一往来到塞尔门首。 见没人, 悄悄地直走到卧房门口, 正撞手塞尔与何道童坐在房里说话。 塞尔先看见急忙跑出来迎着前世死见了。 前世假作不晓得, 也与何道万福, 何道慌忙还礼。 塞尔红着脸, 气塞上来, 舌智声色, 指着何道说, 这是我嫡亲的堂兄, 自有出家, 今日来望我, 不想又启动老娘来。 正说话未了, 只见一个小丝挑两个盒子进来。 前世对着塞尔说, 有几个枣子送来与娘子点茶, 就叫塞尔去出盒子, 要先打发小丝回去。 塞尔连忙去出盒子时, 顾不得前世被前世走到门首, 见陈琳把嘴一弄, 仍又忙走入来。 陈琳就招呼众人, 一起赶入塞尔家里, 拴上门, 正要拿河道与塞尔, 不晓得他两个妖术已成, 都顿去了。 那一伙人眼花缭乱, 倒把前世拿住, 口里叫道, 快拿锁子来。 先捆了这一银一石负, 就踩倒在地下。 只见是个妇人, 那里晓得是前世? 原来众人从来不认得前世, 只早晨见得一见, 也不认得真。 前世在地喊叫起来说, 我是陈琳的妻子。 陈琳慌忙分开人, 叫道, 不是。 扯得起来时, 已自悬得蓬头乱鬼了。 众人吃一惊, 叫道, 不是这鬼。 明明地看见塞尔与河道在这里, 如何就不见了。 原来他两个有话身法, 众人不看见他, 他两个明明看众人乱窜, 只是暗笑。 牛小春说道, 我们一起各处去搜。 前前后后, 搜到厨下, 先拿住董天然, 柴房里又拿的王小玉, 将调索子妇了, 掉在房门前柱子上, 问道, 你两个是什么人? 董天然说, 我两个是和师父的家人。 又道, 你快说, 和道, 塞尔躲在那里。 直直说, 不关你事。 若不说时, 送你两个道官, 你自去拷打。 董天然说, 我们只在除下服饰, 如何得知前面的事。 众人又说道, 也没处去, 眼见地只躲在家里。 小牛说, 我见房侧边有个黑暗的格儿, 墨布两个躲在高处, 带我多梯子扒上去看。 何正寅听的小牛, 要扒上格儿来, 就拿根短棍子, 掀浮在格子黑地里等, 小牛多的梯子来, 布着格儿口, 走不到梯子两格上, 正寅照小牛头上一棍打下来。 小牛打昏晕了, 就从梯子上倒跌下来。 正寅走去空处立了看, 小牛行转来, 叫道, 不好了, 有鬼。 众人扶起小牛来看时, 见他血流满面, 说道, 梯子又不高, 扒得两格, 怎么就跌得这样凶? 小牛说, 却好扒得两格梯子上, 不知那里打一棍子在头上, 又不见人, 却不是作怪。 众人也没坐到里处。 前世说, 我见房里床侧手, 空着一段有两扇指锋窗门, 莫不是里边还有藏得深的去处。 我领你们去搜一搜去看。 郑寅听的说, 一先拿着棍子, 在这里等。 只见前世在前, 陈灵众人在后, 一起走进来。 郑寅又想道, 这花娘吃不得这一棍子。 等前世走进来, 伸出那一只长大的手来, 撑起五指, 照前世脸上一掌打僵去。 前世这一响, 叫声鹤野。 不好了。 鼻子里鲜血奔流出来, 眼睛里都是金圈, 又得陈灵在后面扶得住, 不跌倒。 陈灵道, 却不作怪。 我明明看见一掌打来, 又不见人, 必然是这贼道有妖法的。 不要只管在这里缠了, 我们带了这两个小丝, 竟送到县里去罢。 众人说, 我们被活鬼弄这一日, 肚里也饥了。 做些饭吃了去见官。 陈灵道, 也说的是, 前世带着藤, 就在房里打米出来, 去厨下做饭。 石掉说着, 小牛吃打坏了, 我去做。 走到厨下, 看见风炉子边, 有两坛好酒在那里, 又看见几只鸡在造前, 丢又说道, 且杀了吃。 这里方要逃米做饭, 且说萨尔对正寅说, 你无耍了两次, 我只闻耍一耍。 正寅说, 怎么叫做闻耍? 萨尔说, 我做住你看。 石掉一头烧着火, 前世做饭, 一头拿两只鸡来杀了, 淘洗了, 放在锅里煮。 那饭也却好将刺熟了, 萨尔就巴些灰雨鸡粪, 放在饭锅里, 搅得匀了, 一先盖了锅。 鸡在锅里正滚得好, 萨尔又挽凶烧水, 浇灭造离火。 第二起去作用, 并不晓得造底下的事。 此时, 众人也有在堂前做的, 也有在房里寻东西出来的。 丢就把这两坛好酒, 提出来开了泥头, 就都一碗好酒, 先敬陈林吃。 陈林说, 众味都不曾吃, 我如何先吃? 丢说, 老兄先尝一尝, 随后又敬。 陈林吃过了, 丢又都一碗送马兽吃。 陈林说, 你也吃一碗。 丢又轻一碗, 正要吃时, 被塞尔劈手打一下, 连碗都打坏。 塞尔就走一边。 三个人说道, 作怪就是这贼道的妖法。 三个说, 不要吃了, 留这酒带众人来同吃。 众人看不见塞尔, 塞尔又去房里拿出一个夜壶来, 美潭里青半壶尿在酒里, 一先盖了潭头, 众人也不晓得。 众人又说道, 鸡想必好了, 且捞起来, 窃来吃酒。 丢尔揭开锅盖看时, 这鸡还是半生半熟, 锅里汤也不滚。 众人都来埋怨点说, 你不管造里, 故此鸡也煮不熟。 丢尔说, 我烧滚了一会, 又添许多柴, 看得好了才去, 不晓得怎么不滚。 滴到头去张灶里时, 黑洞洞都是水, 那里有个火种。 丢说, 那个把水浇灭了灶里火。 众人说道, 终不然是我们火里人, 必是这贼道, 又弄神通。 我们且把处理建成下饭, 切切去吃酒吧。 众人依次坐定, 丢拿两把酒壶出来装酒, 不开坛罢了, 开来时满坛都是尿骚臭的酒。 陈林说, 我们三个吃时, 是喷香的好酒, 如何是嫩的? 必然那个来偷吃, 见浅了, 心慌缭乱, 错拿尿做水, 倒在坛里。 众人鬼思闹, 萨尔, 郑银两个看了指示笑。 萨尔对郑银说, 两个人被附在柱子上一日了, 度里击, 趁众人在堂前, 我拿些点心下饭与他吃, 又拿些碎银子与两个。 来到柱边傍着天然耳边, 轻轻地说, 不要慌。 若道官直说, 不要赖了吃打, 我自来救你。 东西银子都在这里。 天然说, 全望奶奶救命。 萨尔去了。 众人说, 酒便吃不得了, 败杀老兴, 且一壶一乱吃些饭罢。 爹厨下去盛顿, 都是乌黑臭的, 闻也闻不得, 那里吃得。 说道, 又这这贼道的手了, 可恨这丝无礼, 被他两个捂弄这一日。 我们带这两个尿鳖送去县里, 天差了人来拿人。 一起人开了门走出去, 只因里面嚷得多时了, 外面晓得是桌奸。 看得老幼男妇立满在街上, 只见人从里附着两个俊敲后生, 又见陈林妻子跟在后头, 直到室了, 一起拾起砖头土块来, 口里喊着, 望前市, 两个道同乱打将来, 那是那里分得清楚。 前市吃打得投开额破, 旧得拖, 一道烟逃走去了。 一行人离了石林接近望险前来, 正值相公坐晚堂点卯, 众人等点了卯, 一起跪过去, 秉支县相公, 从沈公坐脚, 萨尔正银通奸, 妖法祸仲, 扰害地方情犹, 说了一遍。 两个正犯脱逃, 只拿得为从的两个董天然, 王小玉送在这里。 支县相公就问董天然两个道, 你直说我不拷打你。 董天然答应道, 不需拷打, 小人只直说不敢引擎, 背戏都招了。 支县对众人说, 这奸夫一银一十付还躲在家里。 就拆兵快投吕山, 下胜两个带领一千余人, 压着这一干人任拿正范。 两个小厮全且收监。 吕山领了相公台旨, 出的县门时, 已是一更十分。 与众人商议道, 虽是相公立等的公事, 这等污天黑地去那里敲门打呼, 惊觉他, 他又要顿了去, 怎生回相公的话。 不若我们且不要惊动他, 去他门外埋伏, 等待天明了拿他。 众人道, 说的是, 又请吕山两个倒熟的饭铺里, 设些酒饭吃了, 都到塞尔门手埋伏。 连沈公也不惊动他, 怕走了消息。 且说姚须玉, 孟清两个在庙, 见说师父有事, 恰好走来打听。 塞尔见众人已去, 又见这两个小厮, 问的是正吟的人, 放他进来, 把门关了, 且去收拾房里。 一个收拾厨下做饭吃了, 对正吟说, 这起男女去献饼了, 必然差人来拿, 我与你终不成作戴死。 欲先打点在这里, 等他那悔气地来着毒手。 塞尔就把符咒, 指人马, 骑杖打点骑备了, 两个字取速歇, 直待天明起来, 书洗饭毕了, 叫孟清去开门。 孟清开得门, 只见吕山那伙人, 一起呛如来。 孟清见了, 慌忙雪转身, 望里面跑, 口里一头叫。 塞尔看见兵快来拿人, 嘻嘻地笑, 拿出二三十指人马来, 往空一撒, 叫声, 变。 只见指人都变作标形大汉, 各执枪刀, 就里面杀出来。 又叫姚须玉, 把小灶器招动, 只见一道黑气, 从屋里卷出来。 吕山两个还不晓得, 只管催人赶入来, 早被黑气遮了, 看不见人。 塞尔是亡元春娇的, 武艺进去得, 被塞尔一见一个, 都砍下头来。 众人见势头不好, 都慌了, 便转身起跑, 前头走的还跑了二个, 后头走的, 反被前头的拉住, 一时跑不脱。 塞尔说, 一不做, 二不休。 随手杀将去, 也被正寅用棍打死了好几个, 又去追赶前头跑得脱的, 只喊杀过石林桥去。 塞尔见众人跑远了, 就在桥边收了兵回来, 对正寅说, 杀的虽然杀了, 走得必去丙之县。 那斯必起兵来杀我们, 我们不先下手, 更待何时。 就戴上盔甲, 便二三百只人马, 竖起六星旗号来招兵, 使人叫道, 愿来投兵者, 同去打开裤藏, 分取钱粮财宝。 街坊远近人因昨日这番, 都晓得塞尔有妖法, 又见变得人马多了, 倒是气改兴旺, 城里城外人猴急地, 骑来投他。 有地方豪杰方大, 康昭, 马孝良, 戴得如四人围头, 一时聚起二三余人, 又抢得两匹豪马来与三, 正引起。 明罗雷鼓, 杀到县里来。 说着使之县听见走的人, 说三杀死冰块一劫, 慌忙请点使来商议时, 三人马早已呛入县来, 拿住支县, 点使就打开裤藏门, 搬出金银来分给与人, 剑里放出董天然, 王小玉两个。 七余欲求尽数放了, 愿随顺的, 共有七八十人。 到身卫时, 有四个人, 原是放响马的, 封闻三有妖法, 都来归顺三。 此次人叫做正冠, 王献, 张天璐, 祝红, 各代小楼落, 共有二千余名, 又有四五十匹豪马。 三见了, 十分欢喜。 这正冠不但武艺出众, 更坚谋略过人, 来秉萨, 说道, 这是小县, 僻在海角头, 若坐守日久, 朝廷起大军, 把青州口塞住了, 钱粮没得来, 不需厮杀, 就做困死了。 这青州府人民稠密, 钱粮广大, 东距南徐之险, 北控渤海之力, 可战可守。 兵贵神速, 来阳县虽破, 离青州府颇远, 一日之内, 消息未到, 可乘此机会, 连夜去习了, 全且安身, 养成蓄锐, 气力丸足, 可以横行。 塞尔说, 高见, 每人各赏元宝二定, 四表里, 群兽都指挥, 说, 贷取了青州, 自当声赏重用。 四人去了, 塞尔就到后堂, 叫请史之县, 徐典史出来, 说道, 本府之府是你至亲, 你可与我写封书。 只说这线小, 我在这里安身不得, 要过冬去打问上线, 必有府里经过。 孔有书于, 特着徐典史领三百名冰块, 携同防守。 你若替我写了, 我自后赠盘缠, 连你家圈童送回去。 支县出师不肯, 被塞尔逼时乐不过, 只得写了书。 塞尔就叫兵房力坐脚公文, 把这丝书都封在文书里, 封筒上用个印信。 仁宋之县, 典史软尖在牙里。 塞尔自来调方大, 康昭, 马孝良, 戴德如四元饶江, 各领三千人马, 连夜悄悄地到青州曼草坡, 听侯炮响, 都到青州府东门侧应。 又寻一个像徐典史的小卒, 折上徐典史的沙漠园领, 等猴塞尔。 又留一般投顺的好汉, 协同正寅守着来阳县, 自选三百一精一状冰块, 并懂天然, 王小玉二人, 指挥正贯四名, 各予酒饭了。 塞尔全装披挂, 骑上马, 领着人马, 连夜起行。 行了一夜, 来到青州府东门时, 东方才动, 城门也还未开。 塞尔就叫人拿着这脚文书朝城上说, 我们是来阳县拆补衙里来下文书的。 守门君就放下篮来, 把文书吊上去。 又晓得是徐典史, 慌忙拿着文书进到府里来。 正知知府一文一张作衙, 就跪过去呈上文书。 一文一知府拆开文书, 看见印信, 图书都是真的, 并不一记。 就与帝文书君说, 先放徐典史进来, 冰块人等且住着在城外。 守门君领知府军宇, 往来开门, 说道, 大爷只叫放徐老爹进城, 其余且不要入去。 塞尔叫人答应说, 我们走了一夜, 才到得这里, 度鸡了, 如何不进城去寻些吃? 三百人一起都呛入门里去, 五六个人怎声拦得住? 一脚入德门, 就叫人把住城门。 一声炮响, 那曼草坡的人马都攒入府里来, 田津塞相。 塞尔领着这三百人, 真个是急雷不急掩耳, 杀入府里来。 知府还不晓得, 坐在堂上等徐典史, 见势头不好, 正带起身要走, 被方大赶上, 望着一温一支府一刀, 连肩砍着, 一一交易跌倒在地下正命。 右腹一刀, 就割下头来, 提在手里。 教导, 不要乱动, 惊得两郎门利人等, 尿流屁滚, 都来跪下。 康昭一伙人打入知府衙里来, 只获得两个美妾, 家人并媳妇共八名。 同知, 通叛都越抢走了。 塞尔就挂出安民榜子, 不许诸色人等强卤人口财物, 开仓阵迹, 招兵买马, 随行军官兵, 将都随攻升上。 来阳之县, 典史不负前言, 连他家眷放了还乡, 拒个抱头鼠窜而去, 不在话下。 只见指挥王县压两个美貌女子, 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 这个后生, 比这两个女子更有标志, 县与塞尔。 塞尔问王县道, 那里得来的? 王县禀道, 在孝顺街荣县铺里, 萧家得来的。 这两个女子, 大的叫做春芳, 小的叫做西西, 这小丝叫做萧少。 三个是姐妹兄弟。 塞尔就将这大的赏与王县做妻子, 看上了萧少, 欢喜到要偷她。 与萧少道, 你姐妹两个, 只在我身边服侍, 我自看待你。 塞尔又把知府衙里的两个美妾, 紫兰, 香蕉配于董天然, 王小玉。 塞尔也自叫萧少去宿谢, 说这萧少正是妙年好头上, 带些惧怕, 夜里尽力奉承塞尔, 只要塞尔欢喜, 塞尔得意非常。 两个打得热了, 一步也离不得萧少, 那用记挂何正寅? 且说府里有个首领官州经历, 叫做周雄。 当时逃出府, 家眷都被塞尔软煎在府里。 周经历躲了几日, 没坐到礼处, 要保全老小, 只得假意来投顺塞尔。 见塞尔下个礼, 说道, 小屁原是本府经历, 自从奶奶得了来阳县, 青州府, 爱君西民, 人心岳府, 必成大事。 经历去暗投明, 家眷居蒙奶奶不杀之恩, 周某自当清心竭力, 吐小全马。 塞尔见他说家眷在府里, 十分移, 也只有五六分, 就与周经历商议守青州府, 并取旁县的事务。 周经历说, 这府上以藤县, 下通临海卫, 两处为青府门户, 若取不得藤县与这位, 就如没了门户的一般, 这府如何守得住? 实不相瞒, 这藤县许之县, 是经历孤表兄弟, 经历去, 必然说他来详。 若说得这藤县下了, 这临海卫, 就如没了一臂一般, 他如何支撑得住? 塞尔说, 若得如此, 是成与你同享富贵。 家眷我自好好的供养在这里, 不须记挂。 周经历说道, 事不宜迟, 恐他那里做了手脚。 塞尔忙把几个办当, 一匹好马, 就送周经历起身。 周经历来到藤县, 见了许知县。 知县痴意经说, 老兄如何走得拖, 来到这里。 周经历将假意投顺塞尔, 塞尔使来说这样的话, 说了一遍。 许知县回话道, 我与你虽是假意投顺, 朝廷之道, 不是等闲的事。 周经历道, 我们一面去约临海卫带指挥同乡, 一面申门各该府案上司, 记取塞尔。 日后付了地方, 有何不可? 许知县忙使人去请带指挥来见周经历, 三个商议委将计策定了。 许知县又说, 我们先备些金花表里养酒去喝, 说离不得地方, 恐有疏失。 周经历领着一行拿礼物的人来见塞尔, 递上降书。 塞尔接着降书看了, 受了礼物, 尾声许知县为知府, 带指挥坐都指挥, 扔着二人各照就守着地方。 带指挥见了这尾声的文书, 就来见许知县说, 塞尔必然遗迹我们, 雇用杨师阴夺的计策。 许知县说道, 贵位有一般女乐, 小佑, 不若送去与塞尔作谢礼, 就做我们理应外合的眼目。 带指挥说, 极妙。 就回雅里叫出女史王娇莲, 小佑头陈英儿来, 说, 你二人是我心腹, 我预送你们到府里去, 做个反贱戏作, 弱得成功, 声赏我都不要, 你们自去享用富贵。 二人都欢喜应允了, 带指挥又做些好锦绣鲜明衣服, 乐器, 献, 为个差两个人送这两班人来献雨散, 且看这歌同舞女如何。 诗云, 吴秀香音第一春, 清歌丸转帽衬裙, 剑霜飞出人星散, 不见当年劝酒人。 塞尔见人物标志, 衣服齐整, 心中欢喜, 都瘦了, 留在牙里。 每日吹弹歌舞曲乐, 且说塞尔与郑银相别半年有余, 实质东晋年残, 郑银欲要送年礼物, 与塞尔就买些奇异吃食, 赎紧文革, 金银珍宝, 装作一二十小车, 拆梦青铜车脚人等, 送到府里来。 世间是最巧, 也是郑银何该如此? 两月前郑银要去坚肃义女子, 这女子苦苦不从, 自意死了。 怪梦青说是唐奶奶骑手的, 不可背本, 万一知道, 必然见怪。 见得机切, 把梦青一顿打得急死, 却不料梦青仇恨在心里。 梦青领着这车, 从来到府里见塞尔, 塞尔一见梦青, 就如见了自家里人一般, 叫进崖里去安歇。 梦青又见董天然等都有好妻子, 又有钱财, 自私道, 我们一同其手的人, 他两个有造化, 落在这里, 我如何能够也同来这里受用? 自私两道, 何不将正淫在县里的所为, 说他一番? 唐货塞尔欢喜, 就留在崖里, 也不见得。 到晚, 塞尔退了堂来到崖里, 成见教国梦青, 问正淫的事。 梦青只不作声。 塞尔心仪, 越问得紧, 梦青越不作声。 问不过, 只得哭讲起来。 塞尔就说道, 不要哭, 必然在那里吃亏了, 时对我说, 我也不打发你去了。 梦青加一口里皱着道, 说也是死, 不说也是死。 爷爷在县里, 每夜挨去排门轮, 要两个好妇人好女子, 送在崖里县。 标志得紧得, 多谢儿日, 尚不中意的, 一夜就打发出来。 又娶了个卖娼的妇人李文云, 时常成罪打死人, 每日又要轮房的一百两座堂银子。 百姓仇怨思乱, 只怕奶奶这里不敢。 两月前, 蒋健生有个女子, 果然生的美貌, 爷爷要坚肃她, 那女子不从, 逼是迫不过, 自已死了。 小人说, 奶奶怎生看取我们? 别得半年, 做出这勾当来, 这地方如何守得住? 怪小人说, 将小人来吊起, 打得急死, 半月扒不起来。 塞尔听得说了, 气满胸膛, 顿着足说道, 这秦遗兽, 忘恩负义。 定要杀这秦遗兽, 才出的这口气。 董天然病火妇人都来劝道, 奶奶息怒, 只消娶了老爷, 回来便罢。 塞尔说, 你们不晓得这般事, 从来做事的人, 一生嫌隙, 不知火病了多少。 如何好娶她回来? 一夜睡不着, 次日来堂上, 赶开人, 与周经利说, 正因如此一饮一丸步伐, 全无人意, 要自领兵去杀她。 周经利回话道, 不知这话从那里得来的, 未知虚实, 躺或是反贱, 也不可知。 地方重大, 方才取得, 人心未顾, 如何轻易自相厮杀? 不若带周雄同个奶奶的心腹去访得的时, 任凭奶奶才处, 也不迟。 塞尔道, 说得极事, 就劳你一行。 若访得的时, 就与我杀了那秦一兽。 周经利又说道, 还得几个同去才好, 若周雄一个去时, 也不计事。 塞尔就令王线, 董天然领一二十人去, 又把一口刀与王线, 说, 若这话逝时, 你便就取了那秦一兽的头来。 唯物者以军法从事, 又与正官一脚文书, 若杀了何正寅, 你就全设县士。 一行人辞别了塞尔, 取路往来扬县来。 周经利在路上, 还恐怕董天然是何道的人, 假意与他说, 何宫是奶奶的心腹, 若这是不真, 谢天帝, 我们都好了。 若有这话, 我们不下手时, 奶奶要军法从事。 这是如何处? 董天然说, 我那老爷是个多心的人, 性子又不好, 若后日知道, 你我去访他, 他必仇恨。 庚里不着犯理着, 倒遭他毒手。 若果有事, 不若奉法行事, 反无后患。 正冠打着窜拱, 巴不得杀了何正寅, 他要全设县士。 周经利见众人, 都是为塞尔的, 不必疑了。 又说, 我们现在外边访得的确, 若要下手时, 我碾虚为耗, 放可下手。 一行人入得城门, 满城人家都是咒骂何正寅的。 董天然说, 这话真了。 一行进入县里来见何正寅。 正寅大落落坐着, 不为礼貌, 看着董天然说, 拿的什么东西来看我。 董天然说, 来时慌忙, 不曾备得, 领差人送来。 又对周经利说, 你们来我这县里来何干? 周经利假小心轻轻地说, 因这县里有人来告奶奶, 说大人不肯容县里女子出嫁, 钱粮又比较得紧, 因此奶奶这小屁来饼上。 正寅听的这话, 拍案高宣大骂道, 这颇贱婆娘。 你亏我夺了许多地方, 想用快货, 必然又搭上好的了。 就这等无礼。 你这起人不晓得是修, 没上下的。 王献贱不是头, 紧紧地帮着周经利走进前说, 息怒消停, 取棒掌便。 带小屁好回话。 正寅又说道, 不去长辩, 终不成不去回话。 周经利把须一年, 王献救人攘里拔出刀来, 望和正寅向上一刀, 早砍下头来, 提在手里, 说, 奶奶只叫我们杀和正寅一个, 于皆不问。 正贯就把全社的文书来小裕个人, 就把正寅先前强留在衙里的妇人女子都发出, 这娘家领回去, 轮方银子也急了, 满城百姓无不欢喜。 衙里有的是金银, 任凭个人取了些, 又拿几车, 并零断送到府里来。 周经利一起人到府里回了话, 个人自取方便, 不在话下。 说着山东巡岸金玉使, 阴施了青州府, 杀了以文义之府, 其本到朝廷, 兵部尚书按着这本, 是地方重武, 连忙转奏朝廷。 朝廷就插中兵官赴其冲兵马赴元帅, 两个游骑将军李小, 来到明冲先锋, 领京军一万, 协同山东巡岁都遇使杨汝待客日进脚扑灭, 前辆兵马出本省外, 河南, 山西两省任从调用。 副中兵带领人马来到总督府, 与杨巡岁一班官军说, 朝廷紧要勤拿唐塞尔一劫。 杨巡岁说, 唐塞尔妖法通神, 急难取胜。 近日周经历与西县许之县, 临海未带指挥乍降, 我们去打他后面来阳县, 叫带指挥, 许之县从那青州府后面守出来, 叫他守尾不能相顾, 可获全胜。 副中兵说, 此祭大庙。 副中兵就分五千人马, 与李小冲先锋来取来阳县, 又调都指挥杜忠, 吴秀指挥六元, 高雄, 赵贵, 赵天翰, 崔求, 米轩, 郭瑾, 各领新调来二万人马, 离来阳县二十里下寨, 次日准备厮杀。 郑冠得了这个消息, 关上城门, 连夜飞报到府里来。 塞尔接得这报子, 就及个将官说, 如今副中兵领大军来征缴我们, 我需亲自领兵去杀退他。 捉王县, 董天然守着这府, 又调马笑粮, 带得如各领人马一万去滕县, 临海卫三十里内防备习取的人马。 就是滕县, 临海卫的人马也不许放过来。 周经利暗地叫苦说, 这夫人这等厉害。 塞尔又调方大领五千人马先行, 随后塞尔自野领二万人马到莱阳县来。 离县十里就这个大营, 前、后、 左右、 正中五寨。 又制两只游兵在中营, 四下里摆放鹿角, 连离, 零锁齐整, 把圆门闭上, 造饭吃了, 将袭一回, 就有人马来冲阵, 也不许轻动。 且说离先锋领着五千人马, 喊杀半日, 不见赛尔营里动静, 救着人来兵总兵, 如此如此。 副总兵同杨巡浮领一般将官到阵前来, 扒上云梯, 看塞尔营里布置旗整, 兵将蒙勇, 旗帜鲜明, 各己光耀, 赫罗散下坐着那个英雄美貌的女将。 左右立着两个年少标志的将军, 一个是萧少, 一个是陈英, 各拿一把小七星造旗。 又有两个俊俏女子, 都是戎装, 一个是萧熙熙捧着一口宝剑, 一个是王娇莲捧着一袋弓箭。 英前竖着一面七尾玄天上帝造旗, 飘扬飞绕。 总兵看得呆了, 走下云梯来, 令先锋领着高雄, 赵贵, 赵天汉, 崔秋等一起杀入去, 且看塞尔如何。 施云, 见光洞触见玄霜, 战把归来意气狂, 看笑古今妖望事, 一场春仪梦到高堂。 塞尔就开了圆门, 令方大领着人马也杀出来。 正好接着, 两元将斗不到三合, 塞尔不慌不忙, 口里面起咒来, 两面小灶齐昭动, 那阵黑气从寨里卷出来, 把离先锋人马照得黑洞洞的, 你我不看见。 李小慌的手脚, 背方大拦头, 一方天机打下马来, 脑浆奔流。 高雄, 赵天汉, 拒被拿了。 副总兵剑, 先锋不力, 就领着败残人马回大营里来纳闷。 方大压着, 把高雄两个泄入寨里见塞。 塞尔道, 监侯在县里, 我回军时发落变了。 塞尔又与方大说, 今日虽迎他一阵, 他的大营人马还不损舍, 明日又来厮杀, 不若趁他喘息未定, 众人慌张之时, 我们感到必获全胜。 刘方大手营, 令康昭伟先锋。 塞尔自领一万人马, 悄悄地赶到副总兵营前, 响声喊, 一起杀将入去。 副总兵只防塞尔夜里来劫营, 不防他日里城市就来, 都慌了手脚, 厮杀不得。 副总兵, 杨巡抚二人, 骑上马往后逃命。 二万五千人, 杀不得一二千人, 都骑骑投降。 又拿得千余匹毫马, 钱粮器械, 尽数搬弩, 自回到青州府去了。 军官有逃的命的, 跟着副总兵到都唐府来商议。 在狱起奏, 令子天谴兵将。 杨巡抚说, 没了三四万人马, 杀了许多军官, 朝廷得知, 必然加罪我们。 我晓得, 滕县许之县, 是个清廉能干中义的人, 与周经历, 带指挥委区协同, 要保这地方无事, 都涉及诈响。 而荆州经历在贼中, 不能得出。 许, 带二人原在本地方, 不若秘密取他来, 定有破敌良策。 副总兵慌忙使人请许之县, 带指挥道府, 记忆要破散一事。 许之县近前轻轻地 与副总兵, 杨巡抚二人说, 如此如此, 不出寻日, 可破散。 副总兵说, 若得如此, 我自当保揍身上。 许之县辞了总治, 回到县里, 与带指挥各备礼物, 各拆各地当心妇人来贺散, 就通消息与周经历, 却不知周经历先有计了。 原来周经历见 萧勺甚得散之一宠一, 又且乖觉聪明, 时时劫时他做个心腹, 着实奉承他。 萧勺不过意, 说, 我原是治下子民, 近日何当老爷如此看去? 周经历说, 你是奶奶心爱的人, 怎敢怠慢? 萧勺说道, 一家被害了, 没奈何偷生, 甚么心爱不心爱。 周经历道, 不要如此说, 你姐妹都在左右, 也是难得的。 萧勺说, 姐姐嫁了个响马贼, 我虽在被窝里, 也只是半虎眠, 有何心绪? 妹妹只当的丫头, 我一家怨恨, 在何处说? 周经历见他如此说, 又说, 既如此, 何不成绩反邪归正? 朝廷必有仇报, 不然他日一败, 玉石俱焚。 你是同情共枕之人, 一发有口难分了, 不要说被害冤仇, 没处可报。 萧勺道, 我也晓得, 尸体果然如此, 只是没个好计脱身。 周经历说, 你在身办, 只消如此如此, 外边接应都在于我。 却把许, 带来的消息通知了他。 萧勺欢喜说, 我且通知妹子, 坐一路择各。 记忆的熟了, 只等中秋日起手, 后半夜点天灯为号。 周经历就通这个消息, 与许知县, 带指挥, 这是8月12日的话。 到13日, 许知县, 带指挥各差能士兵快应捕, 各带士兵, 军官三四十人, 欲先去府里四散埋伏, 只听炮响, 侧应周经历拿贼, 许知县又密令亲子许得来约州经历, 十五夜放炮夺门的事都得知了, 不必说。 且说萧少姐妹二人来对王娇连, 陈婴儿通知外边消息, 他两人原是代加细作, 自然留心。 至十五晚上, 萨尔就排盐宴来赏月, 饮了一回, 只见王娇连来秉萨说, 今夜八月十五日, 难得秦明更坚破了副总兵, 得了若干乾粮人马。 我等蒙奶奶抬举, 无可报答, 每人各要与奶奶上售。 王娇连手之弹板唱一歌, 歌云。 虎渡三一江, 一讯若丰, 游征四海, 敬长空。 光摇剑术和兴落, 糊涂潜藏一战功。 塞尔听得好声欢喜, 饮过三大杯。 女人都依次奉酒, 句是不会唱的, 就是王娇连代唱。 众人只要惯得塞尔醉了好行事, 陈婴儿也要上寿。 塞尔又说道, 我吃得多了, 你们嫩得好心, 每一人只吃一杯吧。 又饮了二十余杯, 已自醉了。 幼妇歌舞起来, 轮番拔展, 灌得塞尔烂醉, 塞尔就到在位上。 萧勺说, 奶奶醉了, 我们扶奶奶进房里去吧。 萧勺抱住塞尔, 众人起来相帮, 抬进房里床上去。 萧勺打发众人出来, 就替塞尔脱了衣服, 盖上背, 拴上房门。 众人也自去睡, 只有羽毛之音的人都不睡, 只等塞尔消息。 萧勺又恐假醉, 把灯梯的明亮, 扔上床来搂住塞尔, 扒在塞尔身上, 故意着实耍戏, 塞尔那里知的。 被萧勺舞弄得久了, 撂酸外边人都睡静了, 自想到, 筋不下手, 更待何时。 起来慌忙在穿上衣服, 床头拔出那口宝刀来, 轻轻地掀开背来, 尽力朝手药而向上剁下一刀来, 连尖着做两段。 塞尔醉得凶了, 一动也动不得。 萧勺慌忙走出房来, 悄悄对妹妹, 王娇连, 陈英儿说道, 塞尔被我杀了。 王娇连说, 不要惊动董天然这两个, 就暗取袭了她。 陈英儿道, 说的是, 拿着刀来敲董天然的房门, 说道, 奶奶身子不好, 你快起来。 董天然听的这话, 就磕睡里, 慌忙披着衣服来开一房门, 不防备, 被陈英儿手起刀落, 着到在房门边证命, 又负一刀就放了命。 这王小玉也醉了, 不省人事, 众人把来杀了。 众人说, 好到好了, 怎么我们得出去? 萧勺说, 不要慌, 约定的, 就把天灯点起来, 扯在灯杆上。 不一时, 周经历领着十来名伙夫, 平日收留的好汉, 敲开门, 一起涌入雅里来。 萧勺对周经历说, 萨儿, 董天然, 王小玉都杀了, 这雅里人都是被害的, 望老爷做主。 周经历道, 不须说, 雅里的金银财宝, 个人尽力拿了些, 其余山鸡的财物, 都封锁了入关。 周经历又把三个人头割下来, 领着萧勺, 一起开了府门, 放个冲。 只见冰块应捕, 共有七八十人, 其来见周经历说, 小人们是县, 为两处拆来冰块, 侧应拿强盗的。 周经历说, 强盗多拿了, 杀的人头在这里, 都跟我来。 到的东门城边, 放三个炮, 开的城门, 许知县, 带指挥各领五百人马, 杀人城来。 周经历说, 不管百姓是塞尔杀了, 还有余一党一, 不曾剿灭, 个人分头去杀。 且说王县, 方大听的炮响, 都起来, 不知道位置甚么, 正没做到礼处, 周经历领的人马, 早已杀入方大家里来。 方大正要问被戏使, 被侧边一枪塑导, 就割了头。 带指挥拿的马孝良, 带得如镇上许知县, 杀死康昭, 王县一十四人。 沈印时两月前, 亥一病死了, 不曾杀的。 右孔军中有变, 急忙传令, 只杀有直视的。 小族良民, 一概不咎。 多数周经历招服。 许知县对众人说, 这里与来阳县相隔四五十里, 他那县里未便知的。 兵贵神速, 我与戴大人连夜去习了那县, 刘州大人守着这府。 二人就领五千人马, 杀奔来阳县来, 假说道, 府里调来的军去取旁县的。 城上竟放入县里来。 郑冠正坐在堂上, 被许知县领了兵器抢入去, 将郑冠杀了。 张天璐, 祝宏等慌了, 都来投降, 把一干人犯借到府里监禁, 听侯发落。 安了民, 许知县仍回到府里, 同州经历, 萧勺一班解撒等首级来见副总兵, 杨巡抚把撒使说一遍。 副总兵说, 足见个官神算。 称欲不已, 就起奏结本, 一边打点回京。 朝廷升州经历坐之州, 待指挥生都指挥, 萧少, 陈婴儿各受个巡检, 许知县生兵被赴使, 各随官职大小, 赏给金花银子表里。 王娇连, 萧熙熙等, 拒着泽良人违聘, 其余再三破败之后投降的, 不准投手, 另行问罪, 此可为妖术杀身之剑。 有诗为证, 四海纵横杀气冲, 无端女寇返山东, 吹枭依西腰分剑, 月缺花残送落风。 第三十一章桥, 兑换胡子轩尹, 显报失卧失入。 此云, 杖尸之手把无钩, 欲斩万人头, 如何铁石, 打成心性, 却为花柔。 君看相界并流济, 一怒使人愁, 只阴壮者, 于极微事, 豪杰都休。 这首词是西贤所作, 说着人生世上, 色字最为要紧。 随你英雄豪杰, 杀人不眨眼的铁汉子, 见了油头粉面, 一个带血的皮囊, 就弄软了三分。 假如楚霸王, 汉高祖纷争天下, 何等英雄? 一个临死不忘于机, 一个酒后不忍微夫人, 仍旧做出许多禅意棉井状出来, 何况以下之人? 丰衣刘少年, 有情有趣地, 牵着个色字, 怎得不当了三魂, 走了七魄。 却是这一件事观着因得极重, 那不肯一银一人一妻女, 保全人家节操的人, 因受后报, 有发了高魁的, 有响了大路的, 有生了贵子的, 往往鉴于史传, 字不消说。 至于贪一银一纵语, 实心用妇污秽人家女眷, 没有一个不减算夺路, 或是妻女剑豹, 因中再不饶过的。 且说宋春夕末年间, 书州有个秀才刘瑶菊, 婊子唐青, 随着父亲在平易江一做官, 世年正当秋剑, 就以随人之变, 雇了一只船往秀州富士。 开了船, 唐青举目向烧头一看, 见了那迟疑的吃了一惊。 原来是十六七岁, 一个美貌女子, 病还缠媚, 眉眼寒娇, 虽只是精不淡妆, 种种绰约之态, 书以寻常。 女子当梢而立, 俨然如海棠一枝, 斜映水面。 唐青官之不足, 看之有余, 不觉心动。 在周中秘密体察光景, 晓得是船家之女, 称探道, 从来说老傍出明珠, 国有此事。 欲带掉他一二勾画, 爱着他的父亲, 同在烧头行船, 恐怕石破, 装作老城, 不敢把眼睁去烧上, 却时时偷看他一眼, 越看越美, 情不能尽。 心生一记, 只说周中行驰, 赶路不上, 要船家上去帮扯仙。 原来这只船上, 老儿为船主, 义子一女相帮, 是日儿子三官宝, 现在岸上扯仙, 唐青定要抢他老儿上去了, 只是女儿在那里当烧。 唐青一人在舱中, 向一好做光了, 为免先寻些闲话试问他。 他十句里边, 也回答着一两句, 韵之动人。 唐青趁着他说话, 就把眼色丢他。 他有时含羞脸壁, 有时正言俱却。 极致唐青看了别处, 不来都搭了, 却又说句把冷话, 被地里忍笑, 偷眼斜面着唐青。 正是名中庄样暗地撩人, 一发叫人荡不得, 要神魂飞荡了。 唐青思良, 要大大撩把他一撩把, 开了箱子, 取出一条白罗帕子来, 将一个一壶一桃记着, 结上一个童心结, 抛到女子面前。 女子本等看见了, 故意假作不知, 带着脸纸字当鲁。 唐青恐怕女子真个不觉, 被人看见, 频频把眼送一把手指着, 要他收取。 女子只是大刺刺地在那里, 镜像个不讳意的。 看看船家收了欠, 将要下船, 唐青一发着急了, 指手画脚, 见他只是不动, 没个事处, 倒懊悔无疾。 恨不得伸出一只长手, 仍旧取了过来。 船家下的苍蓝, 唐青面正的通红, 冷汗直林, 好生置身无地。 只见那女儿不慌不忙, 轻轻把脚伸去帕子边, 将斜肩勾将过来, 遮在裙底下了。 慢慢低身道去, 拾在袖中, 舔着脸对着水外, 只是笑。 唐青被他急坏, 却又见他正到厉害头上 如此坐坐, 遮掩过了, 心里私下感叹, 越觉得风情之人。 自此两下多有意了。 明日傅一佐说, 赶拿传家上去, 两人扯先。 唐青便老着面, 一皮谢女子道, 昨日感情包容, 不然小生面目难失了。 女子笑道, 胆大的人, 原来嫩得虚切吗? 唐青道, 青家如此国色, 如此晦巧, 一配家偶, 方为私称。 金文镇采凤, 物夺及其中, 岂不可惜? 女子道, 君言差矣, 红颜薄命, 自古如此, 岂毒窃一人。 此皆分定之事, 赶生接怨。 唐青一发夫其贤打, 自此羽化投机, 一在仓中, 一在烧上, 相隔不多几尺路, 眉来眼去, 两情甚浓。 却是船家虽在岸上, 回转头来, 就看得船上见的, 只好话说往来, 做不得一些手脚, 干热罢了。 到了秀州, 唐青更不寻店家, 就在船上坐雨。 入市时, 唐青心里放着女子不下, 题目到手, 以挥而救, 出院甚早。 急奔至船上, 只见船家父子两人, 趁着舱里无人, 身子闲着, 叫女儿看好了船, 进城买货物去了。 唐青见女儿独在船上, 喜从天降。 急急跳下船来, 问女子道, 你父亲兄弟那里去了? 女子道, 进城去了。 唐青道, 有凡娘子遗传, 道净楚遗化何如? 说吧, 便去接了。 女子会议, 急忙当鲁, 把船移在一个无人往来的所在。 唐青便跳在梢上来, 搂着女子道, 我方壮年, 未曾娶妻。 躺蒙不弃, 当于子弟百年之好。 女子推训道, 露至贫姿, 得配君子, 故所怨也。 但枯藤野蛮, 岂敢仰托乔松。 君子自是青云之气, 他日宁肯复顾威贱, 切不敢成, 请自尊重。 唐青见他说出正经话来, 一发怜爱, 欲心如火, 恐怕强他不得, 发起急来, 拍着女子背道, 怎么说那较量的话? 我两日来, 被你牵得我神魂飞跃, 不能自今, 恨没个机会, 得与你相近, 一块私情。 今日天与其变, 只无两人在此, 正好自以欢乐, 遂平生之愿。 你却如此艰巨, 再没有个想头了。 男子汉不得如愿, 要那性命何用? 你左者为我隐藏罗帕, 感恩非浅, 金济无缘, 我当一死以报。 说吧, 望着河里便跳。 女子急牵住他依居道, 不要慌, 且在商量。 唐卿转身来抱住道, 还商量甚吗? 抱着沧里来, 同就珍惜, 乐事出于望外, 真个如获珍宝。 势必, 女子起身来, 自掠了乱发, 就与唐卿整了衣, 说道, 乳君腐爱, 冒痴养成, 虽然一煞之情, 一间金石, 他日物使圣蕊残趴, 空随流水。 唐卿道, 成子雅碍, 赶赴新蒙。 穆金揭晓在即, 躺得寸进, 必当以离娶子, 住于金屋。 两人千恩万爱, 欢笑了一回。 女子道, 恐怕父亲成礼出来, 原一传到旧处住了。 唐卿假意上岸, 等传家归了, 方才下船, 竟无人知懒此事。 谁想, 岸是亏心, 神目如电。 唐卿父亲, 在平易江一刃上, 悬望儿子赴世消息。 忽一日晚间得一梦, 梦见两个穿黄衣的人, 手持一张纸, 突然来报道, 天门放榜, 郎君已得首见。 旁边走过一人, 急撤了这张纸去, 道, 刘瑶举近日做了七心事, 已压了一颗了。 父亲吃一惊, 绝来乃是一梦。 思量来得古怪, 不知儿子做什么事。 想了此言, 未必成名了。 果然秀周揭晓, 唐卿不得语见。 原来场中考官倒是唐卿文卷好, 要把他做投名。 有一个考官, 另看中了一卷, 要把唐卿做第二。 那个考官不肯道, 若要做第二, 宁可不忠, 留在下科, 不怕不是投名, 不可忠坏了他。 忍着气, 把他触落了。 唐卿在船等候, 只见纷纷嚷乱, 各自分头去报喜。 唐卿船里静悄悄, 鬼也没个走将来, 晓得没账, 只是叹气。 连那烧上女子, 也倒是失望了, 暗暗泪下。 唐卿只得看无人处, 把好爷安慰他, 就用他的船转了到家, 见过父母。 父亲把梦里话来问他道, 我梦如此, 早知你不得忠, 只是你曾做了甚七心事来。 唐卿口里赖道, 并不曾做甚事, 却是老大心惊道, 难道有这样话? 四信不信, 急到后边, 得知常理这番光景, 才晓得不该得见, 却为因得上损了, 吃了功名。 心里有些懊悔, 却还念那女子不至。 到第二科, 唐卿果然领了手剑, 敢念女子旧约, 便领寻访, 竟无下落, 不知刘范在那里去了。 后来唐卿虽得极地, 终身以此为恨。 看官, 你看刘唐卿只为此 依着知错, 罚他蹉跎了一颗, 后边又不得一团一缘。 盖范不是他因缘, 所以因之月重了。 奉劝世上的人, 切不可轻举妄动, 一银一乱人家妇女。 古人说得好, 我不一银一人一妻女, 妻女定不一银一人。 我若一银一人一妻女, 妻女也要一银一人。 而今听小子说, 一个一银一人一妻女, 妻女一银一人, 转斩果报的话。 元朝缅州原上里, 有个大家子, 姓铁明个, 先祖为秀依玉士。 娶妻嫡是, 自容美艳, 名贯一成。 那汉缅风俗, 女子好游, 贵宅大户, 争把美色相夸。 一家娶得个美妇, 只恐怕别人不知道, 倒要各处去卖弄张扬, 出外游耍, 与人看见。 美美花招月息, 侍女轩甜, 仇人广众, 挨奸擦背, 木挑心招, 恬然不以为意。 林婉归家, 徒坚一一品题, 某家第一, 某家第二。 说着好的, 轩夜血浪, 彼此称献, 也不管他仗师听的不听的。 就是仗师听得了, 也倒是别人赞他欺美, 心中暗自得意。 便有两句取笑了他, 总是不在心上的。 到了志园, 志正年间, 此风一渗。 铁生寄取了美妻, 巴不得领了他各处去摇摆。 美到之处, 见了得无不喷喷撑上。 那与铁生相识地, 调笑他, 夸美他, 自不必说。 只是那些不曾实面的, 一见了敌事, 问之是铁生妻子, 便来扭相知, 把言语来撩拔, 酒师来窜轰, 道他是有缘之人, 有福之人, 大家来奉承他。 所以铁生出门, 不消贷地本钱在身边, 自有这一班人, 搬他去吃酒吃肉, 尝得醉饱而归。 满城内外人, 没一个不认得他, 没一个不怀一点不良之心, 打点勾打他妻子。 只是铁生是个大户人家, 又且做人有些兴气刚狠, 没个阴游, 不敢轻惹的他。 只好干咽唾沫, 眼里口里讨些便宜罢了。 古人两句说得好, 漫藏会道, 也荣会一银一。 狄氏如此美艳, 当此风俗, 怎容他清清白白过世, 自然生出世体来。 又倒是无巧不成话, 其实同理有个人, 姓一胡一鸣随, 有七门氏也生得十分焦力, 虽比狄氏略差仙, 也算的是上等姿色。 若没有狄氏在面前, 无人在赛德过了。 这个一胡一随意是个风月浪荡的人, 虽有了这样好美色, 还倒是让敌氏这一分, 好生心里不甘服。 谁知铁声建了门氏也羡慕他, 思量一网打尽, 两美俱备, 方程心愿。 因而两人各有七心, 彼此一交一后, 共相接纳。 意思便把妻子大家对用一用, 也是情愿的。 铁声姓直, 一胡一声姓脚。 铁声在一胡一声面前, 时常露出要勾上他妻子的意思来。 一胡一声将计就计, 把说话趋意倒在铁声怀里, 再无推拒。 铁声倒是一胡一声好说话, 毕竟可以图谋。 不知一胡一声正要乘此机会迎勾敌氏, 却不漏一些破绽出来。 铁声对敌氏道, 外人都道你是低美色, 据我所见, 一胡一声之妻也不下于你, 怎生地设个反道一道手。 人生一世, 两美俱为我得死也甘心。 铁声道, 你与一胡一声嫩的相好, 把话时对他说不得。 铁声道, 我也曾微录其意, 他也不以为怪, 却是怎好直话得出, 必是你替我做个牵头才弄得成, 只怕你要吃醋碾酸。 铁声道, 我从来没有肚心的, 可以帮村处, 无不帮村, 却有一件, 女人的买卖, 各自门各自户, 如何能到惹的他? 除非你与一胡一声内外通家, 出妻见子, 彼此无忌, 时常引得他到我家里来, 方好去个机会弄你上手。 铁声道, 贤妻之言甚是有理。 从此郁家结识一胡一声, 时时引他到家里吃酒, 连他妻子请江过来, 叫敌氏陪着。 外边广街铭基侠客, 调笑戏谑, 一来要奉承一胡一声喜欢, 二来要引动门市情性。 但是艳乐时节, 敌氏引了门市在里面连泪窥看, 看见外边一吟一腻泄霞之事, 无所不为, 随你识人也要动火。 两生心里各怀着一点不良之心, 多个卖弄拨鞘, 打点打动女家人。 谁知里边看的女人, 先动火了一个。 你倒是谁? 原来门市虽然同在那里窥看, 到底是做客人的, 带些拘束, 不像敌氏自家屋里, 怎兴瞧看, 惹起春心。 那一胡一声比铁声, 不但容貌胜他, 只是风一流身份, 一温一柔性格, 在行气质, 远过铁声。 敌氏反看上了, 时时在连内露面调情, 越加用意支持九窑, 毫无眷色。 铁声道是有妻内住, 心里快活, 那里晓得就忠之意。 铁声酒后对一胡一声道, 你我各得美妻, 又且两人相好至极, 可谓难得。 一胡一声谦逊道, 捉气漏智, 怎能比得尊扫生的实权。 铁声道, 据小弟看来, 不相上下得了, 只是一件, 你我各守着自己的, 一无别位。 我们做个痴性不着, 彼此更换一用, 一娇一收其美, 心下何如。 此一句话, 正中一胡一声身机, 贾义答道, 捉气漏智, 虽蒙奖赏, 小弟自揣, 怎敢有犯尊扫。 这个余礼不当。 铁声笑道, 我们最后血浪至此, 可谓忘形之极。 彼此大笑而散。 铁声进来, 带罪看了敌氏, 抬他下磕道, 我抑郁, 把你与一壶一家的对用仪对用何如。 敌氏假意骂道, 吃乌龟, 你是好人家儿女, 要偷别人的老婆, 倒舍着自己妻子身体, 亏你不着, 说得出来。 铁声道, 总是同家相好的, 彼此便宜何妨。 敌氏道, 我在里头帮孙女凑去使得, 要我做此事, 我却不肯。 铁声道, 我也是取笑地说话, 难道我真个舍得你不成? 我只是要勾着她罢了。 敌氏道, 此事性极不得, 你只要窜轰得一壶一声快活, 她未必不像你一般见识, 舍得妻子也不见得。 铁声搂着敌氏道, 我那贤惠的娘。 说得有理, 一同敌氏, 进房睡了不提, 却说敌氏虽有了一壶一声的心, 只为铁声性子不好, 想到, 她因一时间思量勾打门市, 高兴中有此吃话。 万一做下了事, 被她知道了, 后边有些嫌弃起来, 爱手爱脚, 到底不妙。 何如只是用些计较, 瞒着她做, 安安稳稳, 快乐不得。 心中算计已定了。 一日, 一壶一声又到铁声家饮酒, 此日指她两人, 并无外客。 敌氏在连内, 往往来来示意一壶一声。 一壶一声心照了, 流量不十分吃久, 却把大欧劝铁声, 哄她道, 小弟一向蒙兄长之爱, 过于骨肉。 兄长扶念桌漆, 桌漆也仰慕兄长。 小弟承见下说辞说他, 已有几分啃了。 只要兄看顾小弟, 不肖说, 先要兄长做摆来个记者东道请了我, 方与兄长图成此事。 铁声道, 得兄长啃自周全, 一千个东道也做。 铁声剑说得快活, 放开了量, 大碗价吃。 一壶一声只把肉麻话哄他吃久, 不多时烂醉了。 一壶一声只做扶他的名头, 抱着铁声进连内来。 敌氏正在连边, 他一向不必记得, 就来接手搀扶, 铁声已自一些不知。 一壶一声, 把嘴唇向敌氏脸上做药亲的模样, 敌氏就把脚夹他的脚, 生患是碧咽血, 清云两人来扶了家主进去。 刚胜的一壶一声, 敌氏在连内, 一壶一声便抱住不放, 敌氏也转身来回报。 一壶一声就求欢道, 可慕即矣, 今日得携天上之乐, 三生之缘也。 敌氏道, 切酒有意, 不必多言。 吞下酷来, 就在堂中椅上坐了, 敲起双脚, 人一壶一声云雨起来。 可笑铁声心瘫一壶一妻, 反被一壶一声, 先亦淫亦了妻子。 正是, 舍却家长木有妻, 谁知背地已偷妻。 卖了馄饨买面吃, 嫩养心肠吃不吃。 一壶一声风一流在行, 放出手段, 尽亦无弄。 敌氏欢喜无尽, 叮嘱一壶一声, 不可泄露。 一壶一声道, 多谢尊扫不弃小生, 赐予欢慧。 却是尊兄许我多时, 就知道了也不妨碍。 敌氏道, 着实阴滩贤捆, 故有此话。 虽是好色心重, 却是性刚心直, 不可惹他。 只好用计赚他, 司徒快活, 方为长辩。 一壶一声道, 如何用计? 敌氏道, 他是个九色行中人, 你访得有慎明记, 牵他去吃酒瓢素, 等他不归来, 我与你就好, 通宵取乐了。 一壶一声道, 这见识极有理, 他方才欲赢勾我期, 许我祭馆中一百个东道, 我就借此机会, 存缩一两个好记者伴住了他, 不怕他不留恋, 只是怎的许多缠头之费供给他。 敌氏道, 这个多在我身上。 一壶一声道, 若得尊扫如此留心, 小生拼尽着性命陪尊扫取乐。 两个记忆定了, 各自散去。 原来一壶一家贫, 铁家富, 所以铁生把酒师结识一壶一声, 一壶一声一面奉承, 怎知反着其手。 铁生家道虽富, 因为花酒面尚费得多, 把高瑜的产业逐渐废掉了。 由于敌氏搭上了一壶一声, 终日窜多他出外取乐, 敌氏自与一壶一声治酒欢慧, 真羞悖剧, 日非不资。 敌氏喜欢过肾, 毫不吝惜, 只乘着铁生急迫, 就与一壶一声内外窜轰他, 把产业贱卖了。 敌氏又把价钱藏起些, 私下奉养一壶一声。 一壶一声, 仿得有铭记就引着铁生去入马, 炙酒流连, 日夜不归。 敌氏又将平日所藏之物, 时时寄些与仗师, 为酒师犒赏支柱。 只要他不归来, 便与一壶一声唱情作乐。 铁生道士欺贤不渡, 悦加放肆, 自为得意。 有两日归来, 敌氏见了千欢万喜, 毫无宣度之意。 铁生感激不胜, 梦里也道, 妻子是个好人。 有一日, 正安排了酒果, 要与一壶一声享用, 恰欲铁生归来, 见了说道, 为何至酒? 敌氏道, 晓得你今日归来, 恐怕寂寞, 顾设此等待, 以着人去邀一壶一声来陪你了。 铁生道, 知我心者, 我妻也。 须与一壶一声过来, 铁生又与静欢, 商量的只是行愿门中说话, 有失罪了, 又跳着门市的话。 一壶一声道, 你如今有此等铭记相义交医, 何必还顾此糟糠之至? 果然不嫌丑陋, 到底设法上你守罢了。 铁生感谢不尽, 却是口里虽如此说, 终日被一壶一声哄到 季家醉梦不醒, 弄得他眼花缭乱, 也那有闲日子 去门市做辍去功夫。 一壶一声与敌氏却打得火一般热, 一夜也肩步的。 爱着铁生在家, 虚不方便。 一壶一声又有一个吃酒一醉的方, 私下传授了敌氏, 坐下了酒, 补上十来杯, 便大醉软瘫, 只撕睡去。 自有了此方, 铁生就是在家, 或与敌氏, 或与一壶一声吃不多而杯, 以此颓然在旁。 一壶一声就出来与敌氏换了酒, 忠悉笑语一吟一戏, 铁生竟是不绝的。 有番把归来时, 撞着一壶一声敌氏正在欢迎, 一壶一声虽敲得避过, 背盘狼藉, 收拾不迭。 铁生问起, 敌氏只说是某亲眷到来留着吃饭, 怕你来抢酒, 吃不过, 逃去了。 铁生便就不问, 只因前日敌氏说了不肯一交一对的话, 信以为实, 倒是个心性贞洁的人。 那壶一声, 又挟那凤城, 唯恐不及, 终日陪嫖一记, 陪吃酒的, 一发那里疑心着。 况且, 两个有心人算一个无心人, 使臂又坐了脚, 便有些小行迹也都遮饰过了。 道底外任一壶一声为凉棚, 内任敌氏为贤妻, 迷而不悟。 街坊上人知道此事的渐渐多了, 编着一只色调山坡羊来吵他道, 那风月长, 那一个不爱, 只是自有了交易期, 也落得个自在。 又何须终日去乱走一壶一行, 反把个贴肉的人送别人还债。 你要把别家的, 一手擎来, 谁知在家的, 把你双手脱开。 秉然是敌的道先敌了, 你曾见他, 难门安在。 割猫尾伴着猫饭来, 也落得与人用了些不疼的家财。 乖乖, 这样贪花, 只算得舍本消在。 乖乖, 这场一交一役, 不做得公道生涯。 却说铁生终日丹于酒色, 如醉如梦, 过了日子, 不觉身子逃出病来, 起床不得, 免卧在家。 医护医生自觉有些不便, 不敢往来。 迪氏通知他道, 丈夫是不起床的, 一切使臂们坐眼得多, 只管放心来走, 自补房事。 一壶一声得了这个消息, 镜子别无顾忌, 出入自弹, 灌了脚步, 不觉忘怀了, 错在床面前走过。 铁生忽然看见了, 怪问起来道, 一壶一声如何在里头走出来? 迪氏与两个使臂同声道, 自不曾见人走过, 那里甚么一壶一声。 铁生道, 世财所见, 分明是一壶一声, 你们又说没甚人走过, 难道病眼模糊, 见了鬼了? 迪氏道, 非是见鬼。 你心里终日想起妻子, 想得极了, 故精神恍惚, 开眼见她, 是个眼花。 此日, 一壶一声知道了这话, 说道, 虽然一时扯谎, 哄了她, 她后边病好了, 必然静想的这, 岂不宜心? 她既认是鬼, 我有道理, 真个把鬼来与她看看, 等她信实是眼花了, 以免日后之意。 迪氏笑道, 又来调猴, 那里得有个鬼。 一壶一声道, 我今夜晨暗躲在你家后房, 落得与你欢乐, 明日我装作一个鬼, 走了出去, 却不是一举两得。 果然是叶迪氏安顿一壶一声在别房, 却叫两个使必在床前相伴家主, 自推不耐繁复事, 涂在别床安寝, 撇了铁声镜, 与一壶一声睡了一晚。 明日打听的铁声睡起朦胧, 一壶一声把些垫涂了面孔, 将鬓发染红了, 用棉裹了两只脚要走得无声, 故意在铁声面前直冲而出。 铁声病虚的人一见大惊, 喊道, 有鬼, 有鬼。 王把被遮了头, 只是颤。 狄氏急忙来问道, 为何大惊小臂? 铁声哭道, 我说昨日是鬼, 今日果然见鬼了。 此病凶多吉少, 急急请个师屋, 替我扬解则个。 自此一经, 病是见重。 狄氏也有些过意不去, 只得去访求法师。 其实黎原上百里有一个了卧禅师, 浩虚谷, 借行为诸山守官。 铁声以狄请至, 见忏悔法坛, 以其佛力保佑。 时日卧师入定, 过时不起, 至黄昏时醒。 问铁声道, 你上代有个秀医工吗? 铁声道, 就是吴家公公。 卧师又问道, 你朋友中, 有个一壶一生吗? 铁声道, 事无好友。 狄氏见说着一壶一生, 有些心病, 也来侧耳听着。 卧师道, 世间所见甚奇, 铁声道, 有何其处? 卧师道, 贫僧出行, 见本宅土地, 恰欲宅上先祖秀医工在那里夙渊, 道其孙为一壶一生所害。 土地此事直卑, 礼不得这事, 交秀医工道, 今日南北二斗会祥御寺风下, 渴望夙之, 必当得礼, 秀医工邀贫僧同网, 到的那里, 果然见两个老人。 一个祝妃, 一个祝律, 对坐下节。 秀医工叩头养肃, 老人不应, 秀医工肃之不止。 其罢, 方开言道, 福善或一银衣, 天子有常理。 耳是儒家, 乃昧自取之礼, 唯无以之求。 耳孙不孝, 有此之礼, 但耳为名儒, 不宜绝四, 耳孙可以不死。 一壶一生宣, 一银一败度, 妄幼而孙, 不受报于人间, 必受罪于殷氏。 而且归, 一壶一生自有主者, 不必仇他, 也不必诉我, 说罢, 顾贫僧道, 而亦有缘, 得见无备。 耳既见此事, 耳须与世人说之, 也使之祸福不爽, 延弃而去, 贫僧定中所见如此。 经过有秀医公与一壶一生, 岂不其在, 敌氏听见大惊, 没做理会处。 铁声也指到一壶一生, 又他嫖荡, 故宫公诉他, 也还不知敌氏有这些缘故。 但见说可以不死, 是有命的, 把心放宽了, 并修剪动了好些, 反是敌氏替一壶一生担忧, 害出心病来。 不多几时, 铁声痊愈, 一壶一生腰痛起来。 寻日之内, 雍居大发。 医者道, 是酒色过度, 水节无救。 铁声日日直进卧内问病, 一向通家, 也不必记。 门士在他床边服侍, 遮遮掩掩, 见铁声日常周济他家的, 心中带些感激, 渐渐一跤一通说话, 眉来眼去。 铁声出于酒目, 得此机会, 老大撩拔。 调得情热, 背了一壶一生眼后, 两人椅子搭上了。 铁声从来信愿, 赔了妻子多时, 至此方才勾帐。 正是, 一报还一报, 皇天不可期。 向来打一交一役, 正本在私时。 门士与铁声成了此事, 也似敌是与一壶一生起初一般的如交似妻, 晓得一壶一生命在旦夕, 到底没有好的日子了, 两人恩山一海, 要做到头夫妻。 铁声对门士道, 我妻甚贤, 前日尚许我接你来, 帮村我成好事。 而今若得娶你同去相处, 是绝妙的了。 门士冷笑了一声道, 如此肯帮村人, 所以自家也会帮村。 铁声道, 他如何自家帮村? 门士道, 他与我丈夫往来已久, 晚间时常不在我家里睡。 但看你出外, 就到你家去了。 你难道一些不知? 铁声方才如梦出绝, 如醉方醒, 晓得一壶一生骗着他, 所以卧师入定, 先祖有此诉。 今日得门士上手, 也是果报。 对门士道, 我前日眼里亲看见, 却被他们把鬼话遮掩了。 今日若非娘子说出, 到底被他两人瞒过。 门士道, 切不可到你家说破, 怕你家的怪物。 铁声道, 我既有了你, 可以试恨。 况且你仗师将威了, 我还家去张扬做甚吗? 悄悄别了门士回家里来, 且自隐忍不言。 不两日, 一壶一生死了, 铁声吊把归家, 敌士念着旧情, 心中哀痛, 不觉掉下泪来。 铁声此时有心看人的了, 有什么看不出? 冷笑道, 此泪从何而来? 敌士一时无眼。 铁声道, 我已尽知, 不必瞒了。 敌士子仗了面一皮, 强口道, 是你相好往来的死了, 不觉感叹堕泪, 有什么知不知? 瞒不瞒。 铁声道, 不必口强。 我在外面诉时, 他何曾在自家家里诉? 你何曾独自诉了? 我前日病时亲眼看见的, 又是何人? 还是你相好往来的死了, 故此感叹堕泪。 敌士见说着真话, 不敢分辨, 默默不乐。 又且想念一呼一声, 和眼就见他平日模样。 奄奄成病, 饮食不尽而死。 死后半年, 铁声央梅把门市取了过来, 做了续弦。 铁声与门市甚是相得, 心中想着卧师所言, 祸福至报, 好生警务, 对门市道, 我只因见你姿色, 起了邪心, 却被一呼一声, 先一银一购了妻子。 这是我的花报。 一呼一声与无妻子, 背了我一银一购, 今日却一时俱死。 你归于我, 这却是他们的花报。 此可为妄想协议银一之间。 先前卧师入定转来, 已说破了。 我如今悔心已起, 家业虽破, 还好收拾支撑, 我与你安分守己, 过日罢了。 铁声就礼拜卧师为师傅, 受了武戒, 借了协议银一, 也再不放门市出去游荡了。 悍免之间, 传将此事出去, 晓得果报不虚。 卧师又到处把定中所见劝人, 变了好些风俗。 有诗为证, 亦将遗憾之俗, 其女好友。 自非文化, 谁不可求。 堵塞相悦, 彼此迎勾。 宁之杰族, 反战先头。 诱人荡败, 自己筹谋。 一招深去, 填土人收。 眼前环抱, 不爽一筹。 奉劝世人, 莫爱风一流。 第三十二章章 园外义府, 明灵子包, 由图至传。 诗曰, 得失枯荣中在天, 机关用尽也突然。 人心不足舌吞向, 适适到头堂补缠。 无药可自言轻受, 有钱难买子孙贤。 甘贫首分随缘过, 便是逍遥自在先。 话说大梁有个富翁姓张, 妻房已丧, 没有孩儿, 只生一女, 招的个女婿。 那张老年纪已过六十, 因把田产家园 尽一娇一女婿 定做了一家, 赖其奉养, 以为终身之计。 女儿女婿 也自假意奉承, 成言顺执, 她也不作生而致望了。 不想以后, 渐渐疏懒, 老大不堪。 忽一日在门首贤力, 只见外孙走出来 寻公公吃饭。 张老便道, 你寻我吃饭妖。 外孙答道, 我寻自己的公公, 不来寻你。 张老闻得此言, 满怀不乐。 自想道, 女儿落地便是别家的人, 果非虚化。 我年纪虽老, 一经一例未衰, 何不娶个偏方。 躺货生的一个男儿, 也是张门后代。 随把自己留下余才, 央媚娶了鲁氏之女。 成婚未久, 果然身怀六甲, 方极周年, 生下一子。 张老十分欢喜, 亲微之间, 都来庆贺。 唯有女儿女婿, 暗暗地烦恼。 张老虽将儿子取名一妃, 众人皆称他为张一郎。 又过了一二年, 张老患病, 沉重不起, 将及危急之际, 写下一书二纸, 将一纸赋予鲁氏党。 我只为女婿, 外孙不幸, 故此娶你做个偏方。 天可怜见, 生得此子, 本代把家私禁暗于他, 争奈他年纪又小, 你又是个女人, 不能支持门户, 不得不与女婿管理。 我若明明说破他年要归我, 又恐怕他每暗生毒戒。 而今, 我这遗书中暗藏雅迷, 你可紧紧收藏, 且待我而成, 人之日, 从功告礼。 躺遇着联名官府, 自由主张。 鲁氏一眼, 收藏过了。 张老便叫人请女儿女婿来, 嘱咐了儿具, 就把一纸遗书于他, 女婿接过看到, 张一妃我子也, 家财尽于我婿。 外人不得征战。 女婿看过大喜, 就一交一付浑家收弃。 张老又私把自己余姿, 与鲁氏母子, 为日用之费, 另间房子与他居住。 数日之内, 病重而死。 那女婿殡葬仗人已毙, 倒是家园尽是他的, 夫妻两口, 洋洋得意, 自不消说。 却说鲁氏抚养儿子, 渐渐长成。 阴意一言, 带了遗书, 领了儿子, 当官告诉。 正奈官府, 都倒是亲笔遗书, 既如此说, 自应是女婿得的。 又且那女婿有钱买主, 谁肯与她分剖。 秦为都为张一不平, 其道, 张老病中乱命, 如此可笑, 却是没做理会处。 又过了几时, 换了个新支线, 大有能生。 鲁氏又领了儿子到官告诉, 说道, 临死之时, 说书中暗藏雅迷。 那支线把书看了又看, 忽然会议, 便叫人换将张老的女儿, 女婿众亲眷们, 及地方父老都来。 支线对那女婿说道, 你富翁真是个聪明的人, 若不是遗书, 家似险被你占了。 待我读语你听, 张一飞, 我子也, 家财尽语。 我需外人, 不得征战, 你倒怎么把飞字写作飞字。 只恐怕舅子年幼, 你见了此书, 生心谋害, 故此用这机关。 如今被我识出, 家财自然是你舅子的, 再有何说? 当下举笔把遗书圈断, 家财戏盼还张一飞, 众人拱夫而散。 才晓得张老取名之时, 就有心机了。 正是, 异性如何优厚资? 应归亲子不虚矣, 书中雅迷谁能识? 大隐神明果足奇。 指这个故事, 可见亲书分定, 纵然一时朦胧, 久后自有联名官府 剖断出来, 用不着你的蛮心魅脊。 如今带小子再宣一段话本, 叫做 《包邮图志传》和同文。 你到这话本出在那里。 乃是宋朝廷梁西夫外溢定方 有个居民刘大, 明天祥 娶妻阳氏。 兄弟刘二, 明天瑞, 娶妻张氏, 嫡亲戍口, 同家过活, 不曾分令。 天祥没有儿女, 阳氏是个二婚头, 出嫁时带个女儿来, 俗名叫做脱油瓶。 天瑞生个孩儿, 叫做刘安住。 本出有个理社长, 生一女儿, 名幻定义奴医, 与刘安住同年。 因为李社长与刘家一交以后, 从未生时只赴为婚。 刘安住二岁师姐, 天瑞已与他聘定李家之女了。 那阳氏甚不贤惠, 又私心要等女儿长大, 招个女婿, 把家私多分于他。 因此周里坚时常有些说话的。 亏得天祥兄弟和睦, 张氏也自顺气, 不知生戏。 不想遇这荒谦之岁, 六料不收, 上司发下名文, 着居民分房捡口, 往他乡外府衬熟。 天祥与兄弟商议, 便要远行。 天瑞道, 哥哥年老, 不可他出。 带兄弟带领妻儿去走一遭。 天祥一言, 便请将李社长来, 对他说道, 亲家在此, 只因年岁兄妾, 难以度日。 上司旨意着居民捡口, 往他乡称熟。 如今我兄弟三口, 择日远行。 我家自来不曾分令, 一遇写下两纸合同文书, 把应有的装填物件, 房廊乌社, 都写在这文书上。 我每个收留下一纸, 兄弟一二年回来便罢, 若兄弟十年五年不来, 其间万一有些好歹, 这纸文书便是个老大的证件。 特请亲家道来, 做个贱人, 与我美化个字。 李社长应承道, 当得, 当得。 天祥便取出两张素纸, 举笔写道。 东京西关义定方住人刘天祥, 弟刘天瑞, 幼稚安住, 只为六料不收, 奉上司文书分房捡口, 各处称书。 弟天瑞窃期待子, 他乡称书, 一应加私房产, 不曾分令。 金利合同文书二纸, 各收一纸为诏。 年月日, 立文书人刘天祥, 亲弟刘天瑞, 见人李社长。 当下个人画个花鸭, 兄弟二人, 每人收了一纸, 管带了李社长自别去了。 天瑞捡个吉日, 收拾行礼, 辞别凶嫂而行。 弟兄两个, 借个流泪。 唯有杨氏, 巴不得他三口出门, 甚是得意。 有一只仙驴赏花时, 单道着这事。 两只合同各自收, 一日分离无限忧。 此故里, 往他州, 只为这黄苗不咎, 可恶的心去亦难留。 且说天瑞带了妻子, 一路参风宿水, 无非是逢桥下马, 过渡登州。 不择一日, 到了山西路州高平县下马村。 那边正是丰人年时, 朱班买卖好作, 就租个富户人家的房子住下了。 那个富户张员外, 双鸣丙怡, 浑家郭氏。 夫妻两口, 为人输才仗义, 好善乐事。 广有田庄地宅, 只是寸男池女并无, 以此心中不满。 见了刘家夫妻, 为人和气, 十分相得。 那刘安住年方三岁, 张员外见他生得眉清目秀, 怪觉聪明, 满心欢喜。 与浑家商议, 要过继他做个明灵之子。 过世心里也正要如此。 边阳人与天瑞和张氏说道, 张员外看见你家小僻人, 十二分得意, 有心要把他做个过房儿子, 通家往来。 为之二位意下何卢? 天瑞和张世健富家要过继他的儿子, 有甚不向益处。 便回答道, 只恐贫寒, 不敢养攀。 若蒙员外如此美情, 我夫妻两口住在这里, 可也增好些光彩礼。 那人便将此话回复了张员外。 张员外夫妻甚是快话, 便捡个吉日, 过继留安住来, 就叫他做张安住。 那张氏与员外, 为氏同姓, 又拜他做了哥哥。 自此与天瑞认为狼舅, 往来一交以后, 房前衣食都不要他出了。 彼此将及半年, 谁想欢喜未来, 烦恼又到, 刘家夫妻二口, 个个染了疫症, 一握不起。 正是, 农霜偏打无根草, 或来只奔赴亲人。 张员外见他夫妻病了, 是铜骨肉, 言一条理, 只是有增无减。 不上数日, 张氏仙子死了。 天瑞大哭一场, 又得张员外买官并练。 过了二日, 天瑞看看病重, 自知不全, 便邀人请将张员外来, 对他说道, 大恩人在上, 小生有句心腹话, 敢说的吗? 员外道, 姐夫, 我与你一桶骨肉, 有甚吩咐, 都在不裁身上。 决然不负所托, 但说何妨? 天瑞道, 小生嫡亲的兄弟两口, 当日离家时节, 哥哥立了两纸合同文书。 哥哥收一纸, 小生收一纸, 怕有些好歹, 以此为证。 今日多蒙大恩人另眼相看, 谁知命捡实乖, 果然做了他乡之鬼。 安住孩儿幼小无知, 继承大恩人过忌, 指望大恩人广修阴德, 将孩儿抚养成, 人长大, 把这纸合同文书, 吩咐于他, 将我夫妻俩把古事埋入祖坟。 小生今生不能补报, 来生来侍情愿坐驴坐马, 报答大恩, 是必修迷了孩儿的本性。 说吧, 泪如雨下, 张元外也自下泪, 满口应成, 又将好言安慰他。 天瑞就取出文书, 与张元外收了, 挨至晚间, 明目而死。 张元外又被棺木依亲, 胜殓已毙, 将他夫妻两口棺木权, 埋在祖营之侧。 自此抚养安住, 恩同己子。 安住渐渐长成, 也不与他说之旧礼, 就送他到学堂里读书。 安住灵力聪明, 过目成颂。 年十余岁, 五经子始, 无不通晓。 又且为人和顺, 孝敬二亲。 张元外夫妻珍宝, 也试得待他。 每年春秋节令, 待他上坟, 就叫他拜自己父母, 但不与他说明缘故。 真是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年纸之间, 又是一十五年, 安住已长成十八岁了。 张元外正与郭氏商量, 要与他说之前世, 者他归宗葬妇。 时遇清明节令, 夫妻两口, 又带安住上坟。 只见安住指着旁边的土堆问元外道, 爹爹年年叫我拜这坟营, 一向不曾问的, 不知是我什么亲眷。 去孩儿说之, 张元外道, 我儿, 我正待要对你说, 这你还乡, 只恐怕晓得了自己爹爹妈妈, 便把我们抚养之恩都看得冷淡了。 你本不姓张, 也不是这里人士。 你本姓刘, 东京西关义定方居民刘天锐之子, 你伯父是刘天祥。 因为你那里六料不收, 分房捡口, 你父亲母亲带你到这里趁熟, 不想你父母双亡, 埋葬于此。 你父亲临终时节, 遗留于我一纸合同文书, 应有家私填产, 都在这文书上。 教代你成, 人长大, 与你说之旧礼, 扯你带着文书去认伯父伯母, 就带古师去祖坟安葬。 儿啊, 今日不得不说与你知道, 我虽无三年养育之苦, 也有十五年抬举之恩, 却休忘我夫妻两口。 安住文言, 哭倒在地, 云外和孤氏叫唤苏醒, 安住又对父母的坟营, 哭败了一场道。 今日方晓得生身的父母。 就对园外, 郭氏道, 秉过爹爹母亲, 孩儿既知此事, 时刻也吃不得了, 其爹爹把文书父我, 虚所带了古师, 往东京走一遭去。 埋葬已毕, 重来侍奉二亲, 为之二亲意下何如。 园外道, 这是行孝的事, 我怎好阻当的你? 但只愿你早去早回, 免使我两口玄望。 当下一同回到家中, 安住收拾起行装, 次日拜别了爹妈。 园外就拿出合同文书 与安住收了, 又叫人起出古师来, 与他带去。 临行, 园外又吩咐道, 休要酒恋家乡, 忘了我任意父母。 安住道, 孩儿怎肯 做知恩不报恩。 大事已完, 仍到西夏释养。 三人个个撒了而别。 安住一路上不敢吃言, 早来到东京西观义顶方了。 一路问到刘家门首, 只见一个老婆婆站在门前。 安住上前唱了个懦道, 有樊妈妈与我通报一声, 我姓刘明安住, 是刘天锐的儿子。 问得此间是伯父伯母的家里, 特来拜人归宗。 只见那婆子一闻此言, 便有些变色, 就问安住道, 如今二哥二嫂在那里。 你既是刘安住, 须有合同文字为诏。 不然, 一面不相识的人, 如何信的是真? 安住道, 我父母十五年前, 死在鹿州了。 我亏得义父抚养到今, 文书自在我行礼中。 那婆子道, 则我就是刘大的魂家, 既有文书便是真的了。 可把于我, 你且站在门外, 带我将进去, 与你伯伯看了, 接你进去。 安住道, 不知就是我伯娘多有得罪。 就打开行李, 把文书双手递将送去。 杨氏接的望着里边去了。 安住等了半赏不见出来。 原来杨氏的女儿已坠过女婿, 满心只要把家园尽数于他日夜房的士叔, 审, 折回来。 金剑说书审拒死, 博之两个又从不曾时任可以欺骗得的。 当时赚得文书到手, 把来紧紧藏在身边暗处, 却待等他再来蝉食, 与他白赖。 也是刘安住悔气, 何当有事, 撞见了他。 若是先见了刘天祥, 虚不到的由此。 再说, 刘安住等的气叹口渴, 鬼影也不见一个, 又不好走得进去。 正在疑心之际, 只见前面定将一个老年的人来, 问道, 小伴, 你是那里人? 魏慎是在我门手呆呆站着。 安住道, 你莫非就是我伯伯吗? 则我便是十五年前, 父母带了陆舟去称熟的刘安住。 那人道, 如此说起来, 你正是我的侄儿, 你那合同文书安在。 安住道, 适才伯娘已拿将进去了。 刘天祥满面堆下笑来, 携了他的手, 来到前厅。 安住道身下拜, 天祥道, 孩儿行路劳顿, 不须如此。 我两口年纪老了, 真是风中之竹。 自你三口去后, 一十五年, 杳无阴性。 我们兄弟两个, 只看你一个人。 偌大家思, 无人承受, 烦恼得我眼野花, 而眼龙了。 如今姓德孩儿归来, 可喜可喜。 但不知父母安否, 如何不与你同归来看我们一看? 安住扑素素泪下, 就把父母双亡, 义父抚养的士修, 从头至尾说一遍。 刘天祥也哭了一场, 就唤出杨氏来道, 大嫂, 折在此件泥里。 杨氏道, 那个折儿。 天祥道, 就是十五年前去称熟的刘安住。 杨氏道, 那个是刘安住? 这里哨子美极多, 大分是见我没有些家私, 假装做刘安住来贸任的。 他爹娘去时, 有合同文书, 若有便是真的, 如无便是假的。 有什么难见处? 天祥道, 是财孩儿说道, 已一交一付与你了。 杨氏道, 我不曾见。 安住道, 是孩儿亲手一交一语伯娘的。 怎如此说? 天祥道, 大嫂修的我耍, 孩儿说你拿了她的。 杨氏只是摇头, 不肯承认。 天祥又问安住道, 这文书伟实在哪里? 你可是说。 安住道, 孩儿怎敢有气? 伟实是伯娘拿了, 人心天理, 怎好赖的? 杨氏骂道, 这个说谎的小弟子孩儿, 我几层见那文书来。 天祥道, 大嫂修要斗气, 你果然拿了, 与我一看何妨? 杨氏大怒道, 这老子也好糊涂。 我与你夫妻之情, 道信不过, 一个铁墨生的人, 道并不疑心。 这纸文书, 我要她胡窗儿。 有何用处? 如果折来, 我也欢喜, 如何肯烧留她的。 这花子故意来捏舌, 哄骗我们的家私里。 安住道, 伯傍, 你孩儿情愿不要家财, 只要傍着祖坟上埋葬了我父母这两把古事, 我便扔到鹿州去了。 你孩儿须自有安身立命之处。 杨氏道, 谁听你这花言巧语? 当下提起一条肝棒, 望着安住劈头劈脸打僵过来, 早把他头打破了, 鲜血尽流。 天祥虽在旁边解劝, 喊道, 且问个明白, 却是自己又不认得着, 见魂家敌死不认, 不知是假是真, 好生伪绝不下, 只得有他。 那杨氏将安住又出前门, 把门闭了。 正是, 黑芒口中蛇, 黄蜂伪上针。 两班由未毒, 最毒妇人心。 刘安住气倒在地多时, 渐渐苏醒转来, 对着父母的遗骸放声大哭。 又道, 伯娘你直下的如此狠毒。 正哭之时, 只见前面又走过一个人来, 问道, 小伴, 你那里人。 魏甚是在此啼哭。 安住道, 我便是十五年前, 随父母去称熟的刘安住。 那人见说, 吃了一惊, 仔细向了一向, 问道, 谁人打破你的头来? 安住道, 这不干我伯父事, 是伯娘不肯认我, 拿了我的合同文书, 抵死赖了, 又打破了我的头。 那人道, 我非别人, 就是李社长。 这等说起来, 你是我的女婿, 你且把十五年来的事情, 细细与我说一遍, 带我与你做主。 安住剑说是丈人, 恭恭敬敬, 唱了个诺, 哭高道, 岳父听饼, 当初父母同安住称熟, 到山西路州高平县下马村, 张炳一元外家电房中安下, 父母染病双亡。 张元外任我为义子, 抬聚的城, 任长大, 我如今十八岁了, 义父才与我说之旧礼, 因此担着我父母两把古诗来认伯伯, 谁想杨伯娘将合同文书赚得去了, 又打破了我的头, 这等冤枉那里去告诉我。 说吧, 泪如永泉。 李社长气得面一皮紫账, 又问安住道, 那纸合同文书, 既被赚去, 你可记得吗? 安住道, 记得。 李社长道, 你且悲来我听。 安住从头念了一遍, 一字无差。 李社长道, 果是我的女婿, 再不消说, 这钱婆好生无礼。 我如今敲进刘家去, 说得她转变罢, 说不转时, 现今开封福福隐士包龙图相公, 十分聪杂。 我与你同告状去, 不怕不断还你的家私。 安住道, 全凭岳父主张。 李社长当时敲进刘天祥的门, 对他夫妻两个道, 亲翁亲母, 什么道理, 亲侄回来, 如何不肯认她, 反把她头都打破了。 杨士道, 这个, 社长你不知他是诈骗人的, 过来我家里打魂。 他既是我家侄, 当初曾有合同文书, 有你画的字。 若有那文书时, 便是留安住。 李社长道, 他说是你转来藏过了, 如何白赖。 杨士道, 这社长也好笑, 我何曾见他的, 却是纸贼的一般, 别人家的事情, 谁要你多管。 当下又举起赶棒要打安住, 李社长恐怕打坏了女婿, 挺身拦住, 领了他出来道, 这钱婆使这般的狠毒见识, 难道不认就罢了? 不道的和你甘休。 贤婿不要烦恼, 且带了父母的骨饰, 和这行囊到我家中江西一晚。 明日到开封府近状, 安住从命, 随了岳账, 一路到李家来。 李社长又引他拜见了账母, 安排酒饭管带他, 又与他包了头, 用药夫制。 此日清晨, 李社长写了状词, 同女婿到开封府来。 等了一会, 龙徒已升堂了, 胆见。 东东崖古响, 功力两边排。 阎望生死殿, 冬月下魂台。 李社长和刘安住当堂教区, 包龙徒借了状词。 看笔, 先叫李社长上去, 问了情友。 李社长从头说了, 包龙徒道, 莫非是你包揽官司, 缩绞他的。 李社长道, 她是小人的女婿, 文书上缘由小人花鸭, 连他幼稚含冤, 故此与他申诉。 曾敢欺的青天爷爷。 包龙徒道, 你曾认的女婿吗? 李社长道, 他自三岁离乡, 今日方规不曾认的。 包龙徒道, 既不认的, 又试了合同文书, 你如何信得它是真? 李社长道, 这文书除了刘家兄弟和小人, 并无一人看见。 他如今从前至后背来, 不差一字, 岂不是个老大的证件? 包龙徒又唤刘安柱起来, 问其情友。 安柱也一一说了, 又验了他的伤。 问道, 莫非你果不是刘家之子, 借此来行拐骗的吗? 安柱道, 老爷, 天下师是贾南针, 如何做得这眉影的尸体? 况且, 小人的义父张炳仪, 广有田宅, 也够小人一生受用了。 小人原说过情愿, 不分伯父的家私, 只要把父母的骨石葬在祖坟, 便扔到陆州义父处去居住。 望爷爷倾天详查, 包龙徒见他两人说得有理, 就批准了撞词, 随即居换刘天祥, 夫妇同来。 包龙徒叫刘天祥上前, 问道, 你是个一家之主, 如何没些生意, 全听七言? 你且说那小丝, 果是你的侄儿不是? 天祥道, 爷爷, 小人自来不曾认的侄儿, 全凭着合同为证, 如今这小丝抵死说是有的, 弃子又抵死说没有, 小人又没有背后眼睛, 为此委决不下。 包龙徒又叫杨氏起来, 再三盘问, 只是推说不曾看见。 包龙徒就对安住道, 你伯父伯娘如此无情, 我如今听听你着实打他, 且笑你这口怨气。 安住侧然下泪道, 这个使不得, 我父亲上是他的兄弟, 岂有折打伯父之理。 小人本为任亲葬父行性而来, 又非是争才净产, 若是要小人做此逆轮之事, 致死不敢。 包龙徒听了这一遍说话, 心下已有几分明白。 有诗为证, 包老神名称绝伦, 就终取直起难分。 当堂不肯施刑法, 亲者原来只是亲。 当下又问了杨氏而聚, 假意道, 那小丝果是个拐骗的, 请李难容。 你夫妻们和李某且个回家去, 把这私下在牢中改日言行审问。 刘天祥等三人叩头而出, 安住自到狱中去了。 杨氏安安地欢喜, 李社长和安住聚葛怀着鬼胎, 疑心道, 包爷象称神明, 如何今日倒把原告监禁? 却说包龙图密地吩咐老子美, 不许难为留安住, 又吩咐衙门中人张扬出去, 只说安住破伤风发, 不久待死。 幼稚人往鹿州取江张炳仪来, 不择一日, 张炳仪到了。 包龙图问了他背戏, 心下大名, 就叫他劳门手建了安住, 用好言安慰他。 次日, 签了听审的牌, 又密嘱咐老子美临审时如此如此, 随即将一行人拘到。 包龙图叫张炳仪与杨氏对变, 杨氏只是应征, 不肯放松一句。 包龙图便叫监中取出留安网来, 只见老子回说道, 病重垂死, 行动不得。 当下李社长见了张炳仪问名缘故不差, 又奋气与杨氏争辩了一会。 又见老子们来报道, 刘安住病重死了。 那杨氏不知厉害, 听见说是死了, 便道, 真死了, 却谢天地, 倒免了我家遗类。 包爷吩咐道, 刘安住的何病而死? 快叫武座人相识了回话。 武座人向了, 回说, 相得死亦十一, 约年十八岁, 大阳学为他误所伤致死, 四周有亲子很可验。 包龙图道, 如今却怎么处? 刀弄作个人命事, 一发重大了。 误误那杨氏, 那小厮是你什么人? 可与你官慎亲吗? 杨氏道, 爷爷, 其实不官慎亲。 包爷道, 若是官亲时节, 你是大, 他是小, 纵然打伤身死, 不过是误杀子孙, 不致偿命, 只发些同纳书。 既是不官亲, 你岂不闻地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他是各自是人, 你不认他罢了, 拿什么气仗打破他头, 做了破伤风身死。 律上说, 殴打平人, 因而致死者抵命, 左右可将加来, 加了这婆子。 下在死丘牢里, 一交一丘处决, 尝着小丝的命。 只见两边如狼似虎的工人爆雷, 也似答应一声, 就抬过一面加来, 虎的羊氏面如适色, 只得喊道, 爷爷, 他是小熬人的纸。 包龙图道, 既是你折, 有何凭据? 杨氏道, 现有合同文书为证, 当下身边摸出文书, 地语包公看了。 正是, 本说的丁一卯二, 生扭作插三错四, 略用些小小机关, 早赚出合同文字。 包龙图看壁, 又对杨氏道, 留安住既是你的折, 我如今这人抬他的一师一手出来, 你须领去埋葬, 不可推却。 杨氏道, 小熬人情愿殡葬之儿。 包龙图便叫监中取出刘安网来, 对他说道, 刘安住, 早被我赚出合同文字来也。 安住叩头谢道, 若非青天老爷, 真是驱杀小人。 杨氏抬头看时, 只见容颜如旧, 连打破的头都好了。 满面羞残, 无言抵对。 包龙图碎, 提笔叛阅。 刘安住行校, 张炳仪诗人, 都是罕有, 聚个经表门驴。 李社长这女夫, 择日成婚。 其刘天锐夫妻, 古诗准葬阻赢策。 刘天祥朦朦朦不明, 念其年劳免罪。 欺杨氏本当重罪, 罚同准书。 杨氏坠续, 原非留门瓜葛, 及时逐出, 不得侵占家私。 盼币, 发放一干人犯, 各自还价。 众人叩头而出。 张元外写了通家明帖, 拜了刘天祥, 李社长先回鹿州去了。 刘天祥到家, 将杨氏埋怨一场, 就同折将兄弟股市 埋在祖营以臂。 李社长择个吉日, 坠女婿郭门成婚。 一月之后, 夫妻两口同到鹿州 拜了张元外和郭氏。 以后刘安住出世贵险, 刘天祥, 张元外聚个无似, 两性的家私 都是刘安住一人承当。 可见戎窟分定, 不可强求。 况且骨肉之间, 如此魅济满心, 最伤元气。 所以, 宣这个话本, 奉戒世人, 切不可为这区区财产, 上了天性之恩。 有诗为证。 明灵义父尤诗德, 骨肉天亲反弄奸。 日后方之前竖定, 何如修要用机关。 第三十三章文人生 也占翠福安, 静观尼骤解。 诗云。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弥。 不是三生应叛语, 只需会间断斜思。 话说世间奇眉结发, 多是三生分定, 尽有那灰金或玉, 百计千方图谋成就的, 到底却捉个空。 有那一贫如洗, 家图四壁, 四丝马相如的, 分定时, 不要说寻眉下聘, 与那见面一交一谈, 便是殊俗异类, 素媚平生, 意想所不到的, 却得逞了配偶。 自古道, 因缘本是前生定, 曾向翻陶会礼来, 见得此一世, 非同小可。 只看从古至今, 有那昆仑义奴医, 黄山客, 徐侯, 那一般惊天动地的好汉, 也只为从贤祖艰难中, 成全了几对夫妇, 直叫万古流传。 奈何平人见个美貌女子, 便带偷鸡吊狗, 滚热了又妄想永远做夫妻, 奇奇怪怪, 用尽积谋, 讨得歇寡便宜, 再垫辱人家门风, 直到弄江出来, 十个九个死无葬身之地。 说话的, 依你如此说, 怎么今世上也有偷妻的, 道成了正果? 也有奸骗的, 到底无事, 怎见得便各个死于非命? 看官听说, 你却不知, 一饮一酌, 莫非前定? 夫妻自不必说, 就是些咸花野草, 也只是前世的缘分。 假如偷妻的, 成了正果, 前缘凑着, 自然配合, 奸骗的宝身没事, 前缘长了, 便可收心。 为此也有这一辈, 自与那痴迷不转头, 送了性命的不同。 如今, 且说一个男假为女, 奸骗王身的故事。 苏州府城, 有一豪家庄院, 甚是广阔。 庄策有易尼庵, 名曰功德庵, 也就是豪家所造。 庵里有五个后生尼姑, 其中只有一个出色的, 姓王, 乃云游来的, 又美丽, 又风月, 年可二十来岁。 是他年纪最小, 却是豪家生意, 推他做个安主。 原来那王尼, 有一身奢骂的本事, 低贱一张花嘴, 树黄倒白, 指东画西, 专移在官室人家打学, 那女眷们没一个不被他哄得投机的。 第二件, 一负一温一存情性, 善能修查人情, 随机应变的帮村。 第三件, 一手好手艺, 又会写作, 又会刺绣, 那些大户女眷, 也有请他家里来教的, 也有到地安里就教的。 又不时有那来求子的, 来做道场保养灾毁的, 他又去富贵人家, 及乡村妇女, 又约到安中作会。 安有竟是十六间, 各被闯入亲诊, 要留宿的即便。 所以他安中没一日美女眷来往, 或在安过夜, 或儿日停留。 又有一辈妇女, 妇安一次过, 再不肯来了他。 至于男人, 一个不敢上门见面。 因有豪家出告示, 禁止游客闲人。 就是豪家妻女在内, 夫男也别嫌疑, 恐怕罪过, 不敢轻来打搅。 所以女人越来得多了。 话修旭凡, 有个常州旅行厅随着茶院巡礼, 扎盘苏州府的姓袁, 因扎盘公属, 就在茶院相近不便, 一且天气炎热, 要个宽敞所在歇足。 现间借的豪家庄院, 送李行去住在里头。 一日将晚, 李行在院中闲步, 见有一小楼极高, 可以四望。 随不登楼, 只见楼中沉积, 珠网庇护, 是个久无人登的所在。 李行喜他威风远至, 心要纳凉, 不绝千言, 助理许久。 遥望侧边, 对着也是一座小楼。 楼中有三五个少年女娘, 与一个美貌尼姑, 嬉笑玩耍。 李行道躲过身子, 不时那边看见。 偷眼在窗里张石, 只见尼姑与那些女娘, 或是搂抱一会, 或是勾肩搭背, 威脸皆纯一会。 李行看了半赏, 摇着头道, 好生作怪。 若是女泥, 缘何做此等情状? 事有可疑, 放在心里。 此日, 患造历来问道, 此间左侧有个安是什么用? 造历道, 是某爷家公得用。 李行道, 还有男僧在内, 女僧在内。 造历道, 只有女僧五人。 李行道, 可有相客与男僧来往吗? 造历道, 因是女僧在内, 有某爷家做主, 男人等闲也不敢进门, 何况男僧。 多只是相视人家女眷们往来, 这是日日不绝的。 李行心仪不定, 恰好知县来灿。 李行把昨晚所见与知县说了。 知县吩咐冰块, 随着李行, 抬到泥安前来, 把前后密地围住。 李行亲自进安来, 众泥慌忙接着。 李行看时, 只有四个尼姑, 昨日眼中所见的, 却不在内。 问道, 我闻说这安中有五个尼姑, 人和少了一个? 四尼道, 安主偶出。 李行道, 你安中有座小楼, 从那里上去的。 众泥之吴道, 安中只是几间房子, 不曾有什么楼。 李行道, 胡说, 领了人, 各处看一遍, 众泥卧房多看过, 果然不见有楼。 李行道, 又来作怪, 就换一个尼姑, 另到一个所在, 故意把闲话问了一会, 带了开去, 却叫带这三个来, 发怒道, 你们折赶在吴面前说谎。 方才这一个尼姑, 已自招了。 有楼在内, 你们却怎说没有? 这等奸诈可恶, 快去扎来。 众泥慌了, 只得说出道, 时有一楼, 从房里床侧纸壶门里进去就是。 李行道, 既如此, 缘何隐瞒我? 众泥道, 非敢隐瞒爷爷, 时时还有几个乡士家夫人小姐在内, 所以不敢说。 推官便叫众泥开了纸门, 带了四五个造力, 弯弯曲曲, 走江进去, 方是一胡一踢。 只听到楼上嬉笑之一声, 李行站住, 吩咐造力道, 你们去看, 有个尼姑在上面时, 便与我拿下来。 造力领旨, 一拥上楼去, 只见两个闺女三个妇人, 与一个尼姑正坐着饮酒, 见那个宫人抹上来, 吃那已经不小, 四分五落的, 却待躲避。 众躁一起动手, 把那娇娇嫩嫩的一个尼姑, 横拖道拽, 珠江下来。 拽到当面, 问了他卧房在那里, 到里头一搜, 搜出白灵汉金石九条, 皆有女子袁洪在上。 悠悠不及一本, 开载明白, 多是留宿妇女姓氏, 日期, 系住某人是某日出智, 某人是某人见智。 某女是袁洪, 某女原系吴洪, 一一明白。 李星一看, 怒发冲冠, 连四尼多拿了, 带到衙门里来。 安里一班女眷, 见捉了众尼去, 不知什么事发, 一起出安, 故叫各自回去了。 且说李行到了衙门里, 喝轿洞起行来, 坚称身是尼僧, 并无犯法。 李行又娶吻婆进来, 逐一验过, 多是女身。 李行没坐里会处, 思量道, 若如此, 这些汉金不戒如何解说? 换吻婆密问道, 难道毫无可疑? 吻婆道, 只有年小的这个尼姑, 虽不见男行, 却与女人有些两样。 李行蒙想道, 从来闻有缩阳之术, 记这一个有些两样, 必是男子。 我记得一法, 可以破智。 命取由突其阴处, 牵一只狗来舔时, 那狗闻了油香, 渗了长舌舔之不止。 原来狗舌最热, 舔到时来舔, 小泥热氧难煞, 打一个寒劲, 疼得一条棍子直筒出来, 且是坚硬不倒, 重泥与吻婆掩面不叠。 李行怒急道, 如此奸托, 死有余孤。 喝叫托帆, 重打四使, 又加一加棍, 教他从石贡昭来宗去计。 只得昭道, 身系本处游僧, 自幼生相似女, 从事在方上学的采战伸缩之中, 可以夜赌十女。 一向行白连教, 聚集妇女坚肃。 云游到此庵中, 有众泥相爱留住。 因而说出, 能会缩阳为女, 便冲作本安安主, 多与那夫人小姐们来往。 来时幼稚楼上同宿, 人相不宜。 直到引动一吟一杏, 调得情热, 方放出肉一句来, 多不推辞。 也有刚正不肯的, 有个一吟一皱迷了她, 认从一吟一欲, 是比方姐。 所以, 也有一宿过, 再不来的。 其余尽是两厢情愿, 指望永远取乐, 不想被爷爷咽出, 干死无死。 方在贡昭, 只见豪家听了妻女之言, 倒是李行拿了家用尼姑去, 写书来嘱托讨饶。 李行大怒, 也不回书, 竟把汉金, 不借, 封了宋去。 豪家见了, 休难无地。 李行乃叛云, 沈德王某戏三无亡命。 幽仆兼徒, 畅白脸以获前手, 抹红粉以混珠眼。 教祖沙门, 本是登岸和尚, 胶藏金屋, 改为入母观音。 抽玉笋合掌蝉床, 熟信为泥围上。 脱金脸斩身秀她, 谁知是女是男。 辟知灌入凤潮, 适合观辞至好, 蛇游龙窟, 岂无云语之思。 明月本无心, 赵双归而寡居不寡, 清逢远有意, 入诸户而孤女不孤。 废其居, 火其书, 方足以灭其界, 抛其心, 哭其目, 不足以尽其枯。 叛彼, 吩咐行行地, 百般用法摆布, 备受惨酷。 那一个粉一团一野式的和尚, 怎生熬得过? 灯石身死。 斯尼各泽三石, 关卖了, 安基拆毁。 那小和尚一师一手, 抛在观音坛。 闻得这似的, 都去看她。 见她洋雾泪锤, 有七八寸长, 疑似驴马的一般, 进阶眼口笑道, 怪到内眷们喜欢她。 平日与她往来的人家内眷, 闻得此僧失败, 吊死了好几个。 这和尚兼骗了多年, 却死无葬身之所。 若前此回头, 自想到不是久长之计, 改了念头, 或是索性还了俗, 娶个妻子, 过了一世, 可不正应这看官们说得到, 教骗的也有没事这句话了。 便是人到此时, 得了些滋味, 昧了心肝, 直待至死方休。 所以凡人一走了这条路, 先有不做出来的。 正是, 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争来早雨来迟。 这是男装为女的了, 而今有一个女装为男, 偷其后得成正果的话。 红夕年间, 胡州府东门外, 有一儒家, 姓杨, 老儿亡故, 一个妈妈同着小儿子, 并一个女儿过活。 那女儿年方一十二岁, 一貌如花, 且是聪明。 但只从小的三好两欠, 有些小病。 老妈妈没一处不想到, 只要保佑她长大, 随你什么事也去做了。 忽一日, 妈妈和女儿正在那里做秀作, 只见一个尼姑不将进来, 妈妈欢喜接待。 原来那尼姑, 是杭州翠福安的官主, 与杨妈妈来往有年。 那尼姑也是个花嘴骗蛇之人, 平素只贪些风月, 班里收拾下两个后生徒弟, 多是通通与她做些不灵力勾当的。 那时将了一包南枣, 一瓶秋茶, 一盘白果, 一盘素子, 到杨妈妈家来探望。 续了几句寒义瘟衣, 那尼姑看杨家女儿时生得如何? 修态清盈, 风姿已拟, 白似梨花带雨, 较如逃半随风。 缓步轻移, 裙脱下路两肝心损, 何修欲语, 领缘上洞一点猪鹰。 直饶风至不生心, 便是鲁难须动念。 尼姑见了, 问道, 姑娘今年尊耕多少? 妈妈答道, 十二岁了, 诸事道多伶俐, 只有一件没奈何处, 因她身子怯弱, 动不动三病四痛, 老神恨不得把身子剃了她。 为这一件上, 尝试受怕担忧。 尼姑道, 妈妈, 可也曾许个怨心保养保养吗? 妈妈道, 可。 那一件不做过。 求神拜佛, 许愿祷告, 只是不能脱身, 不知是什么晦气兴尽了命, 再也退不去。 尼姑道, 这都是命中带来的, 请把姑娘八字与小尼推一推看。 妈妈道, 师父原来又会算命, 一向不得志, 便将女儿年月日时, 对她说了。 尼姑作章作至, 算了一回, 说道, 姑娘这命, 只不要在妈妈身办便好。 妈妈道, 老神虽不舍得她离眼前, 今要她病好, 也说不得。 除非过季到别家去, 却又幸吉里没一个去处。 尼姑道, 姑娘可曾受拼了吗? 妈妈道, 不曾。 尼姑道, 姑娘命中犯这孤沉, 若许了人家时, 这病一发了不得。 除非这个着落, 方和的姑娘贵躁, 自然寿命延长, 身体妄想。 只是妈妈自然舍不得的, 不好启齿。 妈妈道, 只要饱得没事时, 随着那里去何妨? 尼姑道, 妈妈若割舍得下时, 将姑娘送在佛门, 做个世外之人, 消灾增福, 此为上着。 妈妈道, 师父所言甚好, 这是佛天面上功德。 我虽是不忍抛撇, 譬如多病多痛死了, 没奈何走了这一着吧。 也是前世有缘, 得与师父私熟。 倘若不弃, 便送小女与师父做个徒弟。 尼姑道, 姑娘是一点福星, 若在小安, 佛面上也增多少光辉, 时事万分之幸。 只是小妮怎做的姑娘的师父。 妈妈道, 休嫩她说。 只要师父抬举她一分, 老身也放心了下。 尼姑道, 妈妈说那里话。 姑娘是何等之人, 小妮敢怠慢她。 小安虽则贫寒, 靠着施主们看去, 伸一口食, 不治淡薄, 妈妈不必挂心。 妈妈道, 嫩得带选帮日子, 送到安便了。 妈妈一头看历日, 一头不觉素素地掉泪。 尼姑又劝慰了一番。 妈妈减定日子, 留尼姑在家, 住了两日, 故知传叫女儿随了尼姑出家。 母子两个抱头大哭一番。 女儿拜别了母亲, 同尼姑来到安里, 与仲尼相见了, 拜了师父, 择日与她剃发, 取发名叫做静官。 自此, 杨家女儿便在翠福安做了尼姑, 这多是杨妈妈没生意, 有失为证。 若智虽然为病魔, 无常何必便来托? 等闲送上空门路, 却使她黏字择窝。 你到尼姑, 未甚窜夺杨妈妈, 叫女儿出家。 原来她日常要做些不公不法的事, 全要那个后生标志徒弟, 做个牵头, 引得人动。 她见杨家女儿十分颜色, 又且妈妈只要保护她长成, 又甚是不依了她。 所以她将机就计, 以推命做个人话, 说她把女儿送入空门, 收她做了徒弟。 那时杨家女儿十二岁上, 情斗未开, 却也不以为意。 若是在大几年的, 也抵死不从了。 自作了尼姑之后, 每常或同了师父, 或自己一身到家来看母亲, 一年也往来几次。 妈妈本是爱惜女儿的, 在身边时节, 身子略略有些不爽利, 一分便认作十分, 所以动不动忧愁思虑。 离了身盼, 便有些小病, 却不在眼前倒省了许多烦恼。 又且常见女儿到家, 身子健忘, 女儿怕娘记挂, 口里只说旧病一些不发。 为此, 那妈妈一发信道该是出家的人, 也倒不十分悬念了。 话分两头, 却说湖州黄沙巷里有一个秀才, 父姓文人, 单名一个家字, 乃祖冠绍兴。 殷公公在乌城楚馆, 抄戒过来的。 面似潘安, 才同子健, 年十六岁。 堂上有四十岁的母亲, 家贫未有妻世。 为他少年英俊, 又且气质显雅, 风一流潇洒, 十分在行, 朋友中没一个不爱他敬他的。 所以, 时常有人记住他。 至于腰油燕饮, 一发霸他不得。 但是朋友们相聚, 多以文人声不再为欠。 一日, 正是正月中旬天气, 梅花盛发。 一个后生朋友, 换了一只游船, 拉了文人声往杭州耍子, 就便往西西看梅花。 文人声秉过了母亲同去, 一日夜到了杭州。 那朋友道, 我们且先往西西, 看了梅花, 明日进去。 便叫船家把船撑往西西。 不上个把时辰, 到了。 船船在岸, 文人声与那朋友, 步行上崖, 叫仆从们挑了酒盒, 香窃而行。 约有半里多路, 只见一个松林, 多是荷报不以交一的树。 林中隐隐一座安冠, 周围一袋粉墙包裹, 向阳两扇八字墙门, 门前一道溪水, 甚是僻静。 两人走到安门前闲看, 那安门掩着, 里面却像有人窥去。 那朋友道, 好个清幽安怨。 我们寇门进去, 讨杯茶吃了去, 何如? 文人声道, 还是趁早去看梅花要紧。 转来进去不迟。 那朋友道, 有礼, 有礼。 拽开脚步便去, 请客间走道, 两人看梅花时, 胆见。 烂淫一片, 碎于千众。 忧父习和风, 甲午一乡还叫训, 宿光应立日, 西子静庄应不如。 戳约干能做冰霜, 蹭刺影天移风月。 骚人体永安能尽, 运客碑盘何日休。 两人看了, 闲完了一回, 便叫将酒喝来开怀畅饮。 天色看看晚来, 酒已将尽, 两人吃个半酣, 取路回周中来。 那十天已昏黑, 只要走路, 也不及进庵中观看, 带带下船, 过了一夜。 次早, 松木场上岸不提, 且说那个庵, 正是翠福庵, 便是杨家女儿出家之处。 那时静官已是十六岁了, 更长的怡戎爵士, 且是性格悠闲。 日常有些俗客往来, 也有注目看她的, 也有言三语四挑拨她的。 众尼便嬉笑屈陪, 殷勤款送。 他只淡淡相看, 分毫不放在心上。 闲常见众尼每干些够当, 只坐不知。 闭门静坐, 看些古书, 写些诗句, 再不轻易出来走动。 也是机缘凑拨, 是才闻人生安前闲看时, 恰好静官偶然出来闲步, 在门缝里窥看。 只见那闻人生意志偏偏, 有出尘之态。 静官注目而逝, 看得仔细。 见闻人生去远了, 恨不得赶上去保看一回。 无聊无赖地只得进房, 心下想到, 世间有这般美少年, 莫非天先下降。 人生一世, 但得嫩地一个, 便把终身许他, 岂不是一对好姻缘? 奈我已堕入此中, 这是休题了。 叹口气, 勤着眼泪。 正是, 鸭子漫长黄百味, 难将苦口向人言。 看官听说, 但凡出家人, 必须四大聚空。 自己发的念禁, 死心塌地, 做个佛门弟子, 早夜修持, 烦心一点不动, 却才算得有功行。 若如今世上, 小时凭着父母瞒作, 动不动许在空门, 那小得起投意, 到底难。 道得大来, 得知了这些情欲滋味, 就是强制得来, 原非他本心所愿。 为此就有那不守分地, 污秽了禅堂佛殿, 正叫做做福不如避罪。 奉勸世人, 再修把自己儿女, 送上这条路来。 闲话休题, 却说闻人生自杭州归来, 查染间又过了四个多月。 那年正是大笔之年, 闻人生已从道间取得投名, 此时正是六月天气, 却不慎热, 打点树桩上航。 他有个姑娘, 在杭州关内皇主世家做孤霜, 要去她装上巡间清凉房舍, 静坐几时。 看了出行的日子, 以德朋友们资助了些盘缠, 安顿了母亲, 雇了支航船, 带了家壮阿四, 写了书囊前往。 才出东门, 正行之际, 岸上一个小和尚 说着胡州的话叫道, 船是上杭州的吗? 传家道, 正是送一位科举相公上去的。 和尚道, 既如此, 可待小僧一带, 舟金一礼奉上。 传家道, 师父, 杭州去做甚吗? 和尚道, 我出家在灵隐寺, 今到俗家探亲, 却要回去。 传家道, 要问舱里相公, 我们不敢自主。 只见那阿四便钻出船头上来, 嚷道, 这不识时务小突驴, 我家官人正去乡市, 要逃彩头, 撞将你这一件 突光光不利市的务市来。 去便去, 不去时我把水都豁上一顿水, 替你洗洁净了那乱带头。 你道怎地叫做乱带头? 西人有嘲笑和尚说话道, 此非智氏之头, 乃乱带之头也。 盖为乱乱二字, 隐相敬。 阿四剑家主与朋友们戏孽, 曾说过, 故此学的这句话, 骂那和尚。 和尚道, 再不再, 问一声也不冲撞了什么? 何笑得如此嚷? 闻人声在舱里听见, 推窗, 看那和尚, 且是生得清秀, 娇嫩, 甚觉可爱, 又见说是灵隐寺的和尚, 便想到, 灵隐寺去处, 山水最盛, 我便带了这和尚去, 与他做个相知往来, 到那里坐下处也好。 慌忙出来喝住道, 小丝不要无礼, 乡里间的师父, 既要上航时, 便下船来坐半童去河房。 也是缘分该是如此, 船家得了此话, 便把船扰岸。 那和尚一见了闻人声, 吃了一惊, 一头下船, 一头瞅着闻人声只顾看。 闻人声想到, 我眼里也从不见这般一个美丽长老, 容色绝似女人。 若使是女身, 岂非天资国色? 可惜是个和尚了。 和她视礼罢, 进舱里坐定。 确直风顺, 拽起片帆, 传去如飞。 两个在舱中, 各问姓名了毕, 知识同乡, 只说着一样的相语, 一发投机。 闻人声见那和尚谈吐雅致, 想到, 不是个唐僧。 只见他一双媚眼, 不住地把闻人声上下只顾看。 天气暴暑, 闻人声请他宽了上身单衣, 和尚道, 小僧生性不十分未属, 相公请自便。 看看天晚, 吃了些夜饭, 闻人声便让和尚洗澡, 和尚只推适不消。 闻人声洗了澡, 以字阴卷, 扳倒头, 只寻睡了。 阿四也往烧上去自睡。 那和尚见人睡静, 方灭了火, 解衣与闻人声同睡, 却自翻来覆去, 睡不安稳, 只自叹气。 见闻人声已睡熟, 悄悄坐起来, 伸直手把他身上摸着, 不想正摸着他一件 敲尖头, 硬堵堵的东西, 捏了一把。 那时闻人声正醒来, 伸个腰, 那和尚流水放手, 轻轻地睡了道去。 闻人声却以知觉, 想到, 这和尚倒来惹骚。 嫩般一个标志的, 想是师父也不饶他, 倒是惯家了。 我便兜他来, 南风一度也使得, 如何肉在口边不吃。 闻人声正是少年高兴的时节, 便爬江过来, 与和尚坐了一头, 伸将手去摸食, 和尚坐一一团一二睡着, 只不作声。 闻人声又摸去, 只见软一团一一团一两只奶。 闻人声想到, 这小长老又不肥胖, 如何有嫩般一对好奶。 再去摸他后一亭时, 那和尚却想惊怕地, 流水翻转身来仰卧着。 闻人声却带从前面抄江过去, 才下手却摸着前面高耸耸似馒头般, 一一团一肉, 却无洋物。 闻人声道吃了一惊, 道, 这是怎么说? 问他道, 你实说是什么人? 和尚道, 相公, 不要择生, 我身实是女泥, 因怕路上不便, 假称男僧。 闻人声道, 这等一发有缘, 放你不过了。 不问是由, 跳上身去。 那女泥道, 相公可怜小泥还是个女生, 不曾破肉地, 从容些则个。 闻人声此时浴火正高, 那里还管。 挨开两骨, 竟将阳雾指导。 无奈那尼姑寒花未灌风和雨, 怎当闻人声兴发芒失于雨风。 千言在似, 方梅其身。 那女泥只得醋梅灭持忍耐。 煞时云收雨散。 闻人声道, 小生无故得欲仙姑, 知事睡里梦里。 须道住址详细, 好图后会。 女泥便道, 小泥非是别处人士, 就是湖州东门外杨家之女, 为母亲所悟, 将我送入空门。 今在西西翠福安出家, 法明静观, 那里安中也有来往的, 都是些俗子村夫, 没一个看得上演。 今年正月间, 正在门首闲步, 看见相公在门首站立, 仪表非常, 便觉神似不定, 相目已久。 不想今日不期而会, 得些雨水, 正和夙愿, 所以不敢推拒。 非小泥之一, 银一见也。 愿相公勿认作 萍水相逢, 需为我图个终身便好。 闻人声道, 尊翁尊堂还在否。 静观道, 父亲杨某, 亡顾已久, 家中还有母亲与兄弟。 昨日看母亲来, 不想遇着相公。 相公曾娶七位。 闻人声道, 小生也未有事, 金姓玉仙姑, 年貌相当, 正堪作配。 旷是同郡如门之女, 岂可埋没于此。 须商量个长久见识出来。 静观道, 我身已托于君, 必无二心。 但今日事体匆忙, 一时未有良界。 小安离城不远, 且是僻静清凉, 相公可到我安中作语, 早晚可以公输, 自有道者在外打斋, 不凡薪水之费, 亦且可以相聚。 日后向个机会, 再作屈处。 相公意下何如? 闻人声道, 如此甚好, 只恐同伴不容。 静观道, 安中只有一个师父, 是四十以内之人。 色上且是要紧, 两个同伴多不上二十来年纪, 他们多不是清白之人。 平日与人来往, 近在我眼里, 那有吉得你这样一表? 若见了你, 定然相爱, 你便结识了他们, 以便就终取世。 只怕你不肯留, 那有不留你之事? 闻人声听罢, 欢喜无限道, 仙姑高见吉明, 记嫩地来早到宋牧场, 连我家小厮打发他随传回去。 小声与仙姑同往变了。 说了一回, 两人搂抱有心, 在讲那欢愉起来。 正是, 平生未解到花关, 修到花关谷进寒。 此计本之真与梦, 几回暗里抱头看。 势必, 只听得沉寂乱唱, 静观恐怕被人知觉, 连忙披衣起身。 船家忙起来行船, 阿四也起来服饰书洗, 吃早饭吧, 赶早过了关。 阿四问道, 那里些船。 好到皇家去问下处。 闻人声道, 不消得下处了。 这小师傅寺中有空房, 我们竟到松木厂上岸罢。 船到松木厂, 只说要到灵隐寺, 雇了一个脚夫, 将行李一旦挑了。 闻人声奋赴阿四道, 你可随船回去, 对安人说声, 不消纪念。 我只在这师傅寺里看书。 场壁, 我自回来, 也不需叫人来讨信德。 打发了, 看他开了船, 闻人声才与静官雇了两成轿, 抬到翠府安去。 另与脚夫说过, 叫他跟来。 煞时到了, 还了轿钱脚钱, 静官引了闻人声进安道, 这位相公要在此坐下处, 郭柯举的。 仲尼看见, 笑脸相迎。 把闻人声看了又看, 欲加欢爱。 阴阴勤勤地, 陪过了茶, 收拾一间洁净房子, 安顿了行李。 吃过夜饭, 洗了月。 少不得先是安主起手, 快乐一笑。 此后这两个, 你争我多轮番半速。 静官天然不来兜懒, 让他们欢畅, 众你无不感激静官。 混了粤鱼, 闻人声也自支持不过。 他们又将人参汤, 香乳饮, 莲心, 远眼之类, 吊将闻人声, 无所不至。 闻人声道好受用。 不觉, 已是穿针过期, 又值六月半于蓝盆, 大斋十节。 杭州年历, 人家公果, 典放和灯。 那日还是六月十二日, 有一大户人家差人来安理, 请师父们念经, 做功果。 安主应成了, 种泥进来商议道, 我们大众去做道场, 十三到十五有三日停留。 文官人在此, 需留一个香陪便好, 只是推便宜了他。 只见两泥, 你也要住, 我也要住, 静官只不作声。 安主道, 人家去做功果, 自然推不得。 不消说文官人员是静官引来的, 你两个讨他便宜多了, 今日只该着静官在此相陪, 也是公道。 众人道, 师父处得有礼, 静官暗地欢喜。 众泥自去收拾法器京香, 连老道者多往家去了。 静官送了出门, 进来对文人声道, 此非酒恋之所, 怎生做个计较便好。 今世七日进, 若但迷恋于此, 不为攀贵无分, 亦且身躯难保。 文人声道, 我岂不知? 只为难舍着你, 故此强与众欢, 非无怨也。 静官道, 前日出会你时, 非不预及从你做脱身之际, 因为我在家中来, 中途不见了, 安主必到我家里要人, 所以不便。 经济在此多时了, 我乘此无人在安, 与你逃去, 他们多是与你油染的, 心头并怕露出来, 料不好追的你。 文人声道, 不如此说, 我是个秀才家, 假中旷有老母。 若同你逃至我家, 不但老母经义, 未必相容, 一切你安中追寻的这, 惊动官府, 我前程也难保。 何况你身子不知坐何着落? 此事行不得。 我抑郁待富士之后, 如得一地, 娶你不难。 静官道, 就是中了个举人, 也没有就娶个尼姑的礼。 况且万一不忠, 又却如何? 亦非常算。 我自出家来, 与人写经写书, 得人趁钱, 既有百来金。 我撇了这里, 将了这些东西做盘缠, 寻一个寄计所在, 等待你明成了, 再从容家去, 可不好。 文人声响一响道, 此言有礼, 我有姑娘, 嫁在这里关内皇乡世家, 今以守寡, 即是奉佛。 家里庄上造的有小庵, 成婚不断香火。 那庵中馆烧香点烛的老道姑, 就是我的乳母。 我如今不免把你此情告知姑娘, 领你去放在她家家庵中, 托我奶娘相伴着你。 她是衙院人家, 谁敢来盘问? 你好一面留头长发, 待我得意之后, 以礼成婚, 岂不妙再。 倘若不忠, 也等那时发长, 便到处无碍了。 静观道, 这个却好, 事不宜迟, 做及就去。 若三日之后, 便做不成了。 当下文人声, 就奔至姑娘家去, 见了姑娘。 姑娘道罢含一文一, 问道, 我久在此, 忘你该来科举了, 如何今日才来? 有下处也未曾。 文人声道, 好叫姑娘得知, 小植因为寻下处, 做出一件势头来, 特求姑娘周全择个。 姑娘道, 何事? 文人声造个谎道, 小植那里有一个夜师杨某, 亡顾相识, 她只有一女, 幼年间就与小植相认, 后来被个尼鼓拐了去, 不知所向。 金小植贪静寻下处, 在这里稀稀地方, 却在翠夫安里撞着了她, 且是生的人物失权了。 她心不愿出家, 情愿跟着小植去。 也是前世姻缘, 又是故人之女, 推却不得。 但小植在此科举, 怕惹出事来, 若带她家去, 又是个光头不变, 欲带当官告礼, 场前没闲功夫, 一且没有闲实用。 我想, 姑娘此处有个家庵, 是小植乃石子, 在里头管香火, 小植抑郁送她来到姑娘庵里头赞住。 就是万一她那里晓得了, 不过在女眷人家香火庵里, 不为大害。 若是到底无人跟寻, 小植带香事已毙, 抑郁与她完成这段姻缘, 望姑娘做成择个。 姑娘笑道, 你寻找了个陈妙长, 也来求我姑娘了。 既是你师长之女, 怪你不得。 你既有意要成就, 也不好叫她在安里住。 你与她多是少年心性, 若要往来, 恐怕玷污了我佛地。 我庄中自有敬事, 我收拾与她住下, 叫她长起发来。 我自教丫鬟服侍, 你亦可以长来相处。 若是晚来无人, 叫你乃十子半宿, 此为两遍。 闻人声道, 若得如此, 姑娘再造之恩, 小植就去领她来拜见姑娘了。 别了出门, 就在门外叫了一成叫, 进到翠府安里。 静安与静官说了适才姑娘的话。 静官大喜, 连忙收拾, 将自己所有进阶捡了出来。 闻人声道, 我只把你藏过了, 等他们来家, 我不妨仍旧再来走走, 使他们不疑心着我。 我的行李且未要带去。 静官道, 敢是你与他们叶根未断吗? 闻人声道, 我专心为你, 岂腹有他恋, 只要做的没个痕迹, 如金蝉脱鞘方鸟, 若他做定道是我, 无得可疑了, 正是磕场前利害头上, 万一被他们官司绊住, 不得入室怎好? 静官道, 我平时常独自一个家去的, 他们问时, 你只推偶然不在, 不知我那里去了, 只吾着他。 他定然疑心我是到娘家去, 未必追寻。 道到后来, 小的不在娘家, 你场是已毙了, 我与你别做计较。 离了此地, 你是歌府人, 他那里来寻你。 寻着了, 也指索白赖。 记忆已定, 静官就上了轿, 闻人声把安门眼上, 随着不行, 进到姑娘家来。 姑娘一见静官, 青头白脸, 桃花般的两家, 吹弹得破的皮肉, 心里也十分喜欢。 笑道, 怪到我家者看上了你, 你只在装上内房里住, 此处在无外人赶上门的, 只管放心。 对闻人声道, 我装上房中, 你亦可同住, 但若静住在此, 恐怕有人跟寻得出, 反眉不美, 况且要进场, 还需别寻下处。 闻人声道, 姑娘见得极事, 小侄只可赞来。 从此, 静官只在姑娘庄里住, 闻人声事业, 也就同房素了, 明日别了去, 另寻下处, 不提。 却说翠福安三个尼姑, 做了三日公果回来。 道德安前, 只见安门虚掩的。 走江进去, 静悄悄不见一人, 静一道, 多在何处去了? 他们心上要紧的是闻人声, 静官道是第二。 着急到闻人声房里去看, 行李书箱都在, 心里又放下好些。 只不见了静官, 房里又收拾得干干净净, 不知什么缘故。 正伪绝不下, 只见闻人声夺降进来。 众尼笑竹言开道, 来了, 来了。 安主一把抱住, 且不急问静官的说话, 笑道, 隔别三日, 心痒难熬。 今且到房中一乐。 也不顾这两个小妮口禅, 静自去做事了, 闻人声指得勉强奉承, 酣畅一度, 才问道, 你同静官在此, 他那里去了。 闻人声道, 昨日我到城中去了一日, 天晚了, 来不及, 再朋友加速了。 直到今日来不知他那里去了。 众尼道, 想是见你去了, 独自一个没情绪, 自回湖州去了。 他在此独受用了两日, 也该让让我们, 等他去去再处。 阴谈着闻人声快乐, 把静官的世道丢在一边了。 谁知闻人声的心, 却不在此处。 鬼混了两三日, 推到要到场前寻下处。 众尼不好组的, 把行李挑了去。 众尼千约万约道, 得空缘道这里来住。 闻人声满口应成, 自去了。 安主过了二日, 不见静官消耗, 放心不下, 叫人到杨妈妈家问问。 说是不曾回家, 吃了一惊。 恐怕杨妈妈来着急, 倒不敢声张, 只好秘密探听。 又见闻人声一去不来, 心里方才有些疑惑, 待要去寻他盘问, 却不曾问得下处明白, 只得忍耐着, 指望他场后还来。 只见三场已毙, 又等了二日, 闻人声脚影也不见来。 原来闻人声场中甚是得意, 出场来静道姑娘庄上, 与静官一处了, 那里还想着催浮安中。 安主与二尼, 忘不见到, 恨到, 天下有这样薄情的人。 静官未必不是他拐去了, 不然便是这样不来, 也没解说。 思量要把拐骗来告他, 又爱着自家多喜不清, 怕惹出祸来。 正商量到场前寻他, 或是问到他湖州家里去吵他, 终是女人被, 未有定见, 却又撞出一场巧事来。 说话间, 忽然门外有人敲门得紧, 众泥多心一道, 敢是闻人声来也。 开走出来, 开了门看, 只见一城大轿, 三四城小轿, 多在门手歇着。 敲门的家人报道, 安人到此。 用主却认得是下路来的某安人, 慌忙迎接。 只见大轿里安人走出来, 旁边三四个养娘出轿来, 拥着进安。 坐定了, 韩一温一过, 献茶已毙, 安人打发家人们, 到船上伺候。 我在此过午下船, 家人们各去了。 安人走进安主房中来。 安人道, 自从我家主亡过, 我就不曾来此, 已三年了。 安主道, 安人今日跪脚踏见地, 想是玩了校服才来烧香的。 安人道, 正是。 用主道, 如此秋光, 正好闲耍。 安人叹了一口气道, 有甚心情有耍。 安主有些乔科, 调他道, 敢是为没有了老爹, 冷静了些。 安人起身把门眼上, 对安主道, 我一向把心腹带你, 你不要见外。 我和你说句置心话, 你方才说我冷静, 我想我只隔得三年, 尚且心情不耐烦, 何况你们终身独守, 如何过了? 安主道, 谁说我们独守? 不瞒安人说, 权亏的有个把主, 相伴一相伴, 不然冷落死了, 如何熬的? 安人道, 你如今见有何人? 安主道, 有个心上妙人, 在这里科举的小秀才, 这两日一去不来, 正在此设计商量。 安人道, 你且丢着此事, 我有一件好事做成你, 你尽心与我做着, 管教你快活。 安主道, 何事? 安人道, 我前日在昭庆寺中进香, 下房头安歇, 这房头有个未尽头的小和尚, 胜得标致异常。 我瞒你不得, 其实隔绝此事多时, 忍不住动火起来, 因他上来送茶, 他自到年幼不避忌, 软嘴塌舌, 甚是可爱。 我一时迷了, 浅开了人, 抱他上床, 要使他做做此事看。 谁知这小丝身之滋味, 比这大人家更是雄贱。 我时时心吊在他身上, 舍不得他了。 我想了一夜, 我要带他家去。 须知我是个寡居, 要防生人眼, 恐怕坏了名声。 一切狙狙数数, 躲躲闪闪, 怎能够相议。 我禁与师父商量, 把他来师父这里, 静了头, 他面貌娇嫩, 只认做尼姑。 我归去后, 师父带了他, 进到我家来, 说是师徒两个来投我。 我供养在家里安中, 连我和家人, 只认做你的女徒, 我便好像一做事, 不是神鬼不知的。 所以, 今日特地到此, 要你做这大事。 你若医得, 你也落得些快活。 有了此人, 随你心上人也放得下了。 安主道, 安人高见妙策, 只是小你也沾沾手, 恐怕安人吃醋。 安人道, 我要你帮孙做事, 怎好自相妒忌。 到的家里, 我还要牵你来坐了一床, 等外人永不疑心, 方才是妙礼。 安主道, 我的知心的安人, 这等说, 我死也替你去。 我这里三个徒弟, 前日不见了一个小的, 今恰好把来递补, 一发好蛮生人, 只是如何得他到这里来。 安人道, 我约定他在此, 他许我背了师父, 随我去的, 敢就来也。 正说之间, 只见一个小妮敲门进房来到, 外边一个拢头小伙子, 在那里问安人。 安人忙道, 是了, 快唤他进来。 只见那小伙望内就走, 两个小妮见他生的标志, 各个梅花眼笑。 安人见了, 点点头叫他进来。 他见了安主, 坐个一。 安主一眼不傻, 估定了看他。 安人拽他手过来, 问安主道, 我说得如何? 安主道, 我眼花了, 见了扇财童子, 身子多软瘫了。 安人笑将起来。 用主且到灶下看斋, 就把这些话, 与二个小妮说了。 小妮多咬着指头道, 由此妙事。 安主道, 我多分随地去了。 小妮道, 师父撇了我们, 自取受用。 用主道, 这是天赐我的衣食, 你们在此, 料也不空过。 大家笑耍了一回。 安主妇进房中, 只见安人搂着小伙, 正在那里说话。 见了安主, 忙在扶手辖里 取出十两一包银子来, 与他道, 只此为定, 我今留此子在此, 我自开船先去了。 十日之内, 望你两人到我家来, 千万无无。 安人又叮嘱那小伙句话, 出到堂屋里, 吃了斋, 自上轿去了。 安主送了出去, 关上大门, 进来见了小伙, 真是黑夜里 识得一颗明珠, 且来搂他去亲嘴。 把手摸他羊卧, 捏捏恰恰, 后生家火动了, 一直挺僵起来。 安主盲解酷酒他, 弄了一度, 喜不可言。 对他道, 今后我与某安人何用的了? 只这几页, 且嚷嚷我着。 势必, 就去剃刀来与他落了发, 仔细看一看, 笑道, 也道与静官差不多, 到那里少不得要个法名, 仍叫做静官吧。 是夜童安主一床睡了, 急得两个小泥姑, 咽干了唾沫。 明日收拾了, 叫个船, 进到下路去, 吩咐两个小泥道, 你们牵手在此, 我到那里看光景若好, 烧个信于你们。 毕竟不来, 随你们散伙家去罢。 杨家有人来问, 只说静官随师父下路人家去了。 两泥也巴不得师父去了, 大家散伙, 连声答应道, 都理会的。 从此, 老泥与小伙同下船来, 人面前认为师弟, 晚西上只做夫妻。 不多日, 到了那一家, 冲坐尼姑, 进庵住好。 安人不时请师徒进房留宿, 尝试三个坐一床。 尼姑又叫安人许多取乐方法, 三个人只多得一颗头, 进行一银一字。 那少年男子不敌两个中年老阴, 几年之间得病而死。 安人哀伤郁闷, 也不久亡固。 老泥被那家寻他事故, 告了他偷盗, 见了追赃, 死于狱中。 这是后话。 且说翠福安自从安主去后, 静官的事一发无人提起, 安安稳稳住在庄上。 只见接了小, 闻人声已中了金魁, 喜喜欢欢来见姑娘。 又私下与静官相见, 各个快乐。 自此, 日理在城中, 玩这些心中事的事事。 晚上到姑娘庄上, 与静官歇宿, 密地叫人去翠福安打听。 已知安主他往, 梁晓妮可归俗家去了, 安中空锁在那里。 回复了静官, 掉下了老大一个疙瘩。 闻人声事体已完, 想要归湖州, 来与姑娘商议, 静官发未尝, 取回不得, 仍留在姑娘这里。 带我去会事再处。 静官又嘱咐道, 连我母亲处, 也未可使她知道。 我出家是她的生意, 如何莫地还俗, 且待我头发长了, 与你双规, 她才熬不得。 闻人声道, 多是有见识的话。 别了姑娘, 拜过母亲, 把静官的事并不提起。 到的十月禁边, 要去会事, 来见姑娘。 此时静官头发开肩, 可以输得个假病了。 闻人声议, 欲带她去会事, 姑娘劝道, 我看此女德性一文一书, 堪为你配。 既要做正经婚姻, 岂可仍父私下带来带去, 不相视体。 仍留我装上筑下, 等你会事的静荣归, 她发以静长。 此时, 只认识我的妓女, 迎归花竹, 岂不正气? 闻人声见姑娘说出一段大道理话, 只得忍情与静官别了。 进京会事, 果然一举成名, 中了二甲, 礼不关正。 童年路上先刻了聘阳士, 就起一本给嫁归去, 奉旨, 准给花红表里以备喜盐。 迟疑还家, 拜过母亲。 母亲闻之规曲, 问道, 你自幼未曾聘定, 金曲何人? 闻人声道, 好叫母亲得知, 孩儿在杭州, 姑娘家有个 妓女许下孩儿了。 母亲道, 为何我不曾见说? 闻人声道, 母亲日后自治。 选邦即日, 杰旗采船, 花红古月, 静到杭州关内皇家来, 拜了姑娘, 说了奉旨归去的话。 姑娘大喜道, 我前者见识, 如何? 今日何等光彩? 先与静官相见了, 执手搁道别情。 静官此时已是内家装扮了, 又到黄夫人待她许多好处, 以自认一位干娘了。 黄夫人亲自与她插带了, 送上采轿, 下了船。 船中赶好日, 结了花烛。 正是, 红罗帐里, 依然两个新人, 紧披窝中各出一班旧物, 到家里, 琪琪拜见了母亲。 母亲见媳妇生的标志, 心下喜欢。 又见她是湖州牲口, 问道, 既是杭州取来, 如何说这里的话? 闻人生方把杨家女儿错出了家, 从头至尾的事, 说了一遍。 母亲方才明白, 次日闻人生同了静官, 进到杨家来。 先拿子序的帖子与账母, 又一内地的铁与小舅。 杨妈指道是错了, 再次不收。 女儿只得仙子走江进来, 叫一声娘。 妈妈见是一个奉官侠配的女眷, 吃那已经不小。 慌忙站起来, 一时认不出。 女儿道, 娘羞精怪。 女儿急事催浮安静观事业。 妈妈听了声音, 再看面旁才认得出, 只是有了头发, 装扮一样, 若不仔细, 也要错过。 妈妈道, 有一年多不见你面, 又无音号。 后来闻得你同师父到那里下路去了, 好不记挂。 今年又这人去看, 安中鬼影也无, 正子思念你, 没个事处, 你应和得到此地位。 女儿才把去年搭船相遇, 直到此时, 奉旨完婚,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喜得个杨妈妈双脚乱跳, 口扯开了收不扰来, 叫儿子去快请子夫进来。 儿子是学堂中出来的, 也尽小的躯呛, 便拱了闻人声进来, 一同姊妹站立, 拜见了杨妈妈。 此时真如睡里梦里, 妈妈道, 早知你有这一日, 未甚把你送在安里去。 女儿道, 若不送在安中, 也不能够有这一日。 当下就接了杨妈妈到文家过门, 同坐喜盐, 大吹大雷, 更与而散。 此后, 文人声在患途时有搓跌, 不甚相义。 年至五十, 方得妖精而归, 杨氏女的丰崩人, 临下偕老。 文人声曾遇着高明相士, 问他患途不趁已之故。 相士道, 犯了少年时封月, 损了些阴德, 故见如此。 文人声, 也甚毁翠福安少年鱼浪之事, 常语人说, 尼安不可善居, 以此为鉴。 这不是偷妻得诚正果之话。 若非前生分定, 如何得这样其源? 有诗为证。 主婚迷不障天宫, 勘探人生境溃隆。 若道因缘人可强, 因云使者有何功? 第三十四章肃穷汉赞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 诗云, 从来欠债要还钱, 名府于私辈着染。 若使得来非分内, 终须有日复还原。 却说人生财物, 借有分定。 若不是你的东西, 纵然勉强哄得到手, 缘要一分一毫天还别人的。 从来因果报应的说话, 其实非一, 难以尽数。 在下先捡一个稀罕些的, 说来做个得胜头回。 晋州古城县有一个人, 名唤张善友。 平日看经念佛, 是个好善的长者。 魂家里是, 却有些短见博实, 要做些小便宜够大。 夫妻两个过活, 不曾生男育女, 家道尽从容好过。 其实本县有个赵婷玉, 是个贫男的人, 平日也收本分。 只因一时母亲亡故, 无钱藏买, 晓得张善友家事有余, 起心要去偷他些来用。 算计了两日, 果然被他挖个墙洞, 偷了他五六十两银子去, 将母亲殡葬起。 自想到, 我本不是没行旨的, 只因家贫无钱藏母, 做出这个短头的事来, 扰了这一家人家, 今生今世还不得他, 来生来世事, 必填还他泽个。 张善友次日起来, 见了臂洞, 晓得施了贼, 查点家财, 香笼里没了五六十两银子。 张善友是个富家, 也不十分放在心上, 倒是命该失脱, 叹口气罢了。 唯有李氏, 窃窃于心道, 由此一项银子, 做许多事, 生许多利息, 怎舍得白白被盗了去。 正在纳闷间, 忽然外边有一个和尚来寻张善友。 张善之出去相见了, 问道, 师父何来? 和尚道, 老僧是五台山僧人, 未因佛殿贪损, 下山来抄化修造。 抄化了多时, 积得有两百来两银子, 还少些个。 又有纳上了书未曾勾销的, 尽要往别处去走走, 讨这些不失。 身边所有银子, 不便携带, 恐有失所, 要寻个寄放的去处, 意识无有。 一路访来, 闻之长者好善, 是个有名的檀月, 特来寄放这一项银子。 待别处讨足了, 就来取回本山去也。 张善友道, 这是盛事, 师父只管寄放在社下, 万无一物。 只等师父是必来取便是。 当下把银子看验明白, 点祭荐数, 拿进去一交一付与魂家了。 出来留和尚吃斋。 和尚道, 不劳谈月废斋, 老僧心忙要去木画。 善友道, 师父银子, 弟子一交一付, 魂家收好在里面。 倘若师父来取时, 弟子出外, 必欲先吩咐停荡, 一交一海师父便了。 和尚别了字去抄话。 那里是接的和尚银子在手, 满心欢喜, 想道, 我才施得五六十两, 这和尚道送将一百两来, 岂不是补还了我的缺? 还有的多礼, 就起一点心, 打仗要赖他的。 一日, 张善友要到冬月庙里烧香求子去, 对魂家道, 我去则去, 有那五台山的僧所寄银两, 前日是你收着, 若他来取时, 不论我在不在, 你便与他去。 他若要摘吃, 你便整理些书来摘他一摘, 也是你的功德。 李氏道, 我晓得, 张善友自烧香去了, 去后, 那五台山和尚抄话完全来问张善友取这项银子。 李氏便白赖道, 张善友也不在家, 我家也没有人寄其名银子, 师父敢是错认了人家了。 和尚道, 我前日亲自一交一付与张长者, 长者收拾进来一交一付如人的, 怎么说此话? 李氏便赌咒道, 我若见你的, 我眼里出血。 和尚道, 这等说, 要赖我的了。 李氏又道, 我赖了你的, 我坐十八层地狱。 和尚见他赌咒, 明知白赖了。 争奈他是个女人家, 又不好与他争论德。 和尚没记奈何, 合着掌, 念生佛道, 阿弥陀佛。 我是十方超话来的布施, 要修理佛殿的, 寄放在你这里。 你怎么要赖我的? 你今生今世赖了我这银子, 到那生那世上, 不得要填海我。 带着悲恨而去。 过了几时, 张善友回来, 问起和尚银子。 李氏哄丈夫道, 刚你去了, 那和尚就来娶, 我双手还他去了。 张善友道, 好好, 也完了一宗事。 过得两年, 李氏生下一子。 自生辞子之后, 家丝火焰也四长江起来。 再过了五年, 又生一个, 共是两个儿子了。 大的小名叫做启僧, 次的小名叫做福僧。 那启僧大来, 即会做人家, 披星戴月, 早起晚眠, 又且生性千令, 一文不始, 两文不用, 不肯清费这一个钱, 把家丝挣得偌大。 可又作怪, 一般两个弟兄, 同胞共辱, 生性绝是相反。 那福僧每日只是吃酒赌钱, 养婆娘, 做子弟, 把钱抄不着腾热地使用。 其僧旁看了, 是他辛苦挣来的, 老大的心疼。 福僧每日有人来讨债, 多是瞒着家里外边借来花费的。 张善友要做好汉的人, 怎肯叫儿子被人逼时破门户不清的? 只得一煮一煮填还了。 那启僧只叫得苦。 张善友腾着大孩苦症, 恨着小孩荡费, 偏吃亏了。 立个主意, 把家思云做三分分开。 他弟兄们各一分, 老夫妻留一分。 等作家的自作家, 破败的自破败, 省得歹得累了好的, 一种凋零了。 那福僧是个不成器的度长, 倒要分了, 自意犹自在, 别无拘束, 郑重下怀, 家思到手, 正如汤泊锐血, 风卷残云。 不上一年, 使得光光荡荡了。 又要分了爹妈的这半分, 也白没有了, 便去打搅哥哥, 不由他不应手。 连哥哥的, 也不摆不来。 他是个作家的人, 怎生受得过? 气得成病, 一握不起。 求医无效, 看看致死。 张善友道, 成家的道有病, 败家的道无病。 五行中如何这样颠倒? 恨不得把小的剃了大的, 苦在心头, 说不出来。 那启僧弃骨已成, 毕竟不全, 死了。 张善友夫妻, 大痛无声。 那扶僧见哥哥死了, 还有剩下家思, 落得使他受用, 一毫不在心上。 李氏妈妈见如此光景, 一发舍不得大的, 终日啼哭, 哭得眼中出血而死。 福僧也没有一些苦楚, 带着母丧, 只在花街柳墨, 逐日混账, 逃去了身子, 害了劳债之病, 又看看死来。 张善友此时急得无法可施, 便是败家的, 留得各种也好, 论不得成气不成气了。 正是前生注定金生案, 天树难逃大险催。 福僧是个一丝两气的病, 时节到来, 如三更油尽的灯, 不觉的熄了。 张善友虽是平日不像于他的, 而金字念两儿皆死, 妈妈一亡, 单单胜的老身, 怎优得不苦痛哀怯, 自道, 不知做了什么罪业, 今朝如此果报的没下烧, 一头愤恨, 一头想到, 我这两个业种是冬月求来的, 不争被你阎君勾去了。 冬月敢不知道, 我如今到冬月大帝面前, 告苦一番, 大帝有灵, 勾将阎神来, 或者还了我个把儿子, 也不见得。 也是他苦痛无聊, 痴心想到此, 果然到冬月跟前哭诉道, 老汉张善友一生修善, 便是俺那两个孩和妈妈, 也不曾做什么罪过, 却被阎神勾将去丹圣的老夫, 指望神明将阎神追来, 与老汉折政一个明白, 若果然该受这夜报, 老汉死也得瞑目, 速罢, 哭倒在地, 一阵昏沉晕了去, 朦胧之间, 见个鬼使来对他道, 阎君有勾, 张善友道, 我正要见阎君, 问他去, 随了鬼使, 竟到阎君面前, 阎君道, 张善友, 你如何在冬月告我? 张善友道, 只为我妈妈和两个孩, 不曾犯下什么罪过, 一时都勾了去, 由此苦痛, 故此哀告大地做主, 阎王道, 你要见你两个孩吗? 张善友道, 怎不要见, 阎王命鬼使, 赵将来, 只见启僧, 扶僧两个祈道, 张善友喜之不胜, 先对启僧道, 大哥, 我与你家去来, 启僧道, 我不是你什么大哥, 我当初是赵婷玉, 不合偷了你家五十多两银子, 如今加上几百倍利钱, 还了你家, 俺和你不亲了, 张善友见大的如此说了, 只得对扶僧说, 既如此, 二哥随我家去了也罢, 扶僧道, 我不是你家什么二哥, 我前生是五台山和尚, 你少了我的, 如今也家百倍, 还得我够了, 与你没相干了, 张善友吃了一惊道, 如何我少五台山和尚的, 怎生的妈妈来一问便好, 阎王已知其义, 说道, 张善友, 你要见魂家不难, 叫鬼族, 与我开了封都城, 拿出张善友七礼氏来, 鬼族应声去了, 只见压了李氏, 披夹带锁到殿前来, 张善友道, 妈妈, 你为何是如此受罪, 李氏哭道, 我生前不合, 混赖了五台山和尚百两银子, 死后叫我历遍十八层地狱, 我好苦也, 张善友道, 那银子我只到还他去了, 怎知赖了他的, 这是自作自受, 李氏道, 你怎生救我, 扯着张善友大哭, 阎望震怒, 拍案大贺, 张善友不觉惊醒, 乃是睡倒在深岸前, 做的梦, 明明白白, 才醒悟多是素氏的冤家债主, 住了悲哭, 出家修行去了, 芳心道暗事亏心, 难逃他神目如殿, 今日个险报无私, 怎倒把阎君埋怨, 在下为何先说此一段因果, 只因有个贫人, 把妇人的银子借了去, 替他看守了几多年, 一钱不破, 后来不知不觉, 双手一交一还了本主, 这是更奇, 听在下表白一遍, 宋时听梁曹州曹南村周家庄上, 有个秀才, 姓周明荣祖, 自博城, 魂家张氏, 那周家仙氏, 广有家财, 祖公公周凤, 敬重世门, 启盖一所佛院, 每日看经念佛, 到他父亲手里, 一心指做人家, 未因修理宅舍, 不舍得另伴牧师钻瓦, 就将那所佛院, 尽拆毁来用了, 笔集宅舍公完, 得并不起, 人皆倒是, 不信佛之报, 父亲既死, 家四里外, 通是荣祖一个长靶, 纳荣祖学成满幅文章, 要上朝应举, 他与张氏生的义子, 尚在逆宝, 辱名叫做长寿, 只因七娇子幼, 不舍得抛撇, 商量三口同趣, 他把祖上一下那些金银成定的, 坐一窖而埋在后面墙下, 怕路上不好携带, 只把零碎的细软的, 带些随身, 房阔乌社, 这个当值的看守, 他自去了, 话分两头, 曹州有一个穷汉, 叫做假人, 真是一不遮身, 十不冲口, 吃了早起的, 无那惋惜的, 又不会做什么营生, 则是与人家调土筑墙, 活泥脱坯, 单水运柴, 坐奔公生活度日, 晚间在破窑中安身, 外人见他十分过得艰难, 都换他做穷假, 却是这个人, 秉性古怪拗别, 常道, 总是一般的人, 别人那等富贵奢华, 偏我这般穷苦, 心中恨毒, 有失为证, 又无房舍又无田, 每日城南窑内眠, 一般待眼安眉汉, 何事囊中偏眉钱, 说那假人心中不服气, 每日得闲控, 便走到冬月庙中苦诉神灵道, 小人假人特来祷告, 小人想, 有那等齐安鸭马, 穿罗桌紧, 吃好的, 用好的, 他也是仪式人, 我假人也是仪式人, 偏我衣补遮身, 石不冲口, 烧地面, 置地卧, 雾得不穷杀了小人, 小人但有些小昂贵, 也为摘增不失, 盖茨见他, 修桥补路, 西姑念寡, 敬老连贫, 上圣可怜见咱, 日日如此, 真是一惊一成之极, 有感必通, 果然被他哀告不过, 感动起来, 一日祷告毙, 睡倒在狼眼下, 伊丽儿被殿前灵派喉舍去, 问他终日瞒天怨地的缘故, 假人把前言再竖一遍, 哀求不已, 灵派喉也有些连他, 患纳增福神查他一路十路, 有无多寡之术, 增福神查了回复道, 此人前生不敬天地, 不孝父母, 毁僧傍佛, 杀生害命, 抛撇净水, 作剑无骨, 今世当受动恶而死, 假人听说, 慌了, 一发哀求不止道, 上圣可怜见, 但与我些小一路十路, 我是必做个好人, 我爹娘在时, 也是尽力奉养的, 王化之后, 不知什么缘故, 颠倒一日穷一日了, 我也在爹娘坟上烧钱烈纸, 浇茶店酒, 泪珠至今不曾干, 我也是个行孝的人, 灵派后道, 无神是点简他平日所为, 虽是不见别的善事, 却是穷养父母, 也是有的, 今日拒着他瞒天怨地, 正当动恶, 免他一点小笑, 可又道, 天不生无路之人, 地不长无名之草, 无等体上帝好生之德, 全且看有别家无外的福利, 借予他谢, 与他一个甲子, 奉养至死, 尝他这一点孝心罢, 曾福神道, 小圣插得有曹州曹南周家庄上, 他家福利所基, 因公三倍, 为他拆毁佛帝, 一念插尺, 合授一时舍法, 如今把那家的福利, 全借予他二十年, 带到现期已足, 折他双手一交一还本主, 这个可不两遍, 灵派后道, 这个使得, 换过假人, 把钱话吩咐他明白, 叫他牢牢记取, 笔及你做财主时, 所还得早在那里等了, 假人叩头, 谢了上圣祭拔之恩, 心里道, 已是财主了, 出的门来, 骑了高头骏马, 放个佩头, 那马见了鞭影, 飞也似的跑, 把他一脚颠翻, 大喊一声, 却是难科一梦, 身子还睡在庙檐下, 想一想到, 恰财上盛分明地对我说, 那一家的福利, 给予我二十年, 我如今该做财主, 一觉醒来, 财主在那里, 梦是心头想, 信他责甚, 昨日大户人家要打墙, 叫我寻泥坯, 我不免去询问一家泽个, 出了庙门去, 真是石来福凑, 恰好周秀才家里看家当职的, 因家主除外未归, 正缺少盘缠, 又晚间睡着, 被贼偷得一惊一光, 家里别无可卖的, 只有后园中这一朵就贪强, 想到, 要他没用, 不如把泥坯卖了, 且将就做盘缠度日, 走到街上, 正撞着贾人, 晓得他是惯与人家打墙的, 就把这话秧他去卖, 贾人道, 我这家正要泥坯, 讲倒价钱, 无字来挑也, 果然走去说定了价, 挑得一蛋算一蛋, 开了后园, 一瓶贾人自觉自挑, 贾人带了铁锹, 锄套, 吐罗之类来动手, 刚扒倒的一堵, 只见墙角之下, 拱开石头, 那泥素素的落浆下去, 恰向底下是空的, 把泥拔开, 泥下一片石板, 翘起石板, 乃是盖下一个石槽, 满槽多是土砖块一般大的金银, 不计其数, 旁边又有小块零星歇着, 吃了一惊道, 神明如此有灵, 已硬着着梦, 惭愧, 今日有份做财主了, 心生一计, 就把金银放些在土螺中, 上边附着泥土, 装了一袋, 且把在地中挑未尽的, 仍用泥土遮盖, 以袋再挑, 挑着弹镜往七身破窑中, 全且埋着, 神鬼不知, 运了一两日, 都运完了, 他是极穷人, 有了这许多银子, 也是他时运到来, 且会百拔, 先把些零碎小客, 买了一所房子, 住下了, 逐渐把窑里埋的, 又搬将过去, 安顿好了, 仙甲做些小买卖, 慢慢演将大来, 不上几年, 盖起房廊屋舍, 开了节点库, 粉房, 墨房, 游房, 酒房, 做的生意, 就如水, 也似涨浆起来, 汉路上有田, 水路上有船, 人头上有钱, 平日叫他做穷甲的, 多改口, 叫他是园外了, 又娶了一房浑家, 却是寸男池女皆无, 空有那鸭飞不过的田窄, 也没一个成岭, 又有一件作怪, 虽有这样大家司, 生性千令苦客, 一文也不使, 半文也不用, 要他一贯钞, 就如挑他一条金, 别人的恨不得匹首夺将来, 若要他把语人, 就心疼得了不得, 所以又有人叫他做千家, 请这一个老学究, 叫做陈德福, 在家里出馆, 那馆不是教学的馆, 无过在解铺里上账目, 管些收钱, 举债的勾当, 甲园外日常与陈德福说, 我在有家私, 无个后人城, 自己生不出, 街市上但遇着脉的, 或是啃过计的, 是男士女, 寻一个来与我两口未眼也好, 说了不择一日, 陈德福又转吩咐了开酒屋的殿小二, 堂有相应的, 可来先对我说, 这里一面寻明灵之子, 不在话下, 却说那周龙祖秀才, 自从捅了魂家张氏, 孩儿长寿, 三口应举去后, 怎奈命运未通, 功名不达, 这也罢了, 岂知道德家里, 家私一空, 只留下一所房子, 去寻寻墙下, 所买祖仪之物, 但见墙盗离开, 刚剩的一个空石草, 从此衣食艰难, 索性把这所房子卖了, 赴侍三口去洛阳探亲, 天生这等石蕴, 正是石来风宋西王阁, 运退雷轰剑符碑, 那钦卷久矣出外, 弄作个满船空载月明归, 身边盘缠永静, 到的曹南地方, 正是暮东天道, 下着连日大雪, 三口身上聚个丹寒, 好生行走不得, 有一篇正宫吊滚绣球为正, 是谁人碾就琼瑶往下晒, 是谁人捡冰花迷眼界, 恰便四玉酌成六阶三末, 十便四粉庄就电阁楼台, 便有那寒退之篮关前冷怎当, 便有那孟浩然驴背上也跌下来, 便有那扇息中进回他子求献访带, 则这三口悟得不动到尘埃, 眼见得一家受尽千斑苦, 可怎么十叶珠门酒不开, 尾时难挨, 当下张氏道, 似这般风又大, 雪又紧, 怎生行去, 且在那里避一避也好, 周秀才道, 我们到酒屋里避雪去, 两口带了小孩子到一个殿里来, 殿小二接着道, 可是要买酒吃的, 周秀才道, 可怜, 我那得前来买酒吃, 殿小二道, 不吃酒, 到我店里做甚, 秀才道, 小生是个穷秀才, 三口探亲回来, 不想遇这一天大雪, 身上无衣, 肚里无食, 来这里避一避, 殿小二道, 避避布房, 那一个顶着房子走里, 秀才道, 多谢哥哥, 叫混家领了孩儿铜镜店来, 身子抖抖的寒站不住, 殿小二道, 秀才观人, 你美受了寒了, 吃杯酒不好, 秀才叹道, 我才说没钱在身边, 小二道, 可怜, 可怜, 那里不是积福处, 我舍于你一杯烧酒吃, 不要你钱, 就在招财历史面前, 那供养的三杯酒内, 取一杯递过来, 周秀才吃了, 觉到喝暖了好些, 混家在旁, 闻的酒香也要杯嫡寒, 不好开的口, 正与周秀才说话, 殿小二晓得意思, 想到, 有心做人情, 便在与他一杯, 又取那第二杯递过来道, 娘子也吃一杯, 秀才谢了, 接过与混家吃, 那小孩子长寿, 不知好歹, 也嚷到要吃, 秀才速速地掉下泪来道, 我两个也是这哥哥好意与我美吃的, 怎生又有得到你, 小孩子便哭僵起来, 小二问之缘故, 一发把那第三杯与他吃了, 就问秀才道, 看你这样艰难, 你把这小的与了人家可不好, 秀才道, 一时撞不着人家要, 小二道, 有个人要, 你与娘子商量去, 秀才对混家道, 娘子你听吗, 卖酒的哥哥说, 您这等饥寒, 何不把小孩子与了人, 他有个人家要, 混家道, 若与了人家, 倒也强似冻饿死了, 只要那人养的活便与他去罢, 秀才把混家的话对小二说, 小二道, 好教你们喜欢, 这里有个大财主, 不曾生的一个儿女, 正要一个小的, 我如今领你去, 你且在此坐一坐, 我寻将一个人来, 小二三脚两步走到对门, 与陈德福说了这个缘故, 陈德福夺到殿里, 问小二道, 在那里, 小二叫周秀才与他相见了, 陈德福一眼看去, 见了小孩子长寿, 便道, 好个有福相的孩, 就问周秀才道, 先生, 那里人是, 姓甚名谁, 因何就肯迈了这孩, 周秀才道, 小生本处人士, 姓周明荣祖, 因家业凋零, 无钱使用, 将自己亲而情愿过房, 与人为子, 先生, 你敢是要吗? 陈德南道, 我不要, 这里有个贾老园外, 他有泼天, 野四家司, 寸男齿女皆无, 若是要了这孩, 酒后家园家计, 都是你这孩的, 秀才道, 既如此, 先生做成小生则个, 陈德福道, 你跟着我来, 周秀才叫混家领了孩, 一同跟了陈德福道这家门手, 陈德福先进去见了贾园外, 园外问道, 一向所托寻孩子的, 怎么了? 陈德福道, 园外, 且习有一个小的了, 园外道, 在那里, 陈德福道, 现在门手, 园外道, 是个什么人的? 陈德福道, 是个穷秀才, 园外道, 秀才道好, 可惜是穷的, 陈德福道, 园外说得好笑, 那有富的来卖儿女, 园外道, 叫他进来我看看, 陈德福出来与周秀才说了, 领他同儿子进去, 秀才先与园外叙了礼, 然后叫儿子过来与他看, 园外看了一看, 见他生得青头白脸, 心上喜欢道, 果然好个孩子, 就问了周秀才姓名, 转对陈德福道, 我要他这个小的, 需要他立纸文书, 陈德福道, 园外要怎么样写? 园外道, 吴国写道, 立文书人某人因口实不服, 情缘将自己亲儿某, 过继与财主贾老园外闻, 陈德福道, 只叫园外够了, 又要那财主两字作甚, 园外道, 我不是财主, 难道叫穷汉? 陈德福晓得是有钱的心性, 只顾着道, 是, 是, 只依着写财主罢, 园外道, 还有一件要紧, 后面虚写道, 立约之后, 两边不许反悔, 若有反悔之人, 罚超一千贯, 与不悔之人用, 陈德福大笑道, 这等, 那挣钱可是多少? 园外道, 你莫管我, 只依我写着, 他要得我多少? 我财主家心性, 指甲里弹出来的, 可也吃不了。 陈德福把这话一一语周秀才说了, 周秀才只得依着口里面的写去, 写道罚一千贯, 周秀才停了笔道, 这等, 我挣钱可是多少? 陈德福道, 知他是多少? 我恰才也是这等说, 他道, 我是个臣妇的财主, 他要的多少? 他指甲里弹出来的, 这你吃不了理。 周秀才也道, 说的是, 依他写了, 却把正经的卖价竟不曾填得明白。 他与陈德福也都是鱼儒, 不晓得这些圈套, 只到口里说得好听, 料必不清的。 岂知做财主的专一苦客算人, 讨着小包仪, 口里变甜如蜜, 也听不得的。 当下周秀才写了文书, 陈德福地语圆外收了, 园外就领了进去, 与妈妈看了, 妈妈也喜欢。 此时长寿已有六岁, 心里晓得了。 园外叫他道, 此后有人问你姓什么, 你便道我姓贾。 长寿道, 我自姓周。 那贾妈妈道, 好儿子, 明日与你做花花袄子穿, 我也只是姓周。 园外心里不快, 竟不来打发周秀才。 秀才催促陈德福, 德福转催园外。 园外道, 他把儿子留在我家, 他自去罢了。 陈德福道, 他怎么肯去, 还不曾与他恩养钱里? 园外就起个赖皮心, 只做不省得道, 什么恩养钱? 随他与我歇吧。 陈德福道, 这个园外修耍人, 他为无钱, 才卖这个小的, 整个道要他恩养钱。 园外道, 他因为无饭养活儿子, 才过继于我。 如今要在我家吃饭, 我不问他要恩养钱, 他道问我要恩养钱。 陈德福道, 他辛辛苦苦养这小的, 与了园外玩, 专等园外与他些恩养钱, 回家做盘缠, 怎这等耍他? 园外道, 立过文书, 不怕他不肯了。 他若有说话, 便是反悔之人, 叫他罚一千罐还我, 领了这儿子去。 陈德福道, 园外怎如此逗人耍, 你只是与他些恩养钱去, 是正礼。 园外道, 看你面上, 与他一贯钞。 陈德福道, 这等一个孩, 与他一贯钞推上。 园外道, 一贯钞许多宝字里, 我妇人使一贯钞, 四条这一条金。 你是穷人, 怎到看得这样容易? 你且与他去, 他是读书人, 见儿子落了好处, 敢不要钱也不见得。 陈德福道, 那有这事? 不要钱, 不卖儿子了。 再三说不听, 只得拿了一贯钞与周秀才。 秀才正走在门外与魂家说话, 安慰他道, 且喜这家果然富后, 已立了文书, 这是多分可成。 长寿也落了好地, 魂家正要问道, 讲到多少钱钞, 只见陈德福拿的一贯出来。 魂家道, 我几杯水洗的孩儿若大, 怎生只与我贯钞, 便买个泥娃娃, 也买不得。 陈德福把这话又进去与园外说, 园外道, 那泥娃娃须不会吃饭。 常言道, 有钱不买张口货, 因他养活不过才卖鱼人, 等我肯要, 就够了, 如何还要我钱? 即使陈德福再三说, 我在添他一贯, 如今再不添了。 他若不肯, 白纸上写着黑字, 叫他拿一千罐来, 领了孩子去。 陈德福道, 他有得这一千罐时, 倒不卖儿子了。 园外发作道, 你有得添添他, 我却没有。 陈德福叹口气道, 是我领来的不是了。 园外又不肯添, 那秀才有, 怎肯两罐钱救助。 我中间做人也难, 也是我在门下多年, 今日得过继儿子, 是个美事。 做不着, 成全他两家吧。 就对园外道, 在我管钱内支两罐, 凑成四罐, 打发那秀才吧。 园外道, 大家两罐, 孩子是谁的? 陈德福道, 孩子是园外的。 园外笑还言开道, 你出了一半抄, 孩子还是我的, 这等, 你是个好人。 依他又去了两罐抄, 账簿上要他亲笔注明白了, 共成四罐, 拿出来与周秀才道, 这园外是这样签令苦客的, 出了两罐, 再不肯添了。 小生只得自知两月的管钱, 凑成四罐送与先生。 先生, 你只要儿子落了好处, 不要计论多少罢。 周秀才道, 甚道理, 道难为着先生。 陈德福道, 只要酒后记得我陈德福。 周秀才道, 甲园外则是两罐, 先生替他出了一半, 这倒是先生激发了小声, 这恩德怎敢有望。 换孩儿出来叮嘱他两句, 我美去罢。 陈德福叫出长寿来, 三个抱头哭个不住, 吩咐道, 爹娘无奈, 卖了你。 你在此刻也免了些饥寒冻垒, 只要晓得些人士, 赶这家不亏你, 我们得便来看你就是。 小孩子不舍得爹娘, 吊住了, 只是哭。 陈德福只得去买些果子, 哄住了他, 骗了进去。 周秀才夫妻自去了。 那甲园外过继了个儿子, 又且放着刁乐买的, 不费大钱, 自得其乐, 就叫他做了甲长寿。 晓得他已有知觉, 不许人在他面前提起一句旧话, 也不许他周秀才通消息往来, 鼓鼓怪怪, 防得水泄不通。 启之暗地一花接木, 倚自双手把人家一交一还他。 那长寿大来, 也看看把小时的事忘怀了, 只认甲园外是自己的父亲。 可又作怪, 他父亲一文不始, 半文不用, 他却心性扩大, 看那钱钞便是土块般相似。 人倒是他有钱, 多顺口叫他为钱舍。 那时妈妈亡顾, 甲园外得病不起。 长寿要到冬月烧香, 保佑父亲, 与父亲讨的一贯钞, 他便背地与家仆心儿开了裤, 带了好些金银宝钞去了。 到的庙上来, 此时正是三月二十六日, 明日是冬月圣地诞辰, 那庙上的人好不来得多。 天色已晚, 捡着阔下一个干净处所歇息, 可现有一对老夫妻在那里。 但见, 仪容黄兽, 衣服单寒, 男人头上如今大半是尘埃堆积, 女子脚跟罗袜, 两边泥土粘连, 定然终日到途间, 不似安居规格内。 你道, 这两个是圣人。 原来正是卖儿子的周荣祖秀才夫妻两个, 只因儿子卖了, 家事已空, 又往各处投人不着, 流落在他方十来年。 企划回家, 思量要来贾家探取儿子消息。 路经泰安州, 恰遇圣地生日, 晓得有人要写书头, 思量转他而闻, 来秧庙观。 庙观此时也用得踏着, 留他在这廊下的。 因他也是个穷秀才, 庙观好一剪这搭干净的鱼他, 岂知甲长寿见这袋地好, 叫兴儿赶他开去。 兴儿胡家虎威, 喝道, 穷弟子快走开。 让我们。 周秀才道, 你们是什么人? 兴儿就打他一下道, 前舍也不认他。 问是什么人? 周秀才道, 我须是问了庙观, 在这里住的。 什么前舍来赶的我? 长寿见他不肯让, 喝胶打他。 兴儿正在撕扭, 周秀才大喊, 惊动了庙观, 走来道, 什么人如此无礼? 兴儿道, 贾家前舍要这袋安谢。 庙观道, 家有家主, 庙有庙主, 是我留在这里的秀才, 你如何用墙, 夺他的宿处? 兴儿道, 俺家前舍有的是钱, 与你一贯钱, 借着锅儿田地歇息。 庙观见有了钱, 就改了口道, 我便叫他让你爸, 劝他两个另换个所在。 周秀才好生不服气, 没奈他何, 只医了, 明日烧香坝, 各自散去。 长寿道的家里, 贾园外已死了, 他就做了小园外, 长把了偌大家司, 不在话下。 且说周秀才自冬月下来, 到了曹南村, 正要去查问贾家消息, 一向不回家, 把项目多生疏了。 在街上一路慢访问, 忽然魂家亥起及心疼来, 望去一个药铺, 牌上写着诗药, 急走去求得些来, 吃下好了。 夫妻两口走到铺中, 谢纳先生。 先生道, 不劳谢德, 只要与我扬名。 指着招牌上自道, 虚记我是陈德府。 周秀才点点头, 念了两声陈德府, 对魂家道, 这陈德府名好熟, 我那里增会过来, 你记得吗? 魂家道, 俺卖孩时, 做宝人的, 不是陈德府。 周秀才道, 是, 是, 我正好问他。 又走去教导, 陈德府先生, 可认得学生吗? 德府想了一想道, 有些面熟。 周秀才道, 先生也这般老了, 则我便是卖儿子的周秀才。 陈德府道, 还寄我激发你两贯钱。 周秀才道, 此恩无日感望, 只不知而今我那儿子好吗? 陈德府道, 好教你欢喜, 你孩儿贾长寿, 如今常历成, 人了。 周秀才道, 老园外呢? 陈德府道, 近日死了。 周秀才道, 好一个千刻的人。 陈德府道, 如今你孩儿坐了小园外, 不比当初老的了。 且是仗义书才, 我这诗要的本钱, 也是他的。 周秀才道, 陈先生, 怎生着我见他一面? 陈德府道, 先生, 你同嫂子在铺中坐一坐, 我去寻将他来。 陈德府走来寻着贾长寿, 把钱画一五一时对他说了。 那贾长寿, 虽是多年没人提破, 剑说了, 转想幼年监视, 孩子隐隐记得, 急忙跑到铺中来, 要忍爹娘。 陈德府领他拜见, 长寿看了模样, 吃了一惊倒, 泰安州打的就是他, 怎么了? 周秀才道, 这不是泰安州夺我两口素处的吗? 浑家道, 正是。 叫什么钱舍? 秀才道, 我那时受他的气不过, 哪知即是我儿子。 长寿道, 孩儿其实不认得爹娘, 一时冲撞, 往爹娘恕罪。 两口见了儿子, 心里老大喜欢, 终究乍会之间有些生煞煞。 长寿过意不去, 倒是莫非还记着泰安州的气来。 忙叫兴儿到家取了一辖金银来, 对陈德福道, 小侄在庙中不认的父母冲撞了些个, 金将此一辖金银赔个不是。 陈德福对周秀才说了。 周秀才道, 自家儿子如何好受他金银赔礼? 长寿跪下道, 若爹娘不受, 儿子心里不安, 望爹娘将就包容。 周秀才见他如此说, 值得收了。 开来一看, 吃了一惊, 原来这银子上凿着周凤记。 周秀才道, 可不原是我家的。 陈德福道, 怎生是你家的? 周秀才道, 我祖宫叫做周凤, 是他凿自记下的。 先生, 你看那字便明白。 陈德福接过手, 看了道, 是道士了, 既是你家的, 如何却在假家。 周秀才道, 学生二十年前, 带了家小上朝曲英去, 把家里祖上之物藏埋在地下。 以后归来, 尽数都不见了, 以致赤贫卖了儿子。 陈德福道, 家老园外园系穷鬼, 与人脱土批的。 以后忽然报复起来, 想是你家原物被他挖着了, 所以如此。 他不生儿女, 就过继着你家儿子, 成领了这家私。 物归旧主, 岂非天意。 必到他平日一文不始, 两文不用, 不舍得浪费一些, 原来不是他的东西, 只当再次替你家看守罢了。 周秀才夫妻感叹不已, 长寿也自经意。 周秀才就在侠中取出两钉银子, 送予陈德福, 达他西年两贯之费。 陈德福推辞了两番, 只得受了。 周秀才又念着殿小二三杯酒, 就在对门叫他过来, 也赏了他一钉。 那殿小二因是小事, 也忘记多时了。 谁知出于不义, 得此重赏, 欢天喜地去了。 长寿就接了父母到家去住。 周秀才把世财侠中所剩的, 一交一还儿子, 叫他明日把来散与那贫难无疑的, 虚念着贫世二十年中苦楚。 又叫儿子赵一祖公公时节, 盖所佛堂, 夫妻两个在内双修。 贾长寿仍旧负了周姓。 贾人空做了二十年财主, 只落得一文不始, 仍旧与他没仗。 可见物有定主如此, 世间人王使坏了心机。 有口号四句为证。 想为人秉命生于事, 但做事不可瞒天地。 贫与父一定不可疑, 孝于民王使七心计。 卷三十六郎僧戴招摩黑衣, 盗奸生杀。 诗云, 参诚世界总有魂, 错认俄文各有因。 最是天宫时巧处, 眼花利乱使人魂。 话说天下的是, 唯有天意最深, 天机最强。 人居世间, 总被他颠颠倒倒。 就是那空患不识境界, 偶然人一个眼花错认了, 明白是无端的, 后边照应将来, 自有一段缘故在内, 真是人所不测。 唐朝牛僧如人一确陷位时, 有东洛克张生英进事举, 邪文网页。 之中陆玉暴雨雷薄, 日以昏黑, 去殿上远, 傍着一株大树下且歇。 少景雨定, 月色微明, 就解安放马, 与状朴素于陆侧。 阴眷已渗, 一起昏睡。 两久, 张生朦胧觉来, 见一物长树杖, 形如夜叉, 正在那里吃那匹马。 张生, 惊得魂不附体, 不敢择生, 浮在草中。 只见把马吃完了, 又取那头驴去烟皮烟皮地吃了。 将此吃完, 就把手去扯他从一奴一一人过来, 提着两足扯裂开来。 张生见吃动了人, 怎不心慌? 只得应证起来, 狼狈逃命。 那件怪物随后赶来, 叫呼骂力。 张生只是乱跑, 不敢回头。 约沟跑了一里来路, 渐渐不听地后面声响。 往前走去, 遇见一个大家, 家边利手一个女人。 张生慌忙之中, 也不管是什么人, 连呼, 救命。 女人问道, 为这何事? 张生把适才的事说了。 女人道, 此间是个古种, 内中空无一物, 后有一孔, 狼君可避在里头, 不然, 性命难存。 说罢, 女子也不知那里去了。 张生就寻种孔, 投身而入。 种类甚深, 静听外边, 已不见什么声响。 自盗避在此, 料无事了。 须于望去家外, 月色转明, 呼闻种上有人说话响。 张生又惧怕起来, 浮在种类不动。 只见种外推将遗物进孔中来, 张生之闻的血腥气。 黑中看去, 月光照着明白, 乃是一个死人, 头已断了。 正在惊骇, 又见推一个进来, 连推了三四个财柱, 多是一般的死人。 挤后没得推进来了, 就闻得种上人嘈杂道, 金银若干, 钱物若干, 衣服若干。 张生方才晓得, 是一般强盗了, 不敢吐气, 扶着听他。 只见那围头的道, 某剑与某人, 某剑与某人, 连唱十来人的性命。 又有嫌多嫌少, 道分得不均匀, 想争论他。 半日方散去, 张生小的外边无人了, 对了许多死医师衣, 毫不惧怕。 欲要出来, 又被死医师移塞住空口, 转动不得。 没奈何, 只得蹲在里面, 等天明了再处。 竟想方才所听唱的姓名, 忘试了些, 还记得五六个, 把来念得熟了, 看看天亮起来。 却说那湿道的乡村里, 一伙人各执气血来寻道记, 道了种旁, 见满种嗜血, 就围住了, 绝将开来。 所杀之人都在种内, 落后见了张生是个活人, 喊道, 还有个强盗落在里头, 就把神捆将起来。 张生道, 我是个橘子, 不是贼。 众人道, 既不是贼, 缘何在此种内? 张生把昨夜的事, 一一说了。 众人那里肯信, 道, 必是强盗杀人送一事一道子, 呕垛其内的。 不要听他一胡一讲。 众人你住我不住地乱来踢打, 张生只叫得苦。 内中有老成的道, 私下不要乱打, 且送到县里去。 一伙人望着县里来, 正行之间, 只见张生的从人驴马安陀进道。 张生见了, 吃惊道, 我昨夜见的是什么来? 如何马, 驴, 从一奴一聚在? 那从人见张生被附住在人从中, 也惊道, 昨夜在路旁阴眷, 睡着了。 急到天明不见了狼君, 故此寻来。 如何被这些人如此窘辱? 张生把昨夜话对从人说了一遍。 从人道, 我们一觉好睡, 从不曾见个慎的, 怎么有如此怪异? 乡村这伙人道, 可见是一话一胡一话, 明是节道。 敢这些人都是一一挡一, 并不肯放松一些, 送到县里。 县里牛公确实就相识, 见张生被乡人绑缚而来, 大惊道, 缘何如此? 张生把钱话说了。 牛公叫快放了榜, 请起来细问昨夜所见。 张生道, 节道姓名, 小生还记得几个。 在种上分散的衣物数目, 小生也多听得明白。 牛公取笔, 请张生一一写出, 暗鸣捕捉, 人赃俱获, 没一个逃得脱的。 乃知张生夜来所见夜叉, 吃淡赶竹之景, 乃是冤魂不散, 鬼神唤出此一段怪异, 逼使那张生浮在种中, 方的墨迹节道姓名, 使他逃不得。 此天竟假守张生已勤道, 不是正合这小子所言眼花错认, 也自有缘故的话。 而今更有个眼花错认了, 弄出好些冤业因果来, 离不清身子的, 更为可害可笑。 正是,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冤业随身, 终须还账。 这话也是唐诗的事。 山东宜州之西, 有个宫山, 孤巴耸翘, 窘出中风, 周围三十里, 并无人居。 真元初年, 有两个僧人到此山中, 喜欢这个境界优僻, 正好清修, 不惜勤苦, 满山拾取枯树压枝, 在大树之间搭起一间柴棚来。 两个夫座在内, 一经一勤理念, 晝夜不多。 寺院村落闻之, 各个喜设滋财不失, 来替他两个构造巫室, 不上寻月之间, 历成一个愿语。 两僧大家确立, 远近皆来亲养, 一应斋供, 多次日主有人来给予。 两僧各处一郎, 在佛前供设咒愿, 是不下山, 只在愿中持诵, 必其修成无上菩提正果。 正是, 白日禅官咸壁, 落霞流水长天, 西上担风自落, 山僧自是高棉。 呦, 颜外情丝阳网, 西边春水浮华, 尘世无心有力, 山中有份烟霞。 如此苦行, 已经二十余年。 圆和年间, 冬夜月明, 两僧各在郎中, 郎声北唱。 于是空山虚静, 闻山下隐隐有痛哭之一声, 来得渐渐, 须于已到院门。 东郎僧在镜中听罢, 忽然动了一念道, 如此深山寂寞, 多年不出, 不知山下光景如何。 听此哀声, 令人凄惨感伤。 只见哭声方指, 一个人在院门边墙上扑得跳下地来, 望着西郎便走。 东郎僧摇见他身躯绝大, 形状怪异, 吃惊不小, 不慎声张。 怀着鬼胎, 且莫观动静。 自此人入西郎之后, 那西郎僧唱之一声, 截然住了。 但听得劈劈扑扑, 如两下力争之状。 过一回, 又听得吟亚咀嚼, 但是挫扎, 其声甚力。 东郎僧慌了道, 院中无人, 吃完了他, 尚不得道我。 不如玉仙走了罢。 茫茫开了院门, 黄海奔突, 久不出山, 连路径都不认得了。 颠颠仆, 气里带静。 回头看一看后面, 只见其人跟跟呛呛, 大踏不敢将来, 一发慌急了, 乱跑乱跳。 呼逢一小溪水, 千一渡壁。 追者已到溪边, 却不过溪来, 只在隔水嚷道, 若不足水, 当病淡之。 东阔僧且聚且行, 也不知走到那里去的是, 只信着脚步走罢了。 须于大雪, 咫尺昏迷, 正在梅奈河所在, 忽有个人家牛芳, 就躲江进去, 引在里面。 此时已有半夜了, 雪势烧惊。 忽见一个黑衣的人, 自外执刀枪徐志拦下。 东郎僧吞声摒弃, 潜伏暗处, 向明窥看。 见那黑衣人愁出四顾, 恰相等些什么的一般。 有好一会, 忽然院墙里面抛出些东西来, 多是包裹一批之类。 黑衣人看见, 忙起来扎服好了, 装作了一弹。 墙里边一个女子, 攀了墙跳江出来, 映着雪月之光, 东郎僧且是看得明白。 黑衣人见女子下了墙, 就把枪挑了包裹, 不等与她说话, 往前先走。 女子随后跟她去了。 东郎僧想道, 不尴尬, 此间不是住处。 适才这男子女人, 必是相约私逃的。 明日院中不见了人, 照雪地行迹, 寻将出来, 见了个和尚, 岂不把奸情事缠在身上来? 不如趁早走了去为事。 总是一些不认的路径, 慌忙又走, 恍恍惚惚惚, 没个定向。 又乱乱地不成脚步, 走上十数里路, 踹了一个空, 扑通地垫了下去, 乃是一个费景。 亏得干枯没水, 却也深广, 月光透下来, 看时, 只见旁有个死人, 伸手已离, 血体还暖, 是个事才杀了的。 东郎僧一发惊慌, 却又无法上地来, 莫知所措。 道得天色亮了, 打眼一看, 认得是昨夜攀墙的女子。 心里一道, 这怎么解? 正在没出豁处, 只见井上有好些人喊嚷, 林景一看到, 强盗在此了。 就将锁坠人下来, 东阔僧此时吓坏了心胆, 冻僵了身体, 挣扎不得。 被那人就在井中绑复了, 先是光头上一顿速报, 打得火星爆散。 东郎僧眉口的叫冤, 真是在死边过。 那人扎缚好, 先后捅死一尸一吊江上来。 只见一个老者, 见了死一尸一, 大哭一番。 哭吧, 道, 你这那里来的屠驴, 为何拐我女儿出来, 杀死在此井中。 东阔僧道, 小僧是宫山东郎僧人, 二十年不下山, 因为夜间有怪物到院中, 淡了童旅, 逃命至此。 昨夜在牛方中避雪, 看见有个黑衣人进来, 墙上一个女子跳出来, 跟了他去。 小僧因怕惹着是非, 只得走脱, 不想堕落井中, 先已有杀死的人在内。 小僧知他是甚缘故, 小僧从不下山的, 与人家女眷有何实属可以拐带, 又有何冤仇将他杀死。 中尉详查则各, 说吧, 那中人有好几个曾到山中认得他的, 晓得是有戒行的高僧, 却是现今同个死女子在井中, 解不出这事来, 不好替他分辨的, 免不得一同送到县里来。 县令看见义干人绑了个和尚, 又抬了一个死一失一, 被吻根有。 只见一个老者告诉道, 小人姓马, 是这本楚人。 这死的就是小人的女儿, 年18岁, 不曾许聘人家, 这两日方才有两家来说起。 只见今日早起来, 家里不见了女儿。 根寻起来, 看见院后雪地上邪迹, 晓得越强而走了。 依宗寻到井边, 便不见女儿邪迹, 只有一团一血洒在地上。 向井中一看, 只见女已杀死, 这和尚却在里头。 岂不是他杀的? 县令问, 那僧人怎么说? 东阔僧道, 小僧是个宫山中苦行僧人, 二十余年不下本山。 昨夜忽有怪物入院, 将同住僧人但事, 不得已破戒下山逃命。 岂知素叶所缠, 撞在这王里来。 就把昨夜牛方所见, 以后绿获再逃, 坠井寓意失忆的话, 细说了一遍。 又道, 向公但拆人到宫山一查, 看西郎僧人踪迹有无, 是被何物但事模样, 便见小僧不是狂语。 县令一言, 随即拆个宫人到山查看的确, 力等回话。 宫人到的山间, 走进院来, 只见西郎僧好端端在那里坐着看经。 见有人来, 才起问讯。 宫人把东郎僧所犯之事, 一一说过, 道, 因他诉说, 有甚怪物入院来吃人, 故此逃下山来的。 相公这, 我来看个虚实。 金师傅记载, 可说, 昨夜怪物怎么样起。 西郎僧道, 并无甚怪物, 但二更时候, 两郎方对迟念。 东郎道友, 忽然开了院走了出, 我两人事约已久, 二十多年不出院门。 见他独去, 也自经矣。 大声追呼, 镜子不闻。 小僧自守着不出院之界, 不敢追赶罢了。 至于山下之事, 非我所知。 宫人将此话回复了县令。 县令道, 可见是这突一奴役狂妄。 带过东郎僧, 又加严审。 东郎僧只是坚称前说, 县令道, 眼见的西阔僧人健在, 有何怪物来院中? 你恰恰这日下山, 这里恰恰有脱逃被杀之女童在井中, 天下有这样凑巧的事。 分明是杀人之道, 还要抵赖。 用起刑来, 贺道, 快快招罢。 东郎僧道, 宿债所欠, 有死而已, 无情可招。 恼了县令性子, 百般考虑, 处毒被施。 东郎僧道, 不必加刑, 认识我杀罢了。 此事连缘告见和尚如此受惨, 招不出什么来, 也自想到, 我家并不曾与这和尚往来, 如何拐得我女眷。 就是拐了, 怎不与她逃去, 却要杀她。 便坐视杀了, 他自家也走得去的, 如何同住丙井中坐身吗? 其间恐有冤枉。 道走到县令面前, 把这些话一一说了。 县令道, 是导也说的事, 却是这个奸僧, 黑夜落井, 必非良人。 况又一出妄语欺狂, 眼见得终有隐情了。 只是行凶刀杖无存, 身边又无脏物, 难以成遇。 我且把她牢固奸好, 你们自去外边积房。 你家女儿平日必有踪迹可疑之处, 与私下往来之人, 家中必有所失物件, 你们还留心细察, 自有明白。 众人听了吩咐, 当下散了出来。 东阔僧自到狱中受苦不提, 却说这马家是个宜州富翁, 人皆互为马园外。 家有一女, 长成的美丽非凡, 从小与一个钟表之兄杜生, 彼此相目, 暗约为夫妇。 杜生家中却是清淡, 也曾央人来做几次没约, 马园外嫌她家贫, 几次回了。 却不知女儿心里, 只思量嫁她去的。 其间走角通风, 传书递检, 权窥这一个奶娘, 是从幼辱这女子的。 这奶石子是个不良的婆娘, 专一哄诱她小娘子动了春心, 做些不恰当的手脚, 便好成鸡拐骗她的东西。 所以, 晓得她心事如此, 倒身在里头做马驳六, 弄得她两下情热如火, 只是不能成就这事。 那女子看看大了, 有两家来说尽, 马园外已有简中的将此成月。 女子有些着了急, 与奶娘商量道, 我一心只爱杜家哥哥, 而今却带把我许别家, 怎生计处。 奶石子就起个背懒度长, 哄她道, 前日杜家求了几次, 园外只是不肯, 要明配她, 必不能够。 除非嫁了别家, 与她暗里偷妻罢。 女子道, 我既嫁了人, 怎好又做的这事? 我一心要随着杜郎, 只不嫁人罢。 奶石子道, 怎游得你不嫁? 我有一个计较, 趁着未许定人家时节, 升作她一作。 女子道, 如何升作? 奶石子道, 我去约定了她, 你私下与她走了, 多带了些盘缠, 在她周外俯过她几时, 落得快活。 且等家里寻得着时, 你两个已自成合得久了, 好人家儿女, 不好拆开了另架的, 别人家也本来要了。 除非此计, 可以行得。 女子道, 此计果庙, 只要约得的确。 奶石子道, 这个在我身上。 原来马园外家巨妇, 女儿房中东西, 金银珠宝, 头面首饰, 衣服, 满箱满笼的, 都在这奶石子眼里。 奶石子动火他这些东西, 怎肯教父了别人? 他有一个儿子, 叫做牛黑子, 是个不本分的人, 专一在赌一搏行, 四扑行中走动, 结识那一般无赖子弟, 也有时去做些偷鸡钓狗的勾当。 奶石子栖心, 当女子面前许他去约渡廊, 他私下去与儿子商量, 只叫他冒顶了名, 骗领了别处去, 卖了他, 落得的他小暗柜。 算计停荡, 来哄女子道, 已约定了, 只在今夜月明之下, 先把东西搬出院墙外牛方中了, 然后攀墙而出救市。 先是女子, 要乃狮子同去, 乃狮子道, 这使不得。 你自去, 须一时没查处, 连我去了, 她明知我在里头做事, 寻到我家, 却不做出来。 那女子不曾面定得渡廊, 只听她一面哄词, 也是数该如此, 凭她说着, 就是信以为真, 倒是从此一定, 便可与渡廊相会, 遂了向来心愿了。 正是, 本带将心托明月, 谁知明月照勾去。 事业女子与乃狮子, 把包裹砸好, 先抛出墙外, 落后女子攀墙而出。 正是东郎僧在暗地里窥看之时, 那时见, 有个黑衣人担着前走, 女子只倒是杜郎换了青衣, 瞒人眼睛的, 伪着随去, 不以为意。 道的野外景边, 月下看得明白, 是熊啾啾一个黑脸大汉, 不是杜郎了。 女孩家不知个好歹, 不由得你不禁喊起来。 黑子叫她不要喊, 那里演得住。 黑子想到, 她有若多的东西在我蛋里, 我若同了这带脚的祸去, 前途被她喊破, 可不仁财两失。 不如结果了她罢。 拔出刀来往脖子上执一刀, 这娇妾妾的女子, 能消得几十公施。 可怜一朵鲜花, 一旦尾于荒草, 也是她念头不正, 已知有此。 正是, 赌尽到西间尽杀, 古人说话不曾差, 豪赌两般都不染, 大平无事做人家。 女子既死, 黑子就把来村人堂废之中, 带了所得东西, 非也是的去了。 怎知这里, 又有这个悔气星照命的和尚顶了钢, 坐牢受苦。 说话的, 若如此, 真是有天无日头的事了。 看官,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尚不得到其间逐渐地报应出来。 却说马园外, 先前不见了女儿, 一时揪人追寻, 步匡撞着这和尚, 鬼混了多时, 送他在狱里了, 家中竟不曾仔细查得。 急到家中细想, 指一心道, 未必敷得和尚是。 道的房中一看, 只见香楼一空, 道, 是必有个人约着走的, 只是平日不曾见什么破绽。 若有肩肤同逃, 如何又被杀死? 却不可解。 没个想处, 只得把所失去之物, 写个诗单, 各处贴了招榜, 出了赏钱, 要明白这件事。 那乃石子, 听得小娘子被杀了, 只有他心下晓得, 捏着一把汗, 心里恨着儿子的, 只教他领了他去, 如何做出这等没几股事来。 私下见了, 暗地埋怨一番, 着实叮嘱他, 要谨慎, 关系人命时, 弄得大了。 又过了几时, 牛黑子剑把心放宽了, 带了钱到赌方里去赌。 怎当的搏去就是个差色, 一刹时把钱多数完了。 欲带再去拿钱时, 性高了, 却等不得。 站在旁边看, 又忍不住。 伸手去腰里, 摸出一对金箱宝簪头, 来压钱再赌, 指望就不将赚来, 自补房市。 谁之一去, 不能复返, 只得忍着疏散了。 那压得当头, 须不曾讨得去, 在个桌头的黄胖哥手里。 黄胖哥带了家去, 被他妻子看见了, 道, 你那里来这样好东西, 不要来历不明, 做出事来。 胖哥道, 我需有个来处, 有什么不明? 是牛黑子当前的。 黄嫂子道, 可又来, 小牛又不曾有欺小, 是个光棍里, 那里正得有瓷等东西。 胖哥猛想起来道, 是啊, 马家小娘子被人杀死, 有张诗丹, 多半是头上首饰。 她是奶娘之子, 这些失误, 或者她有些, 乘机偷盗在里头。 黄嫂子道, 明日进到她家解钱, 必有说话。 若认着了, 我们先得赏钱去, 可不好。 商量定了。 到了次日, 胖哥竟带了簪子 往马园外解库中来。 恰好云外走江出来, 胖哥道, 有一件东西, 拿来与园外认着。 认得着, 小人要赏钱。 认不着, 小人解些钱去罢。 黄胖哥拿那簪头, 递与园外。 园外一看, 却认得是女儿之物。 就结问道, 此字何来? 黄胖哥把牛黑子 赌钱压三的事, 说了一遍。 马园外点点头道, 不消说了, 是他母子两个商通合计的了。 款注黄胖哥, 要他写了张手单, 说, 金宝三一队, 得细牛黑子压钱之物, 所守事实。 对他说, 外边且不可声张。 先把赏钱一半与他, 试完之后找足。 黄胖哥抱得着, 欢喜去了。 园外绣了两个簪头, 进来对奶狮子道, 你且说, 前日小娘子怎样逃出去的? 奶狮子道, 园外好笑, 园外也在这里, 我也在这里, 大家都不知道的, 我如何晓得? 道来问我, 园外拿出簪子来道, 既不晓得, 这件东西为何在你家里拿出来? 奶狮子看了簪, 虚心并发, 晓得是儿子做出来, 惊得面如土色, 心头劈劈驾跳, 口里知无道, 敢是遗失在路旁, 那个石德的。 园外见他脸色红黄不定, 晓得有些还抵眼, 且不说破, 竟叫人寻将牛黑子来, 把来拴住, 一镜头线里来。 牛黑子还乱嚷乱跳道, 我有何罪? 把绳拴我。 马园外道, 有人守你杀人公事, 你且不要乱叫, 有本事当官便去。 当下县令升堂, 马园外就把黄胖哥这纸手状, 同那簪子送浆上去, 与县令看, 道, 赃物正见具有了, 妄想共追究真情则个。 县令看了, 道, 那牛黑子是什么人干涉的你家着? 马园外道, 是小女乃十子的儿子。 县令点头道, 这个不为无音了。 叫牛黑子过来, 问他道, 这三是那里来的? 牛黑子一时无辞, 只得推道, 是母亲与他的。 县令叫连纳乃十子居将来。 县令道, 这尖杀的事情, 只在你这奶十子身上, 要跟寻出来。 县令把奶十子上了刑具, 奶十子熬不过, 只得含糊招道, 小娘子平日与杜狼往来相逆。 是夜约了杜狼私奔, 跳出墙外, 是老父晓得的。 出了墙去的事, 老父一些也不知道。 县令问马园外道, 你晓得可有个杜某吗? 人外道, 有个钟表杜某, 曾来问亲几次, 只为他加寒, 不曾许他, 不知他背地里有此等事。 县令又将杜狼拘来。 杜狼但是平日私欺密定, 情意甚浓, 忽然私逃被杀, 暗沉可惜, 其实一些不知影响。 县令问他道, 你如何与马氏女约逃中途杀了? 杜狼道, 平日中表兄妹, 捡铁往来气密则有之, 何曾有私逃之约? 是谁人来约? 谁人证明的? 县令换乃食子来与他对, 也只说的是平日往来, 至于相约私逃, 缘无影响, 却是对他不过。 杜狼一向又见说试了好些东西, 便便道, 而今相公只看赃物何在, 便知与小生无语了。 县令细想一回道, 我看杜某软弱, 必非杭杀之人, 牛某粗狠, 亦非偷乡之辈。 其中必有顶茂假托之事, 就把牛黑子与老乃食子这诗星星起来。 老乃食子只得把贪他财物, 按叫儿子茂名赴约, 这是真情, 以后的事却不知了。 牛黑子还自叉叉嘴墙, 推着杜狼道, 寄约的是他, 不干我事。 县令猛然想起道, 前日那和尚口里胡说, 晚间见个黑衣人, 窃了女子同趣的, 叫他出来一任, 便明白了。 贺令狱中放出那东郎僧来。 东郎僧到岸前, 县令问道, 你那夜说在牛方中见个黑衣人进来, 盗了东西, 带了女子去。 而今这个人若在, 你认得他否? 东郎僧道, 那夜虽然是夜里, 雪月之光, 不见白日。 小僧静修已久, 眼光颇轻, 若见其人, 自然认得。 县令叫杜狼上来, 问僧道, 可是这个? 东郎僧道, 不是。 笔慎雄剑, 岂是这文若书生? 又叫牛黑子上来, 指着问道, 这个可是。 东郎僧道, 这个是了。 县令冷笑, 对牛黑子道, 这样你母亲之言, 已真, 杀人的不是你, 是谁? 况且, 糟物渐在, 有何理说? 只可惜这和尚, 没事替你斥打, 斥肩多事。 东郎僧道, 小僧宿命所招, 自无可怨, 所幸佛天甚尽, 得相拱神明昭雪。 县令又把牛黑子夹起, 问他道, 同逃也罢, 何必杀他? 黑子只得招道, 他初时认作杜狼, 到井边时, 看见不适乱寒起来, 所以一时杀了。 县令道, 晚间合得有刀。 黑子道, 平时在丝泊行里走, 身边常带有利器, 况是夜晚做事, 防人暗算, 故带在那里的。 县令道, 我故知非肚子所为也, 遂将招情一一共鸣, 把乃食子避于帐下, 牛黑子,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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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 追赃完日, 明正典型。 杜狼与东狼僧聚个释放, 一行人各自散了, 不提。 那东狼僧没头没脑, 吃了这场敲打, 又见里坐了几时, 才得出来。 回到山上见了西狼僧, 说起许多事休。 西狼僧道, 一同如此静修, 那夜本无一物, 如何偏你所见如此, 以致惹出许多磨难来。 东狼僧道, 便是不解。 回到房中, 自私无故受此惊恐, 受此苦楚, 必是自家有网, 修不到处。 向佛前忏悔已过, 必其见个镜头。 扑一团一上静坐了三昼夜, 坐到那星空性际之处, 恍然大悟。 原来玛家女子是她前生的妾, 未因一世无端遗迹, 将她拷打所尽, 自这段冤迁。 今世做了僧人, 戒行一惊一苦, 本可消逝了。 只因那晚听的哭泣之一声, 心中凄惨, 动了念头, 所以魔障就到。 献出许多恶境界, 逼使她走到冤家窝里去, 尝了这些拷打所尽之债, 方才得放。 她在镜中误撤了这段因果, 从此坚持道心, 与西郎僧到底在不出山, 后来合掌作画而终。 有诗为证, 有声总在夜渊中, 无道无声使是空。 若是沉心全不起, 凭她素债也消融。 第35章 驱途重任库杀众生 运州司令明。 诗云, 众生皆是命, 为死有童心。 何以贪淘者, 冤仇劫必甚。 话说世间一切生命之物, 总是天地所生, 一样有声有气, 有知有觉, 但与人各自为类。 其贪生为死之心, 总指一般, 贤恩寄仇之报, 总指一礼。 知识人比他灵慧机巧些, 便能以数相置, 弄得驾牛落马, 千仓走黄, 还道不足, 为这一副口舌, 不知伤残多少性命。 这些众生, 只为力不能抗拒, 所以任凭刀阻。 然道临死之时, 也会乱飞乱叫, 各处逃藏, 岂是蠢蠢不致死活任你实用的? 乃世间贪嘴好杀之人, 与愚辱小生之论, 道, 天生万物已养人, 食之不为过。 这句说话, 不知还是天地亲口对他说的, 还是自家说出来的。 若但道是人能食物, 便是天意养人, 那虎豹能食人, 难道也是天生人 一养虎豹的不成? 文蒙能作人, 难道也是天生人 遗养文蒙不成。 若是虎豹文蒙, 也一般会说, 会画, 会写, 会做, 想来也要是这样讲了, 不知人肯服不肯服。 从来古德掌者 劝人戒杀放生, 其话尽多, 小子不能禁数, 只趁口说这句 直接痛快地 与看官们笑一笑, 看说的可有理没有理。 至于佛家果报说六道众生, 尽是眷属渊渊相报, 沙沙相寻, 就说他儿年也说不了。 小子而今说一个怕死的众生 与人性无异的, 随你铁石做心肠, 也要慈悲起来。 宋师大平府有个黄池镇, 石里间有聚落, 多是些无赖之徒, 不成宗室, 屠牛杀狗所在。 春夕十年间, 王书端与表兄圣子东 同往宁国府, 过其处, 少气咸懒, 见也国内戏水牛五头。 圣子东指其中第二牛, 对王书端道, 此牛明日当死。 书端道, 怎见得? 子东道, 四牛皆食草, 独此牛不食草, 只是眼中泪下, 必有其故。 因到茶寺中吃茶, 就问茶主人, 此第二牛是谁家的? 茶主人道, 此牛乃是赵三室所买, 明早要涂砸了。 子东对书端道, 如何? 明日再往, 只剩的四头在了。 仔细看时, 那第四牛, 也像昨日的一样不吃草, 眼中泪出。 看见他两个夺来, 把双蹄跪地, 如败宿的一般。 赴问, 茶寺中人说道, 有一个客人, 今早至此, 一时买了三头, 只剩下这头, 早晚也要杀了。 子东叹息道, 处类有之如此。 劝书端访他主人, 与他重价买了, 志在尽庄, 做了长生的牛。 只看这一件事起来, 可见畜生一样灵性, 自知死期, 一样悲哀, 祈求施主。 如何而今人歪着肚长, 只要广伤性命, 暂持口腹, 使肾缘故。 感到是阴间无对症吗? 不知阴间最重杀生, 对症明明白白。 只为人死去, 既遭了冤队, 自去一一长报, 回声的少。 所以, 人多不及知道, 对人说也不信了。 小子如今, 说个回声转来, 明白可信的话。 正是, 一命还将一命田, 世人难解许多冤。 文生不识无如法, 君子欺将不忍权。 唐朝开元年间, 一温一线有个人, 父性趋突, 明重任。 父亲增典郡氏, 只生得重任义子, 连念其少, 自其所为。 重任性不好书, 终日只是出仆, 涉猎为氏。 父死时, 家同数十人, 家资数百万, 庄地甚多。 众人纵一情好色, 荒饮薄细, 如汤泼雪。 不数年间, 把家产变卖已尽, 家同仆妾之类, 也多养口不活, 各自散去。 只剩的一温一线这一个庄, 又渐渐把四围附近填酬多卖去了。 过了几时, 连庄上零星乌宇, 及楼房内饰, 也拆来卖了。 只是中间一正堂, 窥然独存, 连庄子也不成模样了。 家贫无忌, 刻意为生。 重任多利, 有个家同叫做莫河多, 是个藩仪出身, 也力敌百人。 主仆两个好生说得着, 大家各式履历, 便商量要做些不本分的事体来, 却也不爱去打家劫舍, 也不爱去杀人放火。 他爱吃的是牛马肉, 又无钱可买, 思量要与莫河多外边偷盗去。 每夜黄昏后, 便两人合伴, 直走去五十里外, 遇着牛, 即执起两脚, 翻覆在背上, 背了家来, 遇马罗将神树骑井, 也覆在背。 道德家中, 投在地上, 都是死的。 由于堂中决地, 买几个大瓮在内, 安住牛马之肉, 皮骨包踢下来, 那在堂后大坑, 火石拔火焚了。 初时只图自己口腹畅快, 后来偷得多起来, 便叫莫河多拿出城市换米来吃, 卖钱来用, 做得手滑, 日以为常, 当作了是他两人的生计了。 一起来路甚远, 脱薄又快, 自然无人疑心, 再也不弄出来。 众人性又好杀, 日理没事的做, 所居堂中, 弓箭, 罗网, 插弹满屋, 多是千方百计思量, 杀生害命。 出去走了一番, 再没有空手回来的, 不论张鹿兽兔, 乌冤鸟雀之类, 但惊木中一箭, 毕竟要算尽弄来吃他。 但是一番回来, 尖丹背负, 手提足细, 无非是些飞禽走兽, 就堆了一堂乌角。 两人又去武弄摆布, 思量巧样赤法, 就是带活的, 不肯便杀一刀, 打一下死了吧。 毕竟多射条和妙法, 或生割其干, 或生抽其筋, 或生断其舌, 或生取其血。 倒是一死, 便不贵嫩。 假如取得生熬, 便将绳妇其四足, 绷住在烈日中晒着, 憋口中可慎, 即将盐酒放在他头边, 憋直地吃了, 然后将它烹起来。 憋是里边最出来的, 分外好吃。 取驴赋于糖中, 面前放下一缸灰水, 驴四围多用火逼拾着, 驴口干即饮灰水, 须鱼, 使腻起来, 把他肠胃中污秽多荡尽了。 然后取酒调了胶炎各位, 再赋予他, 他火逼时不过, 见了只是吃, 性命未绝, 外边皮肉已熟, 里头调和也有了。 一日拿的一次尾, 他浑身是硬刺, 不便烹在。 重任于墨赫多商量道, 难道便是这样罢了不成? 想起一法来, 把腻着歇盐在内, 叠成熟一团一, 把刺猬一团一团一团一泥裹起来, 火里微着。 烧得熟透了, 除去外边的泥, 只见尾皮与刺接随泥脱了下来, 剩的是一团一熟肉。 加了盐酱, 且是好吃。 反所作为, 多是如此。 有失为证。 补飞竹走不曾停, 身上时常带血腥。 且是烹炮多有数, 想来手段会调羹。 且说重任有个孤师, 曾坐运州司马, 姓张明安。 起初看见众人家事渐渐凌落, 也要等他晓得些苦辣, 收留他去, 劝话他回头做人家。 即到后来, 看见他所作所为, 悦无人气, 时常规讽, 只是不听。 张司马连他是七兄独子, 每每挂在心上, 怎当他气泪异常, 不是好言可以欲解, 只得罢了。 后来司马已死, 一发在无好言到他耳中, 只是逞性一胡一为, 如此十多年。 忽一日, 家童莫赫多病死, 众人没了个帮手, 只得去寻了个小尸节乳他的老婆婆来守着堂屋, 自家仍去独自个做那些营上。 过得越于, 一日晚, 正在堂屋里吃牛肉, 呼见两个轻衣人, 直闯将入来, 将众人套了绳子便走。 众人自示戾气, 欲带打正, 不知这时, 戾气多在那里去了, 只得软软随了他走。 正是, 有纸爪劈开地面, 会腾云飞上清宵。 若无入得生天树, 自下栽秧怎地消。 众人口里问轻衣人道, 拿我到何处去? 轻衣人道, 由你家家一奴一般下你来, 需去对立。 身任茫然不知何事。 随了轻衣人, 来到一个大院。 听事失余间, 有判官六人, 每人聚两间。 众人所对在最西头两间, 判官还不在, 轻衣人叫他且立堂下。 有请, 判官已到。 众人仔细一认, 叫声, 啊呀, 如何却在这里相会? 你道, 那判官是谁? 正是他那姑父, 运州司马张安。 那司马也吃了一惊道, 你几时来了? 引他登街, 对他道, 你此来不好, 你年命未尽, 想为对事而来。 却是再世为恶无比, 所杀害生命千千万万, 冤家多宰。 惊呼到此, 有何计较可以相救? 众人才晓得是阴府, 心里想着平日所为, 有些惧怕起来, 叩头道, 小只生前, 不听好言, 不信有阴间地府, 忘作忘形。 今日来到此处, 忘姑父念轻微之情, 就拔则个。 张判官道, 且不要忙, 待我与众判官商议看。 因对众判官道, 普有七职驱突众认造罪无数, 今召来与一奴一莫喝多对事, 却是其人年命已未见, 要放他去了, 等他受尽才来。 只是既已到了这里, 怕被害这些冤魂, 不肯放他。 怎生为仆分上, 商量开得一路放他生还吗? 众判官道, 除非照明法者与他计较, 张判官叫鬼族换明法人来。 只见有个逼人前来参见, 张判官道, 要出一个年命未尽的罪人有路否。 明法人请问何事, 张判官把众人的话对他说了一遍。 明法人道, 众人虚伪对墨赫多事而来, 固然阳授未尽, 却是冤家太广, 只怕一语相见, 群道踏来, 不由分说, 自行实担。 此皆宜偿之命, 明府不能尽得, 料无在还之理。 张判官道, 众人既系无亲, 又命为何死, 故此要开生路救他。 若是受以尽时, 自作自受, 我这里也管不得了。 你有何计可以解得此难? 明法人想了一会道, 唯有一路可以出德, 却也要这些被杀冤家肯变好。 若不肯也没干。 张判官道, 却待怎吗? 明法人道, 此诸物类被重任所杀者, 必须尝其生命, 然后各取脱生。 今朝他美出来, 须诱哄他美道, 驱途众人, 今未对墨赫多事, 已到此间, 汝被食淡了臂, 急取脱生。 汝被余夜未尽, 还受畜生身, 是这件仍作这件, 牛更为牛, 马更为马。 使众人转生为人, 还依旧吃着汝被, 汝被夜豹, 无有了食。 金插众人为何急死, 虚令略还, 叫他替汝被追造福音, 使汝被咯射出生夜, 尽得人身, 再不为人杀害, 岂不至妙, 诸处类文德人身, 必然喜欢从命, 然后小小偿他些宿债, 乃可放去。 若说与这番说话, 不肯一时, 就再无别路了。 张判官道, 便可依此而行。 明法人将众人所在厅室前方众了, 然后赵众人所杀生类道, 判官庭中来, 庭中地可有百姆, 众人所杀生命文照都来, 一时甜色皆满。 但见, 牛马成群, 鸡鹅作对。 百般怪兽, 近阶舞爪张牙, 千种齐琴, 累个书毛古意。 谁道富灵独蠢, 既冤愁且是分明, 蔓延秉至篇书, 图报复更为紧急。 飞得飞, 走得走, 早难道天子上林, 叫得叫, 嚎得嚎, 须不是人间乐土。 说这些被害众生, 如牛马驴罗珠, 杨章鹿之兔, 以致刺猬飞鸟之类, 不可惜数, 凡数万头, 共作人言道, 赵我何为? 判官道, 驱途重任已道。 说声未了, 物类皆咆哮大怒, 腾震猝他, 大喊道, 逆贼, 还我债来。 还我债来。 这些物类愤怒起来, 个个身体比长辈大, 猪羊等马牛, 马牛等西巷, 只带重任出来, 大家吞噬。 判官乃使名法人一如前话, 小玉一番, 物类文说替他追拂, 可得人身, 进阶喜欢, 仍旧负了本性。 判官吩咐诸出且出, 都一命退出庭外来了。 名法人方在房里放出重任来, 对判官道, 而今须用小小偿他歇债。 说吧, 即有狱族二人手指皮带一个, 秘木二根道来, 名法人把众人带将进去, 狱族将秘木秘下去, 众人在带苦痛难尽, 身上血素素的出来, 多在带孔中留下, 好似浇花的喷桶一般。 狱族去了秘木, 只提着带, 满厅前走转洒去。 须于血身至阶可有三尺了。 然后连带头重任在房中, 又牢牢锁住了。 傅赵诸处等致, 吩咐道, 已取出众人生血, 听汝被拾爱。 诸处等皆作脑怒之状, 身负长大树辈, 骂道, 逆贼, 你杀无身, 金吃你血。 于是静来争食, 飞得走得, 乱嚷乱叫, 一头吃一头骂, 只听得呼呼嗡嗡之一声, 三尺来写一煞食吃劲, 还像不足的意拱寒地上。 只等亭中土鉴, 方才住口。 明法人等诸处吃罢, 吩咐道, 汝被已得偿了些债。 莫赫多身命已尽, 一听汝被取偿。 金放区突重任, 回家为汝被追伏, 令汝被多的人身。 诸处等皆欢喜, 各负了本行而散。 判官方才在带内放出众人来, 众人除了带, 站立起来, 只觉浑身疼痛。 张判官对他说道, 冤报赞解, 可以回生。 既已见了报应, 便可穷力修复。 众人道, 多蒙姑父竭力周全调护, 得解此难。 金若回生, 自当痛改前非, 不敢再增恶业。 但宿罪尚重, 不知合法修福可以尽销。 判官道, 辱罪业太重, 非等贤作福可以免得, 除非赐血写一切经, 此罪当尽。 不然, 他日更来, 无可再救了。 众人称谢领诺。 张判官道, 还需便于世间之人, 是他美闻着报应, 能生悔悟的, 也多是你的功德。 说吧, 就叫两个轻衣人送归来路。 又吩咐道, 路中若有所见, 切不可煽动念头, 不依我戒, 需要吃亏。 叮嘱轻衣人道, 可好伴他到家, 他余夜尽多, 怕路中还有失处。 轻衣人道, 本官吩咐, 敢不小心。 众人遂同了轻衣前走, 行了术礼, 到了一个热闹去处, 光景四阳间酒店一般。 但见, 村前茅舍, 庄后竹礼, 村牢香透瓷缸, 浊酒满胜瓦瓮。 架上麻衣, 昨日村郎留下当, 酒连大字, 乡中学究最识书。 流灵之位且停舟, 李白文相须驻马。 进到黄泉无客殿, 谁知名路有孤家。 重任正走的姬佑姬可又渴, 眼望去是个酒店, 他以字口角留闲了。 走到面前看时, 只见店鱼头吹的吹, 唱的唱, 猜拳豁止, 呼红喝溜, 在里头唱快饮酒。 满前嘎饭, 多是些肥肉鲜鱼, 撞击打压。 众人不觉旧性复发, 思量要进去坐一坐, 吃他一餐, 早把他姑父所借已忘记了, 反来拉两个轻衣进去同坐。 轻衣道, 进去不得的, 错走去了, 必有后悔。 众人那里肯信, 轻衣阻当不住, 道, 既要进去, 我们只在此间等你。 众人大踏步跨江进来, 捡个坐头坐下了。 店小二忙摆着暗酒, 众人一看, 吃了一惊。 原来一碗是死人的眼睛, 一碗是粪坑里大驱, 小德不是好去处, 抽身带走。 小二斟了一碗酒来倒, 吃了酒去。 众人不失气, 伸手来接, 拿到鼻边一闻, 臭灰难当。 原来是一碗腐一尸一肉, 正待撇下不吃, 忽然造下抢出一个牛头鬼来, 手指刚叉喊道, 还不快吃。 店小二把来一罐, 众人只得忍着臭烩强吞了下去, 往外变走。 牛头又领了好些奇形异状的鬼赶来, 口里嚷道, 不要放走了他。 众人急得无措, 只见两个青衣员站在旧处, 忙来遮蔽着, 贺道, 是叛怨放回的, 不得无礼。 掺着众人便走。 后边人听见青衣人说了, 然后散去。 青衣人埋怨道, 叫你不要进去, 你不肯听, 致有此惊恐。 起初叛怨如何吩咐来, 只道是我们不了事。 众人道, 我只道是好酒店如何里边这样光景。 青衣人道, 这也原是你业障献此眼花。 众人道, 如何是我业障? 青衣人道, 你吃这油, 还抵不得最憋最驴的债里。 众人欲加悔悟, 随着青衣再走。 看看茫茫荡荡, 不便东西南北, 身子如在云雾里一般。 须于重见天日, 以似是阳间世上, 俨然是一温一线地方。 同着青衣走入自己庄上草堂中, 只见自己身子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辱婆坐在旁边守着。 青衣用手将众人的魂向身上一推, 众人苏醒转来, 眼中不见了青衣。 却见辱婆叫道, 官人苏醒着, 几乎急死我也。 众人道, 我死去几时了? 辱婆道, 官人正在此吃食, 忽然暴死, 已是一昼夜。 只为心头上暖, 故此不敢移动, 谁知果然火转来, 好了, 好了。 众人道, 此一昼夜非同小可。 见了好些阴间地府光景, 那老婆子喜听的是这些说话, 便问道, 官人见的是什么光景? 众人道, 原来我为该死, 只为墨赫多死去, 撞着平日杀戮这些冤家, 要我去对证, 故沟我去。 我也为冤家多, 几乎不放转来了, 亏得撞着对岸的判官, 就是我张家姑父, 道我阳寿未决, 在里头趋意处分, 才得放海。 就把这些说话光景,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尽情告诉了汝婆, 那汝婆只是何掌念阿弥陀佛不住口。 众人说罢, 汝婆又问道, 这等, 而今墨赫多毕竟怎么样? 众人道, 他阳寿已尽, 冤债又多。 我自来了, 他在地府中毕竟要一一偿命, 不知怎地受苦力。 汝婆道, 官人可曾见他否? 众人道, 只因判官周全我, 不交对岸, 故此不见他, 只听地说。 汝婆道, 一昼夜了, 怕官人已饥, 还有剩下的牛肉将来吃了罢。 众人道, 而今要依我姑父吩咐, 正带刺血血经伐咒, 再不吃这些东西了。 汝婆道, 这个却好, 汝婆只去做些粥汤, 与众人吃了。 众人起来梳洗一番, 把镜子将脸一照, 只叫得苦。 原来阴间, 把蜜木取去他血, 与畜生吃过, 故此面色腊茶也四黄了。 众人从此雇一个人, 把堂中扫除干净, 先请几步经来, 焚香持送, 僵养了两个月, 身子渐渐复旧, 有了血色。 然后刺着臂写, 逐步逐卷写将来。 有人经过, 问起他血精跟油的, 便把这些事还一告诉将来。 人听了吴步毛骨悚然, 多有注盘费供他书写之用的, 所以月写的多了。 况且面黄鸡兽, 是个老大正见, 又指着堂中的瓮, 堂后的穴, 每对人道, 这是当时作业的遗迹, 留下为戒的。 来往人晓得是真话, 发了好些放生戒杀的念头。 开元二十三年春, 有个铜官令于贤道经一温一线, 见路旁草堂中有人年近六十, 如此刺血书写不卷, 请出经来看, 已写过了五六百卷。 怪到, 他怎能如此发心的萌? 众人把前后的话, 一一告诉出来。 于县令探以为其, 留凤前注写而去。 各处把此话传世于人, 故此人多知道。 后来众认得善果而终, 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也。 纪曰, 悟命在世间, 微分此灵蠢。 一切有知觉, 皆以具佛性。 取笔痛苦深, 供我口实用。 我饱以绝山, 彼死痛犹在。 一点宣狠心, 岂能尽消灭。 所以六道中, 转转向残杀。 愿保此此心, 处处可施用。 其意便多行, 简卫及省命。 无过转念间, 生死以各叛。 急到长夜时, 还恨重扶赏。 何不当生日, 随意做方便。 度他及自度, 应作如是官。 第三十六章, 战家才狠续度直亭亲迈, 笑女葬。 事曰, 子夕从来天术, 原非人力能为。 罪事无中生有, 堪金耳目心起。 话说元朝时, 都下有个李总管, 官居三品, 家业巨富。 年过五十, 不曾有此。 文德书密院东有个算命的, 开个铺面, 算人祸福, 无不其中。 总管是网一算。 于是衣冠满座, 多在那里侯他, 挨子推奖。 总管对他道, 我知路寿已不避言, 最要紧的, 只看我游子无子。 算命的推了一回, 笑道, 公已游子了, 如何哄我。 总管道, 我识不曾游子, 所以求算, 岂有红乳之理。 算命的把手掐了一掐道, 公年四十, 即已游子。 今年五十六了, 尚说无子, 岂非红我。 一个争道识不曾有, 一个争道决已有过。 地乡争执, 同座的人多惊讶起来道, 这怎么说? 算命的道, 在下不会拆, 带此公子去想。 只见总管沉吟了好一会, 拍手道, 是了, 是了。 我年四十时, 一臂有身, 我已直视父上都, 道德归家, 我七一把来卖了, 今不知他去想。 若说四十时上该有子, 除非这个缘故。 算命的道, 我说不差, 功命不孤, 此子仍当归功。 总管把钱向谢了, 坐别而出。 只见世间同在座上问命的一个千户, 也幸理, 邀总管入茶方座下, 说道, 世间文公与算命的所说之话, 小子有一见疑心, 敢问个明白。 总管道, 有何见叫? 千户道, 小可是南洋人, 十五年前, 也不曾有子, 因到都下买的一臂, 却已先有孕的。 带得到家, 无期事也有孕, 前后一两月间, 各生一难, 今皆十五六岁了。 世间听公所言, 莫非是公的令寺吗? 总管就把婢子容貌年齿之类, 两相质问, 无疑不合, 因而两边各通了姓名, 住址, 大家说个容拜, 各散去了。 总管归来, 对七说之其事, 七荡日撼堵, 做了这事, 而今贱夫无似, 也有些惭悔哀怜, 八步的是真。 次日妖千户到家, 续了同姓, 认为宗谱, 承设款贷, 约定日期, 到她家里去认看。 千户先归南阳, 总管给嫁前往, 带了许多东西, 去馈送着千户, 并她妻子仆妾, 多方礼物。 坐定了, 千户道, 小可归家问名, 此壁果是宅上出来的。 阴命二子出败, 只见两个十五六的小屁人, 一起走出来, 一样打扮, 气度也差不多。 总管看了, 不知那一个是她儿子。 请问千户, 求说明白。 千户笑道, 公子从看, 何必我说? 总管仔细向了一回, 天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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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自然时任, 前抱着一个道, 此无子也。 千户点头笑道, 果然不差, 于是父子相吃而哭, 旁观之人无不堕累。 千户设宴, 与总管贺喜, 大醉而散。 次日总管打席, 就介设在千户厅上。 九间千户对总管道, 小可寄还公令狼了, 岂可使令狼母子分离, 并令其母奉公同还, 何如? 总管喜出望外, 称谢不已, 就携了母子同回都下。 后来通戒成因, 官也至三品, 于千户家往来不绝。 可见人有子无子, 多是命理做定的。 李总管自己已信到无儿了, 岂知被算命地看出游子, 到底得以一团一员, 可知是逃纳命理不过。 小子为何说此一段话? 只因一个富翁, 也犯着无儿的病症, 岂知也稀有, 被人藏过。 后来一旦时任, 喜出非常, 关着许多骨肉亲疏的棺木栽, 在里头, 听小子从容地表白出来。 正是, 越亲越热, 不亲不热, 富个攀腾, 总妃之夜, 店酒交将, 终须骨穴, 如何度妇, 忍将四绝, 必是前妃, 非常冤业。 话说妇人心性, 最是妒忌, 情愿看丈夫无子绝后, 说着买妾致币, 嫡死也不肯的。 就有个把被人劝话, 勉强依从, 到底心中只是有些贤妓, 不甘服的。 就是生下了儿子, 是亲丈夫一点骨血, 又本等他做大娘, 还倒是隔重肚皮, 隔重衫, 不肯便认左气儿一般。 更有一等狠毒的, 偏要算计了绝的, 方快活的。 极致女儿嫁的个女婿, 分明是个异性, 无关宗之的, 他偏要认坐的亲, 事件偏心为他, 道胜如丈夫亲子之。 岂知女生外相, 虽戏无所生, 到底是别嫁的人。 至于女婿, 当时就有二心, 赚的杯便领搭架子了。 自然亲一只热一只, 女婿不如侄, 侄又不如儿子。 纵是前妻晚后, 天生树养, 归根结果, 的青瓜阁终究是一派, 好似别人多理。 不知这些妇人们, 为何再不明白这个道理? 话说元朝东平府有个妇人, 姓刘明从善, 年六十岁, 人皆以园外呼之。 妈妈李氏, 年五十八岁, 他有颇天野寺家私, 不曾生的儿子。 只有一个女儿, 小名叫做尹姐, 入赘一个女婿, 姓张, 叫蟑螂。 其实, 蟑螂有三十岁, 尹姐二十六岁了。 那个蟑螂即是贪小好利克波之人, 只因留园外家父五子, 他起心殃眉, 入赦为续。 变到这家四九后多是他的了, 毫不夸张得意。 却是刘元外, 自长, 把定家私在手, 没有得放宽于他。 亦且, 刘元外另有一个度长。 一来他有个兄弟刘从道同期宁市, 王室已过, 一下一个子儿, 小名叫做尹孙, 年二十五岁, 读书之事。 只是自小暗母双亡, 家私荡败, 靠着伯父度日。 刘元外道是自家骨肉, 另眼去他。 怎当的李氏妈妈, 一心只护着女儿女婿, 又且念他母亲存日, 周理不合, 到底结怨在他身上, 见了疑似眼中之丁。 亏得刘元外暗地保全, 却是毕竟爱着妈妈女婿, 不能十分周记他, 心中常怀不忍。 二来元外有个丫头, 叫做小悔, 妈妈见他一惊一戏, 叫他近身服侍。 元外就收拾来做了偏房, 已有了身孕, 指望生出儿子来。 由此两件心事, 元外心中不肯轻易 把家私与了女婿。 怎当的蟑螂被赖, 专一使心用妇, 搬世造妃, 挑拨的丈母与尹孙舅子, 日逐吵闹。 尹孙当不起机锅, 刘元外也怕淘气, 私下周给些钱钞, 叫尹孙自寻个住处, 做营生去。 尹孙是个读书之人, 虽是寻得间破房子住下, 不晓得别做生理, 只靠伯父把的这些东西, 且逐渐用去度日。 眼见的一个, 使蟑螂赶去了。 蟑螂心里怀着鬼胎, 只怕小梅生下儿女来。 若生个小姨, 也还只分的一半, 若生个小舅, 这家私舅一些, 没她分了。 要与魂家尹姐商量, 暗算那小梅。 那尹姐倒是个孝顺的人, 但是女眷家见识, 若把家私分与堂弟隐孙, 她自道是亲生女儿, 有些气不甘分, 若是父亲生下小兄弟来, 她自是喜欢的。 旷见父亲十分指望, 她也要安慰父亲的心, 这个念头是真。 晓得蟑螂不怀良心, 母亲又不明道理, 只护着女婿, 恐怕不能勾保全小梅生产了, 时常心下打算。 恰好蟑螂赶逐了尹孙出去, 心里得意, 在魂家面前露出那要算计小梅的意思来。 银杰想到, 若两三人坐了一路, 算计他一人, 有何难处? 不争你们, 是极度心肠, 却不把我父亲的后代绝了。 这怎使得? 我若不在里头使些见识, 保护这事, 做了父亲的罪人, 做了万代的骂名。 却是丈夫见我, 不肯坐一路, 怕他每辈地自作出来, 不若将机就计, 暗地周全罢了。 你倒怎生暗地用计? 原来银杰有个唐芬姑娘架在东庄, 是与银杰吉相后的, 美式心腹相托。 银杰要把小梅寄在他家里去分娩, 只当是托姑于他。 当下来与小梅商议道, 我家里自赶了隐孙官人出去, 蟑螂心里要独占家私。 依依你身怀有孕, 她好生极度。 母亲又护着她, 依依你自己也要放一惊一细血。 小梅道, 姑娘肯如此说, 足见看员外面上, 十分恩德。 奈我独自一身, 怎提防的许多? 指望姑娘反摆照顾泽个。 银杰道, 我怕不要周全, 只是观着财力上市, 连夫妻两个心肝不拖着五脏的。 她早晚私下弄了些手脚, 我如何知道? 小梅垂泪道, 这等, 却怎么好? 不如与园外说个明白, 看她怎么做主。 银杰道, 园外老年之人, 她也周避得你有数。 况且说破了, 落得大家面上不好看, 月结下冤家了, 你怎当得起? 我道有一记在此, 须一一熟商量。 小梅道, 姑娘有何高见? 银杰道, 东庄里姑娘与我最后, 我要把你系在她妆上, 在她那里分娩, 托她一应照顾。 生了儿女, 就托她抚养着, 衣食盘费之类, 多在我身上。 这边哄着母亲与仗师, 说姨姨不向一走了。 她美巴不得你去的, 自然不寻究。 且等她把这一点要摆布你的度长放宽了, 后来看个机会, 等我母亲有些转头, 你所养儿女一长大了。 然后对园外一一说明, 娶你归来, 那时需奈何你不得了。 除非如此, 可保实权。 小梅道, 足见姑娘后勤, 杀身难报。 银杰道, 我也只为不忍见园外吴后, 恐怕你遭了别人毒手, 没奈何背了母亲与丈夫, 私下和你计较。 你日后生了儿子, 有了好处, 虚计的今日。 小梅道, 姑娘大恩, 金板印在心上, 怎敢有望。 两下商议停档, 看着机会还未及行。 园外一日, 要到庄上收割, 因为小梅有身孕, 恐怕女婿生极度, 女儿有外心, 索性把家私都托女儿女婿管了。 又怕妈妈难为小梅, 请将妈妈过来, 对她说道, 妈妈, 你晓得借瓮酿酒吗? 妈妈道, 怎她说。 园外道, 假如别人家味儿, 借将来家里做酒, 酒熟了时, 就把那瓮儿送还她本主去了。 这不是只借的她家伙一饭。 如今小梅这妮子父怀有孕, 明日或儿或女, 得一个只当是你的。 那期间将那妮子或点或卖, 要不要多平得你? 我只要借她肚里生下的要紧, 这不当是借瓮酿酒。 妈妈见如此说, 也应当, 我晓得, 你说的是, 我去着她变了。 你放心装上去。 园外叫蟑螂取饼, 那远年尽岁欠她钱钞的文书, 都搬将出来, 叫小梅点个灯, 一把火烧了。 蟑螂伸手火里去抢, 被火一逼时, 烧坏了指头叫痛。 园外笑道, 钱这般好使。 妈妈道, 借于人家钱钞, 多是又年到今, 积攒下的家私, 如何把这些文书烧掉了? 园外道, 我没有这几冠夜钱, 安之不宜有了儿子。 就是今日有的些些根牙, 若没有这几冠夜钱, 我也不消丹的这许多干系, 别人也不来算计我了。 我想, 才是什么好东西? 苦苦盘算别人的作甚, 不如积些阴德, 烧掉了些, 家里虚用不了。 或者天可怜见, 不觉我厚, 得个小丝儿也不见得。 说吧, 自网装上去了。 蟑螂听见是财丈人所言, 倒是暗暗里有些亲着他, 一发不像一道, 他明明疑心, 我要暗算小梅, 我网做好人, 也没干。 何不趁他在装上, 便当真做一做。 也绝了厚绿, 又来与魂家商量。 银姐见事休已急了, 他日前已与东庄姑娘说之旧礼, 当下指点了小梅, 竟叫他到那里藏过, 来哄丈夫道, 小梅这丫头, 看见我美意思不善, 今早叫他配荣献去, 不见回来。 想是怀空走了。 这怎么好? 蟑螂道, 逃走是丫头的尝试, 走了也倒干净, 省得我们废弃力。 银姐道, 只是父亲知道需要烦恼。 蟑螂道, 我们又不打他, 不骂他, 不冲撞他, 他自己走了的, 父亲也抱怨我们不得。 我们且告诉妈妈, 大家商量。 夫妻两个来对妈妈说了。 妈妈道, 你两个说来没半句, 人外偌大年纪, 见有这些指望, 喜欢不尽, 在庄上专等报喜里。 怎么有这等的事? 莫不你两个做出了些什么逮勾当来。 银姐道, 今日绝早自家走了的, 实不干我们事。 妈妈心里也疑心道别有缘故, 却是护着女儿女婿, 也巴不得将没坐有, 便任坐走了也干净, 那里还来查着。 只怕园外烦恼, 又怕园外疑心, 三口都赶到庄上与园外说。 园外见他美其来, 直到是抱他生儿喜信, 心下糊涂。 见说出这话来, 惊得目呆。 心里想到, 家里难为他不过, 逼时走了他, 这是有的。 只可惜带了胎去。 又叹口气道, 看起一家这等光景, 就是生下儿子来, 未必能够保全。 便等小梅子去寻个好处也罢了, 和苦累他母子性命。 泪汪汪地, 忍着气恨命, 又转了一念道, 他们如此算计我, 则为着这些福彩。 我和苦空积攒着坐手财卢, 倒与他们受用。 我总是没后代, 趁我手里施舍了些去, 也好。 怀着一天奋气, 大张着膀子, 约着明日到开园寺里, 散前与那贫难的人。 蟑螂好生心里不舍的, 只为见丈人心下烦恼, 不敢熬他。 到了明日, 只得带了好些钱, 一家同道开园寺里散去。 到的寺里, 那贫难的纷纷地来了。 但见, 连肩搭背, 落手包头。 风瘫的沾果屯形, 暗雅的铃铛口说。 磕头撞脑, 拿叉了助拐护喧哮, 摸壁扶墙, 踹错了阴沟香院场。 闹热热血儿带女, 苦期期担负之期, 都念到明中社区暗中来, 真叫做今朝那管明朝事。 那流言外吩咐, 大启儿一贯, 小启儿五百文。 启儿中有个流酒, 有一个小孩子, 他与大兜子商量着道, 我带了这孩子去, 只知的一贯。 我叫这孩子, 自认做一户, 多落他五百文。 你在旁做个证件, 帮孙医生, 骗得钱来我两个分了, 买酒吃。 果然去报了名, 认做两户。 蟑螂问道, 这小的另是一家吗? 大兜子旁边答应道, 另是一家。 就分与他五百钱, 留酒也都拿着去了。 大兜子要来分他的。 留酒道, 这孩子是我的, 怎生分得我钱? 你须学不得, 我有儿子。 大兜子道, 我和你说定的, 你怎生多药了? 你有儿的, 便这般强横。 两个打将起来, 留园外问之缘故, 叫蟑螂劝他, 怎当的留酒不识风色, 指着大兜子千绝户, 万绝户地骂道, 我有儿子, 是请的钱, 干你这绝户的甚事。 蟑螂脸正得通红, 指不住他的口。 留园外已听得明白, 大哭道, 俺没儿子的, 这等没下烧。 悲哀不止, 连妈妈女儿伤了心, 一起都枯僵起来。 蟑螂没做理会处, 散罢, 只见一个人落后走来, 望着云外, 妈妈失礼。 你倒是谁? 正是刘尹孙。 园外道, 你为何到此? 尹孙道, 伯报, 伯娘, 钱与折的东西, 日烛盘费用赌尽了。 今日文芝在这里散前, 特来借些使用。 园外爱着妈妈在旁, 看见妈妈不作声, 就假意道, 我前日与你的钱抄, 你怎不去做些营赏? 便是这样没了。 尹孙道, 哲只会看几行书, 不会做什么营赏。 日日吃用, 有减无增, 所以没了。 园外道, 也是个不成器的东西。 我那有许多钱够你用。 狠狠要打, 妈妈假意相劝, 尹杰与蟑螂对他道, 父亲脑里, 舅舅走吧。 尹孙只不肯去, 苦要求钱。 园外将条住帐, 一直地赶将出来, 他们都认识真, 也不来劝。 尹孙前走, 园外赶去, 走上伴你来路, 连尹孙也不小奇异道, 怎生伯伯也如此作怪起来。 园外见没了人, 才叫他一声, 尹孙。 尹孙扑得贵道, 园外抚着哭道, 我的儿, 你伯父没了儿子, 受别人的气, 我轻骨穴只看得你。 你伯娘虽然不明理, 却也心词的。 只是妇人意识偏见, 不看得破, 不晓得别人的肉, 微不热。 那蟑螂不是良人, 须有日生分起来。 我好歹劝话你伯娘转意, 你只要诗节边勤勤, 到坟头上去看看, 只一两年间, 我这你做个大大的财主。 今日靴里有两定钞, 我瞒着他们, 只做赶打将来与你。 你且拿去盘费两日, 把我说的话, 不要忘了。 尹孙领诺而去。 园外转来, 收拾了家去。 蟑螂见丈人散了许多钱钞, 虽也心疼, 却倒是自今以后, 家才再没处走动, 尽备着他了。 未免志得一满, 自意犹自主, 要另立个铺牌, 把张家来出井, 渐渐把丈人、 丈母放在脑后, 倒像人家不是刘家的一般。 留园外固然看不得, 连那妈妈鸡袒护他的, 也有些不服气起来。 亏得女儿银姐, 着实在里边调停, 怎当的男子汉心性硬裂, 直逞自意, 那里来顾钱管后。 一切女儿家顺着丈夫, 日逐惯了, 也渐渐有些随着丈夫路上来了, 自己也不觉得的, 当不得有心地看不过。 一日, 时遇清明竭令, 家家上坟祭祖。 蟑螂记长把了刘家家私, 少不得刘家祖坟, 要蟑螂支持去祭扫。 蟑螂端挣了春圣担子, 先同魂家到坟上去。 年年刘家上坟已过, 蟑螂然后到自己祖坟上去。 此年蟑螂自家做主, 偏要先到张家祖坟上去。 银姐道, 怎么不照旧先在俺家的坟上, 等爹妈来上过了再去。 蟑螂道, 你嫁了我, 连你身后也要葬在张家坟里, 还先上张家坟室正礼。 银姐懊仗师不过, 只得随他先去上坟不提。 那妈妈同流园外以后起身, 到坟上来。 园外问妈妈道, 他们想已到那里多时了。 妈妈道, 这时蟑螂已摆设得齐齐整整, 同女儿也在那里等了。 到的坟前, 只见静悄悄地绝无影响。 看那坟头, 已有人调些新土盖在上面了, 也有些纸钱灰鱼酒浇的尸土在那里。 留园外心里明知是者隐孙到此过了, 故意道, 谁曾在此先上过坟了? 对妈妈道, 这有作怪。 女儿女婿不曾来, 谁上过坟? 难道别姓的来不成? 又等了一回, 还不见蟑螂和女儿来。 园外等不得, 说道, 俺和你先拜了罢, 知他们几时来。 拜罢, 园外问妈妈道, 俺劳两口百年之后, 在那里埋葬便好。 妈妈指着高杆上说道, 这达树木长得四伞一般, 在这所在埋葬也好。 园外叹口气道, 此处没我和你的分。 指着一块下挖水烟的绝地, 道, 我和你只好葬在这里。 妈妈道, 我每又不少钱, 凭捡着好的所在, 怕不是我们葬。 怎么倒在那水烟的绝地? 园外道, 那高口有龙气的, 需让他有儿子的葬, 要图个后代兴旺。 俺和你没有儿子, 谁肯让我? 只好剩那绝地与我们安骨头。 总是没有后代的, 不必好地了。 妈妈道, 俺怎生没后代? 谢有姐姐, 姐夫李。 园外道, 我可忘了, 他们还未来, 我和你且说闲话。 我且问你, 我姓什么? 妈妈道, 谁不晓得姓刘? 也要问。 园外道, 我姓刘, 你可姓甚吗? 妈妈道, 我姓李。 园外道, 你姓李, 怎么在我刘家门里? 妈妈道, 又好笑, 我须是嫁了你刘家来。 园外道, 街上人换你是刘妈妈, 换你是李妈妈。 妈妈道, 常言道,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一车骨头半车肉, 都数了刘家, 怎么叫我做李妈妈? 园外道, 原来你这骨头, 也数了俺刘家了, 这等, 女儿姓甚吗? 妈妈道, 女儿也姓刘。 园外道, 女婿姓甚吗? 妈妈道, 女婿姓张。 园外道, 这等, 女儿百年之后, 可往俺刘家坟里葬去, 还是往张家坟里葬去。 妈妈道, 女儿百年之后, 自去张家坟里葬去。 说到这句, 妈妈不觉得鼻酸起来。 园外晓得有些省了, 便道, 却又来。 这等怎么叫做的刘门的后代, 我们不是绝后的吗? 妈妈放声哭僵起来道, 园外, 怎生只想到这里。 暗无耳的, 真个好苦。 园外道, 妈妈, 你才赏了。 就没有儿子, 但得是刘家门里亲人, 也须是一挂一地。 生前望坟而败, 死后供土而埋。 那女儿只在别家去了, 有何一交一涉? 妈妈被刘园外说得明切, 言下大悟。 况且, 平日看见女婿的乔坐坐, 今日又不见同女儿仙道, 也有好些不相义了。 正说间, 只见尹孙来坟头收拾铁锹, 看见伯父伯娘便拜。 此时妈妈不比平日, 觉得亲热了好些, 问道, 你来此坐肾吗? 尹孙道, 折特来上坟添土来。 妈妈对袁外道, 亲的则是亲, 尹孙也来上过坟, 添过土了。 他们还不见道, 园外故意挠尹孙道, 你为肾上不挑了春圣担子, 齐齐整整上坟, 却如此草率。 尹孙道, 折无钱, 只起画得三杯酒, 一块纸略表表做子孙的心。 园外道, 妈妈, 你听说吗? 那有春圣担子的, 为不是子孙, 这时还不来理。 妈妈也老大不过意。 园外又问尹孙道, 你看那边鸭飞不过的庄宅, 石阳石虎的坟头, 怎不去? 道安这里坐肾吗? 妈妈道, 那边的坟, 只踏实那家。 他是刘家子孙, 怎不到按刘家坟上来。 园外道, 妈妈, 你才晓得尹孙是刘家子孙, 你先前可不说姐姐, 姐夫是子孙吗? 妈妈道, 我起初是错见了, 从今以后, 折只在我家里住。 你是我一家之人, 你修计着前日的不是。 尹孙道, 这个, 折怎敢? 妈妈道, 吃的穿的, 我多照管你变了。 园外叫尹孙败谢了妈妈。 尹孙败下去道, 全丈伯娘看刘氏一脉, 照管孩儿则个。 妈妈速速地掉下泪来, 正伤感触, 蟑螂与女儿来了。 园外与妈妈, 问其来迟迟故, 蟑螂道, 先到寒家坟上, 玩了事, 才到这里来, 所以迟了。 妈妈道, 怎不先来上 俺家的坟? 要俺劳两口等这半日? 蟑螂道, 我是张家子孙, 礼上虚先玩张家的事。 妈妈道, 姐姐呢? 蟑螂道, 姐姐也是张家媳妇。 妈妈见这几句话, 恰恰对着世间所言的, 气得木蒸口呆, 变了色道, 你既是张家的儿子媳妇, 怎生长把这刘家的家私? 匹首就女儿处, 把那放钥匙的匣儿夺将过来, 道, 以后张子张, 刘子刘, 竟把匣儿一交易于尹孙了, 道, 今后只是俺刘家人当家。 此时连刘元外也不料, 妈妈如此决断, 那蟑螂与尹姐平日护她惯了的, 一发不知在那里说起, 老大的没去, 心里道, 怎么连妈妈也变了卦? 竟不知妈妈已被园外劝话得明明白白的了。 蟑螂还指点叫百计武, 园外, 妈妈大怒道, 我刘家祖宗, 不吃你张家蚕食, 改日另计, 各不喜欢而散。 蟑螂与尹姐回到家来, 好生埋怨道, 谁筐先上了自家坟, 讨得这番发脑不打紧, 连家私也夺去与尹孙长罢了。 这如何气得过, 却又是妈妈做主的, 一发作怪。 尹姐道, 爹妈认道, 只有尹孙一个是刘家亲人, 所以如此。 当初你带要暗算小梅, 她有些知觉, 欲先走了。 若留得她在时, 生下个兄弟, 须不让那尹孙做天气。 况且自己兄弟还情愿地, 让与尹孙实是气不干。 蟑螂道, 平日又与她冤家对头, 如今她当了家, 我们倒要在她侯下去气了。 怎么好, 还不如再求妈妈择个。 尹姐道, 是妈妈主的意, 如何求得赚? 我有道理, 只叫尹孙一样, 当不成家罢了。 蟑螂问道, 即将安出。 尹姐只不肯说, 但倒是, 做出辩见, 不必细问。 明日, 流园外做个东道, 请这邻里人, 把家私一交易于尹孙长吧。 妈妈也是心安意肯的了。 尹姐晓得这个消息, 倒是蟑螂没去, 打发出外去了。 自己这人, 悄悄东庄姑娘处说了, 借了小梅家来。 原来小梅在东庄分娩, 生下一个儿子, 已是三岁了。 尹姐私下, 积一计时去看去她母子, 只不把家里知道。 唯恐蟑螂晓得, 生出别样毒害来, 还要等她再长成些, 才与父母说破。 而今因为气不过尹孙做财主, 只得去接了她母子来家。 此日来对刘元外道, 爹爹不认女婿做儿子爸, 怎么连女儿也不认了? 元外道, 怎么不认? 只是不如尹孙亲谢。 尹姐道, 女儿是亲生, 怎么倒不如他亲? 元外道, 你须是张家人了, 他须是刘家亲人。 弄得大元周界内七点八道, 本周监君使乃是内奸出身, 这些太监心性, 一发尽信的了不得。 监君使是要朝经, 因为那时朝廷也中这些左道艺术, 郭赛普与女巫便思量, 随着监君使之变, 到京师走走, 图些侥幸。 那监君使也要作星他们, 主张带了他们去。 道德经师, 真是五方杂具之所, 奸鬼一藏, 邪言一波。 他们师父舍咒, 旧病除妖, 偶然撞着小小有些应验, 便一传两, 两传三, 各处传将开去, 倒是一人一数, 分明是一对活神仙在经历了。 极致来见他的, 他们一袭依着这些大言不惭的话头, 见神见鬼, 说的活灵活现, 又且两个一股一板, 你抢我赛, 除非是正人君子不为所获, 随你身骂灵力的好汉, 但是一分信这鬼神的, 没一个不着他道。 外边既以轰传其名, 又因监君使道北司各间赞扬, 弄得这些太监往来的多了, 女巫遂得出入公业, 是有恩机, 又得太监们帮村之力, 银元圣旨, 男女巫拒得赐好天师, 原来唐食崇尚道树, 道好天师, 僧赐子医, 多是不以为意的事, 却也没个什么执掌衙门, 也不是什么正经品质, 不过取得名声好听, 恐动乡礼而已。 郭塞浦既得此号, 便私荣归故乡, 同了这女巫仍旧到太原州来, 此时无大无小, 无贵无贱, 尽称他美为天师, 他也装模作样, 一发与魏晋经的师姐, 气势大小同了。 正值晋阳大汉之计, 无计可施, 狄县令出着告示道, 布局官吏军民人等, 如有能星云之雨, 本县不惜众礼仇谢。 告示寄出, 有县里一般父老率领着若干百姓来秉献领导, 本周郭天师福树高庙, 明满京都, 天子尚然家里, 若得他一致本县此中, 那祈求宇则如反掌之意, 只恐他尊贵, 不能勾得他来。 须得相公鲁城敦请, 必求其至, 以救百姓, 百姓便有再生之望了。 狄县令导, 若果然奇数有灵, 我岂不能为这百姓屈己求他? 只恐此辈是大奸华, 山起浮明, 未必有真本事。 一切假窃生号, 妄子尊大, 请得他来, 徒增尔被一番骚扰, 不能有益。 不如就进访那真正好道, 前修得利的, 未必无人, 或者有得出来应母, 定胜此辈虚消的一辈。 本县所以未敢慕名, 开此妄端儿。 父老道, 相公所见故事, 但天下有其名, 必有其时, 见放着那朝野文明深骂的天师不求, 还那里去另访得到的? 这是县中不达, 又去炼童了。 若相公恐怕供给凡难, 百姓们情愿照理地人丁派出做公费, 只要相公做主, 求得天师来, 便莫大致恩了。 县令道, 你们所见既定, 有何所惜? 于是, 县令背着花红表里, 写着恳请书起, 拆个知识的利点, 带县令亲身行礼, 背数来意已毕。 天师一态甚是巨傲, 听了一回, 漫然答道, 要起语吗? 众人叩头道, 正是。 天师笑道, 抗旱乃是天意, 必是本方百姓罪业深重, 又且本县官吏滩, 一无不道, 上天想法, 见得如此。 我等奉天行道, 怎肯为了天心, 替你们起语? 众人又叩头道, 若说本县县官, 甚是轻正有余, 因为小民作业, 上天降灾, 县官心生不忍, 特目天师大名, 赶来礼聘, 屈尊道县, 其请一谈干语, 万物推却, 万民敢待。 天师又笑道, 我等其肯, 轻易赋如小县之请, 再三不肯, 历典等回来, 回复了嫡县令, 父老同百姓等多哭道, 天师不肯来, 我被眼见得不能存活了, 还是现在相公再行敦请, 是必要他一来便好。 县令没奈何, 只得又加礼物, 天差了人, 另写了恳切孰起。 又申个文书到周里, 央周江分上, 恳请必来。 周江见县坚如此勤恳, 只得自去拜望天师, 求他一行。 天师见周江自来, 不得已, 方才许诺。 众人见天师肯行, 欢声动地, 恨不得连身子都许下他来。 天师教背男女教各一成, 同着女师前往。 这边利点父老人等, 为命是从, 赶不起整。 背着男女二教, 多杰树得分外先鸣, 一路上炳香燃烛, 撞翻宝盖, 真似迎着一双活佛来了。 道德晋阳界上, 狄县令当先迎着, 他两人出了轿, 与县令见礼弊。 县令把着斩, 替他两个上了花红彩段, 背过马来换了轿, 县令亲替他拢着, 谷月前倒, 迎至此中, 先摆着下马九颜, 极其丰盛, 就把铺陈行礼之类收拾在此后捷径房内, 县令到了安置, 别了自趣, 砖喉明日作用, 不提。 却说, 天师道房中对女无道, 此县中要我美其余, 一死前程, 离封后, 只好这等了。 满县官吏人民, 个个仰望着下雨, 假若我们作章作势, 造化撞着了下雨便好, 躺不欲巧, 怎生打发的这些人。 牛道, 再叫你弄了若干年代把戏, 这样小事就费计较。 明日我美之八与七约得远些, 天气晴得久了, 好歹多少下谢, 有一两点洒洒便算是我们功德了。 万一到底不下, 只是寻他们事故, 左也是他不是, 右也是他不是, 弄得他们不耐烦。 我们做个天气, 只是撇着要去, 不肯再留, 那时只道恼了我们性子, 扳留不住。 自驾只好忙乱, 那个还来依我们的背后不成。 天师道, 有礼, 有礼。 他既十分敬重我们, 料不敢拿我们破绽, 只是老着脸皮作变了。 商量已定, 此日, 县令到此请祁语。 天师传命, 就于此前设立小坛亭党。 天师同女巫在城皇神前, 口里一壶一言乱语地说了好些鬼话, 一同上坛来。 天师灯位, 敲动令牌, 女巫将这酒坏单皮骨打的丝狼狼驾响, 烧了豪道福。 天师站在高处, 四下一望, 看见东北上微微有些云气, 思量道, 下雨北风生, 莫不是数日内有雨。 落得先说破了, 做个人情。 下坛来对县令道, 我为你飞幅上界情语, 以奉上帝命下了, 只要你们制成, 三日后雨当瞻足。 这句说话传开去, 万民无不踊跃喜欢。 四郊世树多来一团一集了, 只等下雨。 玄玄望到三日七满, 只见天气月晴的正路了。 烈日当空, 浮云扫静。 黄南的意, 成热气已飞扬, 鱼鳖前宗在汤池而播出。 清风罕见, 直挺挺不动五方旗, 点语无争, 苦哀哀只闻一路哭。 县令同了若干百姓来问天师道, 三日七已满, 怎不见一些影响? 天师道, 灾枕必非虚生, 实由县令无德, 故此上天不应。 我今为你前程再告。 狄县令见说他无德, 自己引罪道, 下官不值, 灾火自当, 怎忍一类于百姓。 万望天师驱为周臂, 宁使折尽下官浮算, 换得一场语则, 救取万民, 不胜感待。 天师道, 抗汉必有汉拔, 我尽为你一面祈求语则, 一面搜寻汉拔, 保你七日之期, 自然有语。 县令道, 汉拔之说, 诗, 书有之, 只是如何搜寻。 天师道, 此不过在民间, 你不要管我。 县令道, 果然搜寻得出, 质的语来, 但凭天师行事。 天师就令女巫道, 民间各处寻汉拔, 但见民间有怀胎十月将阻折, 便倒是汉拔在腹内, 要将要堕下他来。 民间多慌了, 他又自视是女人, 没一家内侍不定进去, 但是有身孕的多瞒他不过。 傅家恐怕出丑, 只得将钱财买主他, 所得贿赂无算, 只把一两家贫富带到关来, 只说是汉免之母, 将水浇他。 县令明知无干, 敢怒而不敢言, 只是尽意奉承他。 到了七日, 天色仍富如旧, 毫无笑颜。 有诗为证, 早八如何在赴台? 好图设计诈人才, 虽然不是奇壤法, 只和雷声投上来, 如此作为, 时日有多。 天不凑去, 假如肯轻轻松松撒下了几点, 也要算他功劳, 满场卖弄本事, 手仇谢去了。 怎当的干阵, 也不打一个? 两人自觉没去, 推道时, 此方未该有雨, 单搁在此无用。 一面收拾, 立刻要还本舟。 这些余呆百姓, 一发慌了, 嚷道, 天师在此, 上人不能下雨, 若天失去了, 这雨再下不成了。 岂非一方百姓该死? 多来苦告现金, 定要搬留。 县令即是爱百姓的, 顺着民情, 只得去拜告苦留, 道, 天师既然肯为万幸, 特地来此, 还求至心祈祷, 必求个应验就此一方, 如何做个劳而无功去了。 天师被县令礼求, 百姓苦告, 无言可答。 自想道, 若不放下个脸来, 怎生禅得过? 勃然变色, 骂县令道, 庸所观人, 不知天道。 你做官不才, 本方该灭。 天师不肯下雨, 留我在此何干? 县令不敢回言与辩, 但称谢道, 本方有罪, 自于于浅, 非敢更烦天师, 但特地劳毒天师到此一番, 明日需要挚酒奉剑, 所以驱留一宿。 天师方才何言道, 明日必不可迟了。 县令别去, 自到衙门里来。 召集衙门中人, 对他道, 此辈华图, 我明知较无无益, 只因愚民倾信, 只到我做官的不肯屈异, 以致不能得语。 而今我奉事之礼, 其肯之成, 以无所不尽, 只好这等了。 他不说自己邪妄没力量, 反将恶语立我。 我舔居人上, 今为污者所辱, 岂可复言为官业。 明日我若有所指挥, 你等需要依依我而行, 不管有甚好歹是非, 我身自当之, 你们不可迟疑落后了。 这个嫡县令一向威严, 又且德政在人, 各个信服。 他的吩咐那一个不依从的, 当日衙门人等, 聚个领命而散。 次早县门未开, 以报天师言斥归起, 以免催促起身了。 管班历来问道, 今日相公与天师践行, 酒席还是设在县里, 还是设在祠里, 也要预先整备才好, 他一时来不迭。 县令冷笑道, 有甚来不迭, 竟叫打头踏到祠中来, 与天师送行。 随从的人多疑心道, 酒席未曾见辈, 如何送行。 那边祠中天师也道, 县官既然送行, 不知设在县中还是祠中, 如何不见一些动静。 等着心交正在祠中发作道, 这样怠慢的县官, 怎得天肯下雨。 许间县令急道, 天师还带着怒色, 同女巫一起嚷道, 我们要回去的, 如何没些事故耽搁我们? 什么道理? 既要践行, 何不快些? 县令改容大喝道, 大胆地监徒。 你左道女巫, 腰或日久, 撞在我手, 当须死在今日。 还敢说归去吗? 喝一声, 左右, 拿下。 官长吩咐, 从人怎敢不从。 一火工人爆雷, 也似答应一声, 提了铁链, 如鹰拿燕雀, 把两人扣成警锁了, 扭将下来。 县令先告成皇道, 龌龊妖图, 哄骗渔民, 污妄神道, 今日请为神明除之。 贺令暗倒在城皇面前道, 我今与你二人践行。 各边被二十, 打得皮开肉绽, 血溅亭界。 鞭霸, 捆腹起来, 头在瓷前飘水之内。 可笑郭赛普与冰州女巫, 做了一世邪人, 今日死于非命。 强项官人不受挫, 望左妖物干托大。 神前仗被神不灵, 瓦罐不离井上破。 狄县令立刻之间, 除了两个天师, 左右进阶失色。 由老成的来禀道, 欺望之徒, 相公除了甚当。 只是天师之号, 朝廷所赐, 万一上司称怪, 朝廷罪责, 如之奈何。 县令道, 此辈人无根伴有权术, 留下他冤仇不解, 必受他重伤。 祭祀之后, 如飞鹏断梗, 还有什么亲事故 就来一挡一护他的。 即使朝廷则我善杀, 我拼这一关辩了, 没甚大事。 众皆为为浮其胆量。 县令又自想道, 我除了天师, 若与则仍旧不祥, 无知于民越要归咎于我, 倒是得罪神明之故了。 我想神明在上, 有感必通, 妄诞拥益奴医, 原非感阁之辈。 若堂堂现在为民请命, 岂有一念至成, 不蒙见察之理。 遂叩守身前前导道, 无望兼徒, 身行会事, 口出无言, 殿无神德, 仅以诛弃。 上天与则, 既不清训妖望, 必当渐念正直。 再无感应, 是神明不灵, 善恶无别矣。 若果系献令不得, 罪止一身, 不宜重害百姓。 经叩守神前, 为谦发心, 从此在此后高纲烈日之中, 力保其身, 不得与情愿搞死, 是不休息。 严必再败而出。 那此后有山, 高可食杖, 县令急命设席焚香, 三官职户朝服, 独立于上。 吩咐从历聚各散去听侯, 合成市民, 听知县令如此行事, 大家害恶起来道, 天师如何打死得的? 天师决定不死。 异常惹了他, 必有奇祸, 如何是好? 右键说道, 县令在此后高纲上, 烈日中自行曝晒, 祈祷上天去了。 于是奔走纷纭, 进来观看, 角坐了人山人海城墙, 也似气将隆来。 可煞怪也, 真是来意至成, 无不感应。 起初县令不到口上之时, 言为正斥, 杀石流铁, 待等县令站得绞定了, 忽然一片黑云推僵起来, 大如车盖, 恰恰把县令所立之处 遮得无一点日光, 四周日色尽晒他不着。 自此一片起来, 四下里慢慢黑云一团一圈接着, 与起初这附顶的混作一块生成了, 雷震数声, 甘雨打住。 但见, 千山以带, 万景昏埋, 剑莫飞流, 空中婉转群龙舞, 怒号狂笑, 野外奔腾万气来。 闪烁朔夜两道流光, 闹哄哄鸣声连鼓, 淋漓无矣, 只交农子心欢, 震叠不停, 醉是恶人胆怯。 这场雨足足下了一个多时辰, 直下的勾引快满, 远也旁流。 市民拍手欢呼, 感激县令相公为民辛苦, 论万数千地跑上钢来, 簇拥着敌公自上而下。 脱下长衣当了伞子遮着雨点, 老幼妇女拖泥带水, 连路只是叩头赞颂。 敌公凡有好些不过一道, 快不要如此。 此天意救民, 本献何德? 怎当的众人渔迷得多, 不晓得一惊一成所感, 但见县官打杀的天师, 又会的其语, 毕竟神通广大, 手段又比天师高强, 把先前重奉天师这些鲁城 多移在县令身上了。 县令道厅, 吩咐百姓各散, 随取了各乡各宝, 余暑尺寸文书, 申报上死去。 那时周将在周, 先文德县官杖杀乌者, 也有些怪他轻举妄动, 倒是离请去的, 纵不得雨, 何至于死? 若毕竟晴雨不得, 岂不再杀无辜? 乃见文书上来, 抱着四交羽族, 又见百姓血片, 也四头撞来, 称赞县令报身至于许多好处, 周将才晓得, 县令正人君子, 政绩舒长, 身家叹义。 有心要表扬他, 又恐朝廷怪他杖杀乌者, 只得上表一道, 名列其事。 内中大略云, 郭乌等威琐细民, 妖巫祸众, 虽窃名号, 总署银元, 即在乡里, 独神骇下, 凌轩一掌。 守土之官, 为民诸之, 亦不为过。 狄某立足出奸, 成能动武, 暴躯至语, 俱见一计。 盛世能臣, 礼仪优异云云。 其实藩阵有权, 周将表上, 朝廷不敢有意, 亦且郭乌等缘戏无极棍图, 亦是在京冒烂一宠一姓, 道德出外多时, 京中原无语一心腹记他在心上的。 就打死了, 没人仇恨, 名虽天师, 只当杀个平民罢了。 果然不出敌县令所料。 那金阳市鄙视北京, 亦是敌县令正生朝野宣传, 进阶侵服其人品。 不一日, 赵书下来包义。 赵云, 为谦俱义良才, 忠臣华咒。 赌资天力, 江丈下民。 当景岛于尽此, 泪头乌于夜县。 鲍山交之魏景, 适等坟区, 其天际之游云, 情同减长。 遂是汉风前夕, 甘泽悬流。 吴天游建克城, 亦一起望包膳, 特班米符, 必要同章。 物体令名, 更招书记。 当下次前五十万, 一赏其功。 从此, 敌县令遂为唐朝明臣, 后来升任去后, 本县百姓赶他, 建造生辞, 香火不绝。 齐情岛屿, 无不应验。 只是一念刚正, 见得如此。 可见, 邪不能胜正。 那些乔装做事的巫师, 做了水中淹死鬼, 不知几时的抄生理。 诗人酷信巫师的, 当熟看此段话文。 有诗为证, 尽到天诗数有灵, 如何永底不回生。 试看甘雨随车后, 使信如神士制成。 读第三十八张华音道, 读逢一刻将灵俊三拆线。 诗云, 人生凡事有前妻, 犹是功名难强为。 多少英雄埋没杀, 只因墨于纸图米。 话说, 人生只有科第一事, 最是黑暗, 没有甚定准的。 自古道, 闻其福不齐, 随你胸中锦绣, 笔下龙蛇, 若是命运不对, 倒不如乳秀小儿, 卖菜拥早灯磕甲去了。 就如唐诗以诗取士, 那里, 杜, 王, 孟不是万世推尊的师祖。 却是李渡俊不得成尽时, 孟浩然连关多没有, 只百王摩羯一人有磕地, 又还亏得齐王帮孙, 把玉伦袍打了九公主夫节, 才夺得解头。 若不会银元钻赐, 也是不稳的。 指这四大家尚且如此, 何况他人, 极致诗不成诗, 而今世上不传一首的, 当时登帝的缘不少。 看官, 你倒有什么青头在那里。 所以说, 文章自古无凭据, 唯愿朱一一点头。 说话的, 依你这样说起来, 人多不消得读书勤学, 只靠着命中福分罢了。 看官, 不是这话, 又倒是, 尽其在我, 听其在天。 指这些福分, 又赶着兴头走的, 那奋发不过的人, 终究容易得些, 也是常理。 故此说, 黄天不负苦心人, 毕竟水到渠成, 应得得多。 但是科场中鬼神弄人, 只有那该侥幸的十来福凑, 该遵战的七连八道, 这两项吓死人。 先听小子说, 几件科场中尸体, 做个起头。 有个该中了, 撞着人来帮村的。 胡广有个举人姓何, 在京师中会试, 偶入酒寺, 见一伙青衣大茂人, 在寺中饮酒。 听他说话半文半俗, 看他气质, 贾斯文带些光棍枪。 何举人另在一座, 自真自拙。 这些人见他独自一个寂寞, 便来邀他同坐。 何举人不辞, 就便随和欢唱。 这些人倒是不做枪, 肯入队, 且又好相遇, 仅多快活。 吃罢散去。 隔了二日, 何举人在长安接过, 只见一人醉卧路旁, 一卯多被尘土染污。 仔细一看, 却认得是前日九四里同吃酒的内中一人, 也是何举人忠厚处, 见他最后狼藉不像样, 走近身扶起他来。 其人也有些醒了, 张牧一看, 见是何举人扶他, 把手拍一拍毕薄, 哈哈笑道, 香公造化到了。 就伸手绣中解出一条汗巾来, 汗中节里裹着一个两指大的小风, 对何举人道, 可拿到下处自看。 何举人不知其意, 绣了道下处去。 下处有好几位同会士的在那里, 何举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机密勾当, 不以为意, 竟在众人面前拆开看时, 乃是六个四书题目, 八个经题目, 共十四个。 童与人见了, 问道, 此字何来? 何举人把前日九四同隐, 今日跌倒街上的话, 说了一遍, 道, 是这个人与我的, 我也不知何来。 童与人道, 这是光棍们假作词等哄人的, 不要信他。 独有一个姓安的心理道, 便是假的何妨? 我们落得做作数也好。 就与何举人约了, 每提个作一篇, 又在书房中寻课的好文, 参着改定。 后来入场, 六个题目都在这里面的, 二人多是预先作下的文字, 借得登地。 原来这个罪卧的人, 乃是大主考的书办, 在他书房中抄的这张题目, 乃是一正一副在内。 朦龙最终, 见了何举人扶他, 喜欢, 与了他。 也是他机缘扶奏, 又切带了一个姓安的。 这些同欲不信的人, 可不是命理不该, 当面错过。 罪卧者人, 吐露者神, 信与不信, 命从此分。 有个该中了, 撞着鬼来帮村的。 扬州兴华县举子, 应应天相识, 头场日酷酣睡一日不醒, 浩君叫他起来, 日已晚了, 正子心慌, 且到浩底策上走走。 只见策中已有一个举子在里头, 问兴华举子道, 凶闻成位? 答道, 正因睡了失觉, 一字未成, 了不得在这里。 策中举子道, 吴文皆成, 写在王会纸上, 金吉作玉不得了, 凶闻即未有, 吴当赠凶罢。 他日中了, 可谢我百金。 兴华举子不胜之喜。 策中举子就把一张王会纸递过来, 果然六篇多明明白白写完在上面, 说道, 小弟姓某名某, 是应天辅学。 家在辟乡, 城中有卖柴丫人某人, 是我值, 可一访之, 便可寻我家了。 兴华举子领诺, 拿到号房照他写的玉了, 得以玩卷。 进过三场, 揭晓果中, 即使百金往寻卖柴芽人, 问他梳子家里。 那芽人道, 有个梳子, 上科正患立即进场, 死在场中了。 金科那得, 还有一个梳子。 橘子大害, 晓得是鬼来帮他中的, 同了衙人直到他家, 将百金为谢。 七家圣贫, 梦里也不料, 由此百金之德, 何家大喜。 这举子, 只当百金买了一个春圆, 一点闻心, 至死不磨。 上科之鬼, 能住金科。 有个该中了, 撞着神界人来帮村的。 明波有两生, 同在剑湖玉王寺读书。 一生喧巧, 一生捉成。 那捉得信佛, 每早晚必焚香在大事做前祷告, 愿求明示场中七体。 那巧得见他匍匐不休, 心中笑他痴呆。 思量要耍他一耍, 遂将一张大纸, 自拟了六题, 把佛香烧成字, 放在香极下。 捉得明日早起拜神, 看见了, 大信, 倒是大事有灵, 果然密寿密妙。 一题便采方客家闻。 明有窗客, 模拟成七篇好闻, 熟记不忘。 巧得见他信以为实, 如此举动, 倒是被捉弄着了, 背地暗笑他这鬼。 岂之进道场中, 七题一个也不差, 一挥而出, 静得忠视。 这不是大事借那熏巧的手, 明把题目与他的。 桌椅成求, 巧者为用。 鬼神鸡拳, 妙于博弄。 有个该中了, 自己一经一灵县出帮村的。 湖广乡逝日, 某宫在场月卷卷了, 朦胧打短, 只听得耳畔叹息道, 穷死穷死, 就穷就穷。 惊醒来想一想道, 此必是有世子药中的作怪了。 仔细听听, 生在异乡中出, 伸手取卷, 每时起一卷, 耳边滴滴道, 不是。 如此屡屡, 落后一卷, 听得耳边道, 正是。 某宫看看, 文字国好, 取终之, 齐生就之。 出榜后, 本生来见。 某宫问道, 场后有何意境? 本生道, 没有。 某宫道, 场中甚有影响, 生平好讲什么话? 本生道, 门声加寒不堪, 在窗下每座一文成, 只乎穷死就穷, 以此为常, 别无他话。 某宫乃言间眷尸耳中所闻如此, 说了共相叹意, 连本生也不知道怎的起来。 这不是自己一念奸切, 一经一灵活现吗? 一经一成所致, 今世为开。 果然勇猛, 自有神来。 有个该中了, 人与鬼神两相凑巧帮村的。 这场有个世子, 原是少年宝学, 走过了好几棵, 多不得中。 落后一棵, 年纪已长, 也不做指望了。 幸得有了科举, 图进场玩故事而已。 进场之夜, 呼梦见有人对他道, 你今年必中, 但不可写一个字在卷上, 若写了就不中了, 只可一交一百卷。 世子醒来道, 这样梦也做得起, 天下有这是吗? 不以为已。 进场灵卷, 正要构思下笔, 只听得耳边香又如此说道, 绝写不得的。 他心里一道, 好不作怪。 把题目想了一想, 头红面热, 一次也复不来, 就暴躁起来道, 都管事又不该中了, 所以如此。 闷闷睡去。 只见祖, 傅聚来吩咐道, 你万万不可写一字, 包你得中辩了。 醒来探道, 这怎么解? 如此梦魂缠绕, 料无加私, 吃苦做什么? 落得不做, 投了白卷出去罢。 出了场来, 自到投一个就是他贴出, 不许进两场了。 只见试院开门, 贴出许多不合适的来, 有不玩篇的, 有拖了稿的, 有差写题目的, 纷纷不计其数。 正见他一字没有的, 不在其内, 道哈哈大笑道, 这些迷风对读的, 多失了魂了。 隔了两日不见动静, 随众又见二场, 也只是剑步贴出, 满生人眼, 进去戏耍罢了。 财孽的笔, 耳边又如此说, 他自笑道, 不劳分腹, 头场白卷, 二场写他责慎。 世间也没这样呆子, 有演了半日, 一交一卷而出, 道, 这番绝难逃了。 只见第二场又贴出许多, 仍负没有几名, 自家也好声诈异。 又随众进了三场, 又一交一的白卷, 自不必说。 朋友们见他进过三场, 多来请教文字, 他只好背地暗笑, 不好说的。 道的榜发, 公然榜上有名高中了。 他只当是个梦, 全部知识那里来的。 随着附路明艳风骚, 真是十分侥幸。 零出卷来看, 三场聚丸好, 且是锦绣满纸, 惊得木针口呆, 不知其故。 原来弥封锁两个近视之线, 多是少年科地, 有意思的, 倒是不近的那连, 心中不服气。 见了题目, 有些寄仰, 要做一卷, 试试手段, 看还重得与否。 只苦没个用印卷子, 虽有个把不完卷的, 递将上来, 却也有一篇半篇, 先写在上了, 用不着的。 以后得了此白卷, 心中大喜, 他两个记者姓名, 便你一篇我一篇, 共相斟酌改定, 凑成豪卷, 迷风了发去欲录。 三场皆如此, 果然中了出来。 两个尽是暗地得意, 倒是这人有天生造化。 反着人寻将他来, 问其白卷之故。 此生把梦寐叮嘱之事, 场中耳畔之言, 一一说了。 两个尽是道, 我两人偶然知心, 皆是天教带足下执笔的。 此生感激无尽, 认作了相知门生。 张公吃酒, 理公却罪, 命若该食, 一字不费。 这多是该中的话了。 若是不该中, 也会千奇万怪起来。 有一个不该中, 鬼神反来耍他的。 万历鬼未年, 有个举人管九高富会士。 场前梦见, 神人传世七个题目, 醒来各个记得, 第二日寻方监闻, 剪好的熟记了。 入场, 七题结合, 喜不自上。 信笔将所书文字写完, 不劳思索, 自道是得了神助, 心中无疑。 谁知是年主考验保时文, 尽搜阔坊间同题文字入内魔队, 有试卷相同的, 便图坏了。 管军为此竟不得中, 只得选了官去。 若非先梦七题, 自家出手去做, 还未见得不好, 这不是鬼神明明耍他。 梦是先机, 翻成悔气。 鬼扇耶语, 直同儿戏。 有一个不该中强中了, 鬼神来摆布他的。 这一将一山殷世人诸葛一鸣, 在本处山中发奋读书, 不回过岁。 龙庆耕五年元旦未小, 起身书洗, 将往神词中捣齐, 图问于一群人贺道而来。 心里一道, 山中安得有此。 朱立在旁戏看, 只见鼓吹前倒, 马上簇拥这一件东西。 落后贵人道, 乃一金甲神也。 一鸣明知是阴间神道, 迎上前来拜问道, 尊神前驱所迎何物。 神道, 经科举此榜。 一鸣道, 小生某人正是秀才, 榜上有名否。 神道, 没有。 君明在下科榜上。 一鸣道, 小生家贫等不得, 尊神可已早已可否。 神道, 是甚难。 然与君相遇, 亦有缘。 是为君徒之。 若得中, 须多焚春前, 我要去使用, 才安稳。 不然, 我亦有罪犯。 一鸣许诺, 即后边榜发, 一鸣名在莫行, 尚有担印。 原事树已填满, 一个教官将这一鸣卷节力来剑, 致见诸声色。 主者不得已, 割去榜位一鸣, 将一鸣填补。 此事鬼神在暗中作用。 一鸣的钟, 慎喜, 匆匆忘了烧春前。 傅燕归欲, 见义鬼批发在马前哭道, 我为你受货了。 一鸣认看, 正是先前金甲神, 慎不过一道, 不知还可坟前相救否。 鬼道, 是已迟了, 还可相助。 一鸣买些春前烧了。 急道会事, 鬼父来道, 我能助攻登地, 预保七体。 一鸣打点了进去, 果然不差。 一鸣大喜, 到第二场, 将道进去了, 鬼才来暴提。 一鸣道, 来不及了。 鬼道, 将蚊子放在头巾内带了进去, 我蛰呼你变了。 一鸣义了他。 道的监事面前, 不消搜得, 金中文早已坠下, 算个怀鞋座一臂, 当时打了家号势众, 前程削夺。 此乃鬼来抱前院座弄他的, 可贱命未该中, 只早一刻也是强不得的。 遭于求寿, 病丧绝有。 人耶鬼耶, 各认其就。 看官只看小子说这几端, 可见功高定数, 毫不可强。 所以但, 窗下莫言命, 场中不论文。 世间人总在这定数内, 被他哄得昏头昏脑的。 小子而今说一段, 只破功高定数的故事, 来玩这回正话。 唐使有个易将易陵, 副使李军, 他少年卫帝时, 自洛阳赴长安进市举, 经过华阴时道中, 下殿歇宿。 只见先有一个白衣人在殿, 虽然浑身不素, 却是古秀神清, 风格出众。 殿中人甚多, 也不把他放在心上。 李军是个聪明有才思的人, 便瞧刻在眼里道, 此人决然非凡。 就把坐来一尽了, 把两句话来请问他。 只见谈吐如流, 百扣百应。 李军愈加敬重, 与他围炉同饮, 款智备偿。 明日一路同行, 致朝映, 李军道, 小弟墓足下臣外高宗, 异欲结为兄弟, 躺蒙不弃, 扶起建教姓名年岁, 以便称呼。 白衣人道, 我无姓名, 亦无年岁, 你以兄称我, 以兄李氏我可也。 李军一言, 当下结拜为兄。 至晚对李军道, 我隐居西越, 偶出游行, 甚和郎君相后之意, 我有事故, 明诞先要往城, 不得奉陪, 如何? 李军道, 谢后姓与高贤节气, 金句相别, 不时有甚言语指教小弟否。 白衣人道, 郎君莫不要之后来是否? 李军再拜, 恳请道, 若得欲之后来是, 足可屈臂, 省得在黑暗中行, 不胜志愿。 白衣人道, 先机不可泄露, 无当尖锋三叔与郎君, 日后自有应验。 李军道, 所以奉肯, 专柜在先知后事, 若只待事后有焰, 要晓得他怎待。 白衣人道, 不如此说。 凡人功名富贵, 虽自有定数, 但无能前知, 便可为郎君指引。 若到其间开塌, 自身用处, 可以周全郎君富贵。 李军见说, 欣然请教。 白衣人乃取纸笔, 在月下不知写些什么, 折坐三个简, 外用三个封封了, 拿来一交易于李军, 道, 此三封, 郎君一生要紧尸体在内, 封有刺地, 内中有秘语, 直到至及时方可依次而开, 开后自有应验。 依着做去, 当得便宜。 若无急事, 慢自开塌, 亦毫无意的。 切记, 切记, 李军在拜领寿, 珍藏切忠。 次日, 葛乡别去。 李军到了长安, 应过进市举, 不得终地。 李军父亲在时, 是松资令, 家是颇扰, 只因带了换囊, 到京营求升迁, 病死克底, 换囊一空。 李军痛负沦丧, 门户萧条, 异域终地才归, 重整门法。 家中多代盘缠, 拼住京师, 不忠不休。 自是才高, 倒是举手可得, 如十戒之意。 怎知命运不对, 连应过五六举, 只是下地盘缠多用尽了。 欲带归去, 无有路费, 欲带住下, 以后再举, 没了令房之资, 求荣族之地也无。 左难右难, 没个是处。 正在交集头上, 猛然想到, 先凶有书, 吩咐道, 有吉方开, 今日已是穷极无聊, 此不为吉, 还要急到那里去。 不免开他头一封, 看是如何, 然是先书, 不可造次。 事业沐浴摘束, 到第二日清淡, 焚香一炉, 在拜祷告道, 弟子只因穷因, 赶开先凶第一封书, 指望明指迷途择个。 告罢, 拆开外封, 里面又有一小封, 面上写着道, 某年月日, 以音破无滋用, 开第一封, 李军大惊道, 真神鲜艳, 如何就晓得, 今日目前光景, 且开封的月日剧不差一毫, 可见正该开的, 那中必有其处。 就拆开小封来看, 封内另有一纸, 写着不多几个字, 可青龙寺门前作。 看吧, 晓得有些奇怪, 怎敢不一, 只是一心道, 到那里去何干? 问问青龙寺远近, 原来离住处有五十箱里路, 李军只得骑了一头简驴, 速速走到寺前, 日色已将晚了。 果然依着书中言语, 在门槛上呆呆地坐了一回, 不见什么动静。 天昏黑下来, 心里有些着急, 又想了先书, 自家好笑道, 好吃子, 这里坐, 可是有得前来的吗? 不相望前, 今夜且没讨速处了。 怎么处? 正迟疑问, 只见寺中有人行走响, 看看至今, 却是寺中主僧和各行者来赴前门, 见了李军问道, 客是何人, 坐在此间? 李军道, 驴若居远, 天色已晚, 前去不得, 将寄宿于此。 主僧道, 门外风寒, 岂是宿处, 且请到院中来。 李军推托道, 造次不敢惊动, 主僧再三腰劲, 只得牵了简驴, 随着进来。 主僧见识识人, 聚传烹茶, 不敢怠慢。 隐间, 主僧熟视李军, 上上下下鼓着, 看了一回, 就转头, 去与行同说一番, 笑一番。 李军不解其意, 又不好问得。 只见主僧耐了一回, 突然问道, 郎君何姓? 李军道, 姓李。 主僧经道, 果然姓李。 李军道, 见说见姓, 如此拙惊, 何故? 主僧道, 松子李长官, 是郎君圣经, 相识否? 李军站起身, 贫促道, 正是某仙人也。 主僧不觉, 垂泪不已, 说道, 老僧与令仙翁长官, 九头故旧, 网还不薄。 事件郎君封仪, 酷似长官, 所以惊矣。 不料果是, 老僧奉求已多日, 今日得欲, 实为万幸。 李军健说着父亲, 心下感伤, 替刘备面道, 不晓得老师与仙人旧时, 请兼造此失礼。 然试文相求弟子已久, 不解何故? 主僧道, 长官西年将钱物到此求官, 得及狼狈, 有钱二千贯, 记在老僧常住库中。 后来一病不起, 此钱无处发富。 老僧自逝以来, 心中常如有重负, 不能释然。 金德郎君道此, 完此公案, 老僧此生无事已。 李军道, 向来但知先人客死, 患难无忌, 不知却记在老师这里。 然此事无个政见, 非老师高义在古人之上, 怎肯不昧其事, 反家一寻访。 重劳纪念, 此得难忘。 主僧道, 老僧世外之人, 要钱何用? 何况他人之财, 岂可没为己有, 自增罪业。 老僧只怕受偷不忠, 致富宿债, 路累来生, 今兴得了此心事, 魂猛皆安。 老僧看郎君形况萧条, 明日但留下文书一纸, 做个执照, 尽数年去为屡底之资, 尽可迎圣, 尊翁长官之墓也明了。 李军悲喜一交一吉, 悲则悲着父亲一念, 喜则喜着顿得多浅。 称谢主僧不尽, 又自念先淑之焰如此, 珍惜有事也。 青龙寺主古人徒, 受托钱才亦不无。 贫子依诸虽故在, 若非先决可能服。 是顽主僧留住安秀, 殷勤相待。 次日尽将圆抢二千冠发出, 一交一鸣与李军。 李军写个收领文字, 遂顾罗陀在, 珍重而别。 李军从此买宅长安, 顿成富家。 李军一向门阀轻贵, 只因生计无定, 连妻子也不取得。 金长安中, 大家见他富盛起来, 又是旧家门望, 就有没人来说亲与他。 他取下成婚, 做久住之计, 又应过两次举, 只是不低, 年纪看看长了。 轻微朋友蒲从等多劝他, 且图一观, 以为终身之计, 如何被科名骗老了。 李军自视才高, 且家有余资, 不愁衣食, 自道, 只争得此一步, 差好多光景, 怎肯甘心救助, 让那才不如我的得意了, 坐进天气。 切索在手他赐把座楚, 本年又应一举, 仍富不地, 连钱却满十次了。 心里虽是不服气, 却是地年打帽扫, 也觉得不耐烦了。 说话的, 如何叫的打帽扫? 看官听说, 唐食榜发后, 与不地的举子吃解闷酒, 昏明打帽扫。 此样酒席, 可是吃得是来翻起的。 李军要往助手, 又割舍不得, 要宽心再等, 不但村多的人多, 自家也绝争气不出了。 况且, 妻子又未免图他一观半值荣贵, 耳边日常把些不入鸡的话来鸡锅, 一发不知怎的好, 镜子没了生意, 含着一框眼泪道, 一歇了手, 终身是个不敌橘子。 就侥幸官之高贵, 也说不响了。 愁出不定几时, 猛然想到, 我先兄有书道及时可可开, 此时虽无非常急事, 却是住与不住, 是我一生的荡的事, 官头所差不小, 合不开他第二封一看, 以为行止。 生意定了, 又摘接沐浴。 此日清淡, 启开外封, 只见里面写道, 某年月日, 已将霸举, 开第二封。 李军大喜道, 原来原该是今日开的, 既然开得不差, 里面必有决断, 无终身可定了。 盲又开了小封看时, 也不多个字, 写着, 可惜是靴, 配行投作。 李军看了道, 这又怎么解? 我只道, 明明说个还该应举不应举, 却又是雅弥。 当日青龙寺, 须有个四僧欠钱, 这个稀释薛配行投, 难道有人欠我极地地债不成? 但是先兄说话不曾差了一些, 指索依他走去, 看是甚么缘故。 却其实有些好笑, 自言自语了一回, 只得一言一直走去。 走到那里, 自想到, 可在那处坐好。 一眼望去一个去处, 胆见。 望子高挑, 城头广架。 门前队于, 强思文戴罪歪体, 闭上诗篇, 村过客城盲周下。 入门一阵星山气, 岸上袁少佳瑶, 到坐翻吆喝声, 面前未来共转。 慢说闻相须下马, 网夸之味且停餐。 无非行路旧机, 或是妖人异事。 原来是一个大酒店。 李军独坐无聊, 想到, 我且孤一壶吃着坐看。 不进店来, 店主人见是个世人, 便拱道, 楼上有洁净坐头, 请官人上楼去。 李军上楼坐定, 看那楼上的东手近处, 有间洁净小榜子, 门掩着, 像有人在里边坐下的, 寂寂默默在里头。 李军这副座底下, 却是店主人的房, 楼板上有个穿沿, 眼里偷窥下去, 是直见的。 李军一个在楼上, 还未见小二送酒来上来, 独坐着闲不过, 听得脚底下房里头滴滴说话, 他却在地板眼里张看, 只见一个人将要走动身, 一个拍着尖叮嘱, 听得落尾两句说道, 教他家郎君明日平民, 必要到此相会。 若是苦没有钱, 急说原是且未要钱的, 不要错过。 吃一日就无极了。 去的那人道, 他还疑心不敌确, 未肯就来怎好。 李军听得这句话, 有些古怪, 便想道, 先兄之言莫非映着此间人的尸体上, 急忙奔下楼来, 却好与那两个人撞个披面, 乃是殿主人与一个陌生人。 李军扯住殿主人间道, 你们是才讲的是什么话? 殿主人道, 侍郎的郎君, 有件紧要事于, 要一千贯钱来用, 托谋等寻觅, 故此商量寻个头主。 李军道, 一千贯钱不是小事, 那里来这个大财主好借用。 殿主道, 不是借用, 说的是诚实, 竟要了他这一千贯钱, 也还算是相应的。 李军再三要问其事背戏, 殿主人道, 与你何干? 何必定要说破? 只见那要去的人立定了脚, 看他问得急切, 回身来道, 和不把实话对他说。 总是那边未见得成, 或者另办的头主, 大家商量商量也好。 殿主人方才负着李军耳朵说道, 是迎谋来遂极地的事。 李军正逗着肚子李氏, 又合着先凶之鸡, 斥了一惊, 盲问道, 此事须实何如? 殿主人道, 侍郎郎君建在楼上房内, 怎地不识? 李军道, 方才听见你们说话, 还是要去寻那个的事。 殿主人道, 有个举人要做此事, 约定昨日来城的, 只等到晚, 静不见来。 不知为凑钱不起, 不知为疑心不振。 却是郎君无谓要钱, 只等极地了, 才一交一足, 只怕他为无钱不来, 故此又要这位做事的朋友去约他。 若明日不来, 郎君便自去了, 只可惜了这好机会。 李军道, 好叫两位得知, 某也是举人, 要钱时某也有, 便就等某见一见郎君, 做了此事, 可使得否。 殿主人道, 官人是实话吗? 李军道, 怎么不实? 殿主人道, 这是缘不减人的, 若实实要做, 有何不可? 那个人道, 从古道有奶便为娘, 我们见钟不打, 倒去脸铜。 官人若果要做, 我也不到那边去, 再走坏这样闲步了。 殿主人道, 既如此, 可就请上楼与郎君相见面意, 何如? 两个人拉了李军, 一同走到楼上来。 那个人走去东守格子里, 说了一会话, 只见一个人夺江出来, 看他怎生模样。 白胖面旁, 吃肥身体。 行动许多珍重, 周旋颇少千功。 抬眼看人, 常待几分蒙昧, 出言对众, 十千数字含糊。 顶着祖父献成家, 想这儿孙子在福。 这人走出阁来, 殿主人忙引李军上前, 之于李军道, 此事郎郎君也可小心拜见。 李军失礼已毙, 续做了。 郎君举手道, 公是举子吗? 李军通了姓名, 道, 是财店主人所说来遂之事, 万望扶持。 郎君点头未答, 且目视店主人与那个人, 做个手势道, 此话如何? 店主人道, 树木已经讲过, 左有个人约着不来, 推倒无钱。 今此间李冠仁有钱, 情愿成约。 故此, 特地引他夜见郎君。 郎君道, 咱要钱不多, 如何今日才有主? 店主人道, 举子多贫, 一时间斗不着。 郎君道, 捡那负的拉一个来罢了。 店主人道, 负的要是要, 又壮不见这样方便。 郎君又拱着李军问店主人道, 此件如何? 李军不等店主人回话, 便道, 某季界长安, 家业多在此, 只求侍成, 千贯益处, 不敢相付。 郎君道, 甚妙, 甚妙。 明年主司侍郎, 乃无亲书父也, 也不误先辈之事。 今日也未就要一交一钱, 只立一约, 待吉地之后, 急命这边主人走岭, 料也不怕少了的。 李军见说的有根因, 又且是应着先书, 晓得其事必成, 放胆坐着, 再无疑虑。 吉秀中取出两罐钱来, 央店主人被酒来赤, 一面饮酒, 一面利约, 只等来年成事, 一交一饮。 当下李军又将两罐钱, 谢了店主人与那一个人, 各个欢喜而别。 到明年应举, 李军果得这个夫节之力, 绑下吉地。 吉地后, 将这一千冠完那钱约, 自不必说。 眼见的先兄第二封书, 指点成了他一生之事。 真才屡错误虔诚, 不若黄金力可成。 惊看先书能指引, 放之铜锈以天生。 李军得地授官, 自念富贵功名, 借出先兄密授弥诀之力, 私欲会见一面以谢恩德, 又要细问终身之事。 差人到了华阴西月, 各处探访, 并无一个晓得这白衣人的下落。 指得罢了。 以后释患得意, 并无什么急事可问, 这第三封书无音得开。 官智亦将一灵赴使, 在任时, 一日呼唤心痛, 手颈之间晕厥了数次, 微迫特慎, 方转念起第三封书来, 对妻子道, 今日性命恶情, 可谓至极。 先兄第三封书可以开看, 必然有救法在内了。 自己起床不得, 就叫妻子灌洗了, 前程待开。 开了外封, 也是与前两番一样的家树, 写在里面道, 某年月日, 亦将一灵赴使呼唤心痛, 开抵三封。 妻子也喜道, 不要说时日相合, 连病多小德在先了, 毕竟有解救之法。 连忙开了小封, 急急看时, 只叫得苦。 原来比先前两封的字越少了, 刚刚指的五字道, 可处之家事。 妻子看罢, 小德不计事了, 放声大哭。 李军笑道, 先凶术已定义, 哭他何干? 无贫, 先凶能指点父无, 无贱, 先凶能指点贵无, 今无死, 先凶岂不能指点活无? 盖因是数去不得了, 就是当初负无, 贵无, 也原是无命中所有之物。 前数分明, 只是先凶前之, 费得一番引路。 我今似知, 一生应举, 真才却不能一地, 直带时节到来, 还要欲巧, 假守于人, 方得成名, 可不是数以前定。 天下事, 大约强求不得的。 而今官位至此, 先凶判断已决, 我岂父不知止足, 尚怀疑恨在。 虽将家事一面处置了当, 隔两日, 含笑而足。 这回书叫做三差先书, 奉劝世人看取, 朔皆前定如此, 不必多声妄想。 那有才不遇时之人, 也直说隐命自安, 不必郁郁不快了。 人生自和有穷时, 纵是仙家聚得私。 富贵只缘成巧凑, 应之难改改观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